真千金流落乡野 时隔过年才被找回 却发现 那个家已经有了个更加名秀活泼 天真娇憨的少女 这十五年来 早就全方位的替代了她 因嫉妒女主 便开始费尽心机 抢夺她的家人 她二十三岁 死于脑癌晚期 死了之后 明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就是个悲剧 她原来就是一本书里的配角 不知道是死的姿势不对 还是怎样 总之 明熙在结束了她短暂的 二十三年工具人的一生之后 居然又穿回了十七岁 这一次 她多了一个女配帮扶系统 她照了照镜子 脸上的烫伤 是高二的时候弄的 系统出现了 虽然你重生了 但你现在气韵还是复职 最后 癌症车祸啥的 还是没跑的 她不解的问道 那我要怎么改变气韵呢 蹭 只要接近气韵之高的人 就能蹭到对方的气韵 这是气韵盆栽 你蹭到的气韵越多 里面的小草越多 她张了张嘴 那我要攒到多少颗 才能改变死亡的命运呢 也就五百颗吧 她慌了 竟然要这么多颗 你先别急 我这有份名单 你可以试试 明熙粗略看了一下 名单上的名字还挺多 但是 似乎就只有前几位回报率高一点 分别是百年财团大族 附加嫡孙复杨熙 四孙复志毅 还有赫赫有名的江家的江修秋 这三位明熙都有所耳闻 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明熙有些沮丧 可是他们都在国际班 这是她想到 上周我的考试成绩 是年级第三 按照学校规定 我可以自由转班 她立刻填好了转班申请表 明天就能直接去国际班报到 办完这件事 她将箱子打开摊在地上 开始将衣服一件件的收进去 房门外响起几声急促的敲门声 是赵宇宁压低了的声音 明熙姐 圆圆姐今天出院 你躲在房间里干什么 趁着一家人都在楼下 好好对圆圆姐道个歉 过敏这事也就算了 前几天 家里刚大闹了一场 赵宇宁在赫阳家的连锁店里 花生酱过敏 赫阳是明熙的朋友 家里人认为这事和明熙有关系 明熙拉上行李箱的拉链 打开门 脸色冷冰冰 我没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要道歉 赵宇宁呼的见了明熙的行李箱 脸色也立马臭了 赵明熙 你又要玩这一套 就为了这点小事 至于吗 她冷漠一声 这是小事 让开 赵宇宁连忙退了一步 看着明熙的脸色 愣了 奇怪 往常这种情况 她都会大哭大闹 今天怎么了 明熙拖着行李下来 接赵宇宁回家的一家人 见到这一幕 脸色都有点难看 赵宇宁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 明熙 你这是又要离家出走吗 上前一步抓住她的手 这次事情我不怪你了 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明熙甩开了她的手 语气有点重 麻烦让让 挡着路了 说完往他们的身边一过 赵战怀有些头疼 让她走 一天天的把家里 弄得乌烟瘴气 要去住校就去 都别拦她 拖着行李 转头走出了赵家的大门 明熙轻轻吸了口气 戴上了口罩 这一次 她还有时间 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辈子 不再将时间浪费 在讨好这一家人身上 一切都来得及 第二天 她抱着书 从国际班后门口走进去 系统声音响起 我已经帮你把气运值高的人 标出来了 气运越高 光运越亮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了 她抱着书 摇摇晃晃 眼前出现一片浅绿色的光团 不愧是国际班 气运都好高 明熙整个人 宛如濒临淹死的鱼 想也没想的 就冲着最亮的位置 去了 把书放在桌面上 拉开椅子 坐了下来 顾不上这么多 朝着左侧光亮最盛处 深深的吸了口气 淡淡的 带着一些中药味的松香 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充盈了鼻尖 像是干净清爽的氧气 灌入大脑 瞬间缓解了明熙的难受 整个国际班死记无比 所有的视线 齐刷刷的定在她身上 还有人压低声音提醒 你旁边的是西哥 你还闻他 他睡醒了你就完了 明熙立刻看向左边 他就是傅阳西 此时他被吵醒了 把耳机摘了下来 眉睛打彩的揉了揉头发 动作软绵绵的 自然的促紧眉头 吵死了 他一心一意 只想蹭气韵 却让他误会他喜欢他 几个趴在窗户边上的人 忽然出声 那不是赵明熙吗 卧槽 他还真的考进了前五 他这是铁了心 要转到金牌班 金牌班在国际班的 隔壁两个班级截然不同 金牌班学生成绩优异 经常参加各种竞赛 国际班则主要是一群 名门望族的继承人 不学无数的地方 而上一世的他 为了追沈丽瑶 要转去金牌班的事 的确人尽皆知 叶博从窗边扭头 姚神 赵明熙起早贪黑学习 就为了来金牌班追你 似乎没什么波动 将小型机器人电路板接上 无聊 普通班前五名 可以自由转班 是学校的规定 这是他的权利 与我无关 外面走廊 出现了赵明熙的身影 有人笑道 来了 他来了 姚神 你接下来的日子 可得多姿多彩了 系统声响起 你上一世这个时候 还在疯狂地追沈丽瑶 这一世你不会嗨 他回答 放心 现在没有什么事 比我的命更重要 对了 被我蹭气运的人 会有什么影响吗 WiFi热点你知道吧 同样的原理 你蹭了他们的气运 他们本身的气运 也不会减少 然而 却见赵明熙从走廊外 就这么走过去了 金牌班里的空气 更是近了五秒钟 夜白一脸错愕 前面是国际班 他是走错了吗 他抱着书 从国际班后门口走进去时 眼前毫无征兆的 忽然开始一阵阵发黑 仿佛踩在棉花上 他上辈子有时也会这样 他还以为是低血糖 明熙突然惊醒 这不会是我绝症的前兆吧 是啊 不然你以为呢 所有设定 都是要埋伏比的好吗 他抱着书 眼前出现一片浅绿色的光团 系统道 那是气运 光运越亮 气运排名越靠前 改变命运就靠他们 他看见趴在桌子上的光运最亮 旁边竟然还没人 他匆匆的跑过去 虚脱的坐下来后 朝着左侧光亮最盛处 深深的吸了口气 淡淡的 带着一些中药味的松香 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冲赢了鼻尖 像是干净清爽的氧气灌入大脑 瞬间缓解了明熙的难受 而他眼前的盆栽 忽然也颤颤巍巍的 在边缘处 冒出一根极其细小瘦肉的嫩苗 不到一毫米 看起来 约只有一颗完整嫩牙的十分之一 但也令明熙睁大了眼睛 差点喜极而泣 他喜出望外的温系统 这什么 怎么突然冒出来了第一颗 你知道 你刚刚吸的是谁吗 明熙抬头 整个国际班死记无比 所有的视线齐刷刷的定在他身上 震惊当中 有人说了一句 我靠我没看错吧 他吸了吸个 明熙立刻看向左边 少年趴在桌上 红色短发 戴着白色的降噪耳机 他正在懒洋洋的睡觉 他就是回报率名单第一的富阳熙 有人问 你谁啊 那个位置从来没有人坐 明熙扭头看向那人 回答 我是从普通六班转来的赵明熙 这个位置为什么不能坐 那人一脸惊恶 你找死吗 富士太子爷听说过没 笑爸妈 有人胆敢坐在他旁边 肯定是要被威胁一顿 并且承担起跑腿职责的 但是明熙巴不得能干点 给富阳熙跑腿的事 多跑几次 他的气运值 岂不早拉拉的来 他掏出了一个水杯 嗯 知道了 但这不是没其他位置 可坐吗 我就先坐这里了 国际班的学生 目瞪口呆 他还吸他 像吸猫一样吸吸个 旁边这么吵 富阳熙醒了 富阳熙一醒 没人敢哗哗了 都静悄悄的 等着富阳熙发火 富阳熙摘下降噪耳机 眉睛打彩的揉了揉头发 动作软绵绵的 眼神冰冷的说了一句 吵死了 然后他从桌兜里翻翻找找 掏出几个白色的瓶子 装着的 不知道是维生素还是什么 哗啦啦到了一堆在手上 明熙用亮晶晶的眼神看着他 富阳熙 我的好大腿 正式表现的时刻到了 捧起他桌上的水滴过去 富阳熙刚睡醒 声音沙哑 谢了 他喝了口水闭着眼 将要吞进去 咽下去 他才猛然意识到明熙的存在 富阳熙反应很大的站起来 居高临下的看着明熙 脸色一下子拉了下来 浑身写满圣人物镜 这女的谁 坐我旁边干什么 明熙耐着性子 给自己未来网速最好的 WiFi热点解释了一遍 我叫赵明熙 刚从普通六班转过来 众人纷纷心想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泡你的呀 绝了 这得是有多喜欢 让我走开 不跟要了我的命一样吗 富阳熙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略有点不自在 到了嘴边的脏话又咽了回去 但脸色依然暴躁 立马换个座位 小爷旁边从来不做人 明熙就知道 没这么容易 他屁股磨蹭在椅子上不想动 要换了之前 他早走了 让我走开 不跟要了我的命一样吗 明熙正内心OS 忽然感觉全叫是一片静默 草 他才发现 他不小心把内心吐槽说出来了 富阳熙耳根生理性发红 气急败坏 你乱说什么 把他课本收拾 给他搬走 富阳熙刚强硬的冷声说完 国际班的班主任 就拿着一摞书 从教室门口怒气冲冲的进来了 一进来 视线就在班级里搜寻 然后静止落在了富阳熙身上 班主任就脸色铁青的走了过来 摔下一摞报纸 富阳熙 你看看 你带头干的好事 学校明令禁止学生骑摩托车 还带了一帮人 富阳熙笑出声来 张老师 什么年代了 您还看报纸呢 班主任气得火冒三丈 头冒清金 你真当没人管得了你 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去跑三十圈 不跑完今天我就什么也不干 在办公室等你家长来 富阳熙唇脚笑意一下子淡了下来 他盯着班主任 刚要说什么 身边的明熙 属然蹭个一下站了起来 那个 我能不能替他跑 国际班本就没人喘气 这一下 更是所有人都惊掉了下了 富阳熙终于侧过头 盯着明熙好好看了几眼 身段纤细伶 肌肤苍白相遇 举起的手小巧如葱 正在微微的颤抖 他明明对三十圈怕得要死 连手都在抖 却挺身而出 班主任简直快气死了 怒火一下子转移到了明熙头上 好 你去跑 不跑完 不准回来上课 是 明熙剑一样冲了出去 生怕班主任继续惩罚富阳熙 生怕班主任后悔 竟然立马毫不犹豫的 就开始去跑了吗 劳动值换取的气运回报率最高了 如果我没算错 你跑完 之后最少能长三颗内牙 在最后一排的 柯成文抬起自己精掉的下巴 接回去 目瞪口呆的拍了下富阳熙的后背 熙哥 我的天哪 你在哪里招惹的这么一个姑娘 三十圈矮 他就这么帮你扛了 他垂下眼 耿住得意和开心 显得非常头疼 嗨 人格魅力 没有办法 不能让他真跑三十圈 不然小爷多丢面子 他慢悠悠的说 让个人去体育馆替他 系统声夸赞 干得漂亮 劳动值换取的气运回报率最高了 如果我没算错 你跑完 之后最少能长三颗内牙 有个男同学追上了他 同学 熙哥说不能真让你跑三十圈 剩下的我来替你跑吧 宁希拒绝了 不用 我跑得完 他一想到三十圈 十二公里 三颗内牙 大转 心里就笑得很甜蜜 这位男同学看见他笑 立刻愣在原地 爱情这么伟大的吗 一下了课 整个国际班都在起哄 他来到了傅阳熙的旁边 熙哥 他不让我替他跑 而且 他好像很乐在其中 边跑边笑的 感觉很幸福的样子 傅阳熙脑海中 想象他边跑边笑样子 有这么幸福吗 难道他真的有这么喜欢我吗 看来 我的魅力难挡啊 傅阳熙美滋滋的笑了 江修丘这阵子 感冒了没来学校 被八卦的小弟打电话 告知了此事 笑得咳嗽的不停 忍不住给傅阳熙打电话 不可能吧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转班生兴许 只是有恃求于你呢 你说他喜欢你 哈哈 他能喜欢你什么呀 喜欢你脾气暴脸色臭 还是喜欢你 发型沙马特性格像只狗 再说了 你除了家里有几个臭钱 不会说人话 就把嘴缝上 傅阳熙脸色果然很臭 电话一挂 怒气冲冲 把手机往桌兜里一扔 但傅阳熙自然也并不真的认为 转班生是冲着他来的 八成又是冲着钱来的 傅阳熙郁闷的 踹了一脚身边的椅子 打算等转班生回来后 逃笔钱把他打发了 而这边 明熙跑完了三十圈 整个人都快要虚脱 也没回教室 他直接回宿舍了 他一睁开眼就看见自己的盆栽 果真长出了三根完整的小嫩牙 明熙整个人惊喜的一击灵 迅速冲到卫生间照了下镜子 他白皙的右脸上 比别的地方颜色略深的 那一小块痕迹 几乎肉眼可见的 淡去了非常多 除非对着镜子瞅 否则几乎看不出来 以这样的速度下去 他很快就能摘口罩了 也就是说 只要他抱好傅杨夕的大腿 使劲蹭 很快就能摆脱 恶毒女配的命运了 接下来他该想想 怎么继续讨好傅杨夕 这时他笑出来声 有了 用这招 一定能蹭到不少气韵 这位富士太子爷 性格果真凶悍不好惹 如果不是法跑的事情打岔 他才没来得及 让人把他书本搬走 明熙倒也并不生气 本来就是他有求于人 他只是感到很头疼 要做点什么 才能和他套一下近乎 明熙很快想到了 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之一 做菜 前十五年 没有被赵家找回去之前 他一直都是自己做饭 照顾养他的奶奶的 而这两年来到赵家之后 为了更快的融入赵家 他也经常做几个拿手菜 摆上餐桌 赵母爱挑刺 但是面对他做的菜 也没话说 但现在 他只想为自己而活 气筒 如果我给富杨夕做饭 能增加气韵吗 当然 只要你与重要角色产生互动 就能蹭到气韵 明熙心中有了主意 脚步轻快不少 富杨夕 我就不信我做的美食 搞不定你 先填饱肚子 看来 今天放学得去一趟赫阳的店里 准备食材 与此同时 食堂内 国际班今天上午发生的这点事 也传到了赵苑和他朋友 饿小夏耳朵里 赵宇宁从高仪那边 过来找赵苑吃饭 坐在他们边上 姐弟俩听长青般的饿小夏 说起此事 虽然很惊讶 但压根不觉得 赵明熙是真的换了个人追 开什么玩笑 他喜欢沈丽瑶 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是不是在故意气李瑶哥 赵宇宁扒拉着盘子里的饭菜 食不下咽 食堂的饭菜 真他妈难吃 赵苑把自己盘子里的肉捡给他 一边戏嚼慢咽 一边叹了口气 明熙有时候 就听小孩子脾气 和李瑶哥哥 主气这件事事 突然离家出走 笑也是 宇宁 他有没有和你说 什么时候回家来 赵宇宁恼火道 管他呢 爱回不回 这一套 他玩了多少次了 最后哪次 不是自己回来了 赵苑劝道 你不要生气 你和他关系最好 你要不还是去劝劝他 实在不行 咱们就等他回来后 统一承认 我过敏的事 和他没关系 赵宇宁烦躁道 这次我才不要去 姐姐你也别管了 我昨晚去看了 他衣柜里衣服都还在 妈给他买的衣服 他几乎全没带走 说明他根本就没打算 住几天学校 我不信过几天 他不灰溜溜的主动回来 话虽这么说 但赵宇宁看着盘子里 毫无颜色的食堂的饭菜 糟心急了 之前都是吃赵明熙 从家里带过来的便当 而且以前炒得再厉害 也不忘带便当来 但今天赵明熙居然一反常态 没有出现 赵宇宁心想 他去哪了 小夏还在旁边笑 跑圈的事都传到我们长青班了 是为了弃沈丽瑶 但追沈丽瑶的人 都排到隔壁学校去了 肯定看不上他啊 他想追人家摇神 不说长成圆圆这样 好歹长成隔壁学校 孔家泽那样吧 赵宇宁心里的火气忍不住 猛的起身 指着他大骂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先撒泡尿罩罩你自己 小夏被吓到了一瞬 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口误遮拦了 赵宇宁和赵明熙 虽然关系一般 但他好歹也是赵明熙的弟弟 对不起 小夏认错 倒是认得很快 赵宇宁也道 下次别这样说明熙 吃饭吧 小夏是没见过赵明熙两年前 刚来赵家时的那张脸 甚至比他都要好看太多 他是那种清纯可怜 小家碧玉的漂亮 而赵明熙则是纯粹张扬外放的 五官名艳精致的美丽 那天赵明熙来到赵家时 见到他第一眼 全家人都没能一开视线 也是那一刻 赵宇宁心中就产生了一种 微妙的危机感 当然 这一切都被一年前的那次烫伤给结束了 美丽被划上了痕迹 不再无暇 这令赵燕心里稍微平衡了点 他思绪正散开之时 耳边忽然传来了赵宇宁的一声 赵明熙 赵燕和恶小夏回过头 明熙正从食堂正门口那边走进来 依然戴着一次性口罩 赵宇宁估计他就是因为跑圈的事耽搁了 所以没来食堂 他的视线先落到赵明熙手上 居然两手空空 没有便当 赵宇宁心中顿时有点闷闷的 这还是第一次明熙姐和他们吵完架之后 没有给他带便当 看来明熙这次生的气确实有点大 赵宇宁犹豫着要不然自己先服个软 昨天赵明熙离家时 他说话确实也有点难听 就这么犹豫着 明熙已经走近了 赵宇宁是个极其磨不开面子的男生 但他咬了咬牙 头皮一硬 还是站了起来 他开口叫道 明熙姐 可要说的话还没说 赵明熙仿佛没看到他一般 直接就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赵宇宁像遭到当头一棒 整个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慢慢拍得愣了一下 他这是无视了我吗 当回报与努力不成正比 那就要及时吃损 他拎起盘子打好饭 回过头来时 还对上了他错愕的眼神 但是他很快移开了视线 走向了另一个角落里的地方 单独坐下了 赵宇宁很快也打好饭过来了 他还带了小甜品 递给明熙 上周末你来我家店里做的 你手艺绝了 就连我爸都说好吃 今天带来给你尝尝 明熙食欲大动 正要拆包装 但是想到了什么 又将精致的包装袋收了起来 我带回教室去吃 贺阳笑了一声 小穷鬼随你 明熙却忍不住想 如果他把小甜品送给富阳熙 会不会增加气韵呢 贺阳看了明熙一眼 对了 那个谁 赵源过敏好了吗 他这才回过神来 不知道 我搬出来了 现在住学校 贺阳差点没抱走 什么鬼 就为了赵源过敏这破事 你家里就把你赶出来了 到底谁才是亲生的 明熙连忙一把把他拉坐下来 小声点 不是赶 是我自己搬出来的 贺阳更加愤怒了 气死我了 我看这件事 就是赵源那个小贱人 自己自导自演的吧 明熙道 倒是有可能是 小夏 贺阳睁大了眼睛 乐小夏是赵源前妻最好的朋友 凡事都护着赵源 为明熙永远都在前线 但他对明熙的讨厌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他把明熙当情敌 上周五 明熙亲眼看着他在篮球场边 给沈丽瑶递水 这才发现 原来他也喜欢沈丽瑶 明熙道 不过 我也只是猜测 毕竟监控已经查不到了 贺阳越听越生气 肯定就是他 他就是妒忌你和沈丽 摇定了娃娃亲 那你向家里人解释啊 明熙无奈道 解释了也不会信的 你是我朋友 在你家店里发生的这件事 等于 是我故意的 贺阳一时之间 心梗地说不出话来 明熙说的是对的 即便花大力气 把这件事说清楚 也没什么用 因为明熙的存在 就是对赵源的威胁 贺阳委屈得实不下咽 脸一下子垮了 你等着 我一定想办法 帮你把这件事搞清楚 谁在背后做药 我一定让他好看 明熙后悔和他说这么多了 忍不住捏捏他的脸 你别管了 反正我现在决定和赵家 彻底划清界限 你能帮我的 就是找找有什么渠道赚钱 所以 现在能解释 为什么赵明熙赚去国际班 并扬言要追那个幸福的了 肯定是吃你和饿小夏的醋了 贺阳消息灵通 整天泡在论坛 他迅速掏出手机 这个问我 真是问对了 我发给你几个链接 你下午课间看看 带写作业 带上钢琴课 带考试 什么都有 前几天 有个土豪发了个帖 说感冒了 找个人带考的开价很高 八千块 明熙有点惊喜 这么高 如果能接 一学期的生活费就出来了 他看了研发帖人 ID是Handsome Jay 有点眼熟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明熙是个努力的人 本身成绩很好 以前在北方小镇时 从来没考过第二 虽然酬金高 但现在气运这么低 每次考试 不是肚子疼 就是莫名其妙不舒服 根本没办法好好考 还是得先攒气运吧 明熙和贺样 吃完饭就离开了 他背后不远的位置上 正坐着孝敬队的人 明熙说话的声音一直不大 但贺样杂杂呼呼 偶尔能蹦出几个关键词 孝敬队的人都聪明 叶博也不例外 很快 他就从两个女孩子的对话中 精准提炼出了一些信息 看来是上周末 导致赵怨过敏 将锅推到了赵明熙身上 赵明熙不得家里信任 和家里吵了一架 现在搬出来住校了 叶博看了一眼明熙离开的身影 又转过脸 看着沈丽瑶 一脸兴趣盎然 所以 现在能解释 为什么赵明熙赚去国际班 并扬言要追那个幸福的了 肯定是吃你和饿小夏的醋了 沈丽瑶醋没 饿小夏是谁 叶博猝起眉头 就是上周五 篮球场 咱们打完第二场 给你递了一瓶矿泉水的那女生 当时赵明熙就在边上 她琢磨这些什么 眉眼冷了几分 片刻后 沈丽瑶冷冷到 她将矿泉水塞我手里 测完就跑 边上没有垃圾桶 我总不能乱扔垃圾 顿了顿 她看向赵明熙的背影 也不知道是跟谁解释 道 而且我也没喝 我转头就抛给你了 叶博摸着下巴分析道 最后一锤定音 赵明熙八成是没看到后面的 再加上周末 她又和饿小夏 这个情敌起了冲突 越想越气 所以故意赚去国际班 没错 就是这样没错了 没有谁比我更懂女生心思 沈丽瑶沉默了 这样理解好像也对 坐在别处 根本接近不了 傅杨熙身上的气语 总之就是一句话 傅杨熙 就是夏天行走的冰镇西瓜 明熙正从后门 走进国际班教室 还是午休时间 空调吹着凉风 整个教室没有一个人睡觉 全都齐刷刷看着她 全班四十几双眼睛 明熙压力好大 她见自己书本 还堆在傅杨熙旁边的那张桌子上 还没人把她的书 扔进臭水沟 稍稍松了口气 她顶住压力走过去 而傅杨熙 笑爸本人 顶着睡眼轻松的炸红毛 脖子挂着银色降噪耳机 胸前骷髅链子嚣张 右中二 眼睛扫了过来 凉嗖嗖地盯着她走过来 一走过去 明熙就忍不住吸了口气 对不起 干燥的松香味的气韵太好闻了 她控制不住自己 吸一口气韵 她的风驰穴都顿时清明了 傅杨熙三分嚣张 三分凉薄 四分冷酷的眼神 差点破功 还没来得及重新冷酷起来 耳根就愤怒得红了 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看待你替我跑了三十圈的份上 上午你随随便便 坐在我旁边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但不代表我可以容忍你 继续坐小爷我旁边 明熙好生好气地跟她打商量 但是教室里 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 傅杨熙猛然醒悟过来 暴躁道 为什么我要解决你的问题 关我屁事 柯承文忍不住嘴见 对明熙调侃道 转班生 你没必要飞 得坐我们熙哥旁边啊 都已经追来了同一个班了 来日方长 说着就有两个小弟过来 要把明熙的桌子搬走 坐在别处 根本接近不了 傅杨熙身上的器语 总之就是一句话 傅杨熙 就是夏天行走的冰镇西瓜 明熙赶紧急匆匆 把一只手按在桌子上 不行 我就坐这里 见那两个男生还要搬 他干脆一下子小半个身子 趴在了桌子上 把桌子抱住 众人对他的主动 瞠目结舌 见傅杨熙还虎视眈眈的瞪着他 明熙赶紧置起身子 把自己手里拎着的甜品递过去 那这样吧 我们打个商量 我用这两块甜品 换取能坐在这里的资格 OK吗 接下来 你要还想吃我还可以做 小爷 我能看上你做的这玩意儿 傅杨熙嫌弃的拿过来扫了一眼 结果松田香软的蛋糕气息 光是闻就知道很好吃 而且居然还知道他喜欢吃甜的 简直比以前任何撒网捞鱼的追求者都用心 他这么喜欢我 脸上的开心完全掩饰不住 我感觉应该不是冲着小爷我的前来的 傅杨熙身后毛茸茸的筋尾巴 得意的摇了起来 旁边的柯成文勾着脖子 都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傅杨熙推开柯成文的脑袋 抱着甜品 翘起光洁的下巴 一副居高临下 我看你一眼 是瞧得起你的讨打样子 这个我收下 允许你在旁边上一下我的课 但识相的自己主动去和班主任换座位 明天我不想在旁边看到你 明熙立马道 两块甜品交换一下午 再加上一个你的微信联系方式 国际班全班登时 倒吸一口凉气 猛士 西哥十七年以来 真正遭遇过的猛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直接索要联系方式 这姑娘也太猛了 傅杨熙差点没一口水呛出来 他耳根上的红色 完全无法抑制地扩散到了脸上 你你你 我警告你 别想骚扰我 明熙反正也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讨价还价道 那要不然 就先给一半的微信二维码 另一半以后 再用别的什么交换吧 还不行 明熙皱眉 那四分之一 不是吧 你你八戟堂堂富士太子爷 怎么这么消遣 傅杨熙莫名其妙 就被明熙绕了进去 让他把微信扫了 果然笨蛋美人 明熙拿到微信 心满意足 傅杨熙脸色有点臭 从裤兜里摸出一张银行卡 丢在明熙面前 还有 这是你跑了三十圈的报酬 三十圈的确很累 既然没能让人替下他 傅杨熙也不能让他白跑 明熙立马毫不犹豫的 把钱收下了 不收白不收 收了这笔傅杨熙转过来的钱 还能多点气韵不适 不过 钱他自然没打算用 即便用 也得用在旁边这位身上 傅杨熙懒洋洋的单手 质疑着下巴 得以洋洋的挑眉 能有什么办法 谁让他脾气好性格优秀 长得帅 还有钱 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 傅杨熙看了眼 是将修修发来的信息 你说要掏笔钱把他打发了 钱给了吗 傅杨熙回复 给了 卡里打了十万 傅杨熙忍不住炫耀 又发过去一条 他这么喜欢我 脸上的开心 完全掩饰不住 我感觉应该不是 冲着小爷我的钱来的 打完这行字 傅杨熙扫了眼明熙 明熙脱了校服外套 乌黑的中长发下 是白皙纤细的 天鹅一样的脖梗 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 傅杨熙心理其实并不确定 但还是在好友面前继续嘚瑟 转班生穿着朴素 绝对不是个拜金的人 江修修的信息很快回过来 是不是还得蹭后见分晓 从小到大 我就没见过 因为你本人追你呢 乱见穿心 傅杨熙脸色立马黑了 切 就是极度小爷我 这一下午 相安无事 傅杨熙上课时 几乎全在睡觉 明熙可以放肆大胆的吸他 等傅杨熙打了个哈欠睡醒 都已经放学了 傅杨熙下意识 往旁边的座位看了眼 见座位空荡荡 转班生不知到什么时候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他皱了皱眉 还能不能好好追人了 这时 傅杨熙的手机忽然震动一下 他十分随意的看了看 宁伟号为XXXX的银行卡 刚才支出12000.00 宁伟号为XXXX的银行卡支出 23000.00 宁伟号为XXXX的银行卡支出 21000.00 傅杨熙脸色瞬间臭了 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还说不是涂塌钱 这分明就是涂塌钱 56000 还真是个败金女 看来发的信息的字数长短 以及内容都不能影响 嫩苗生长幅度 唯一能影响的 就只是第几次发 这样的话 看来他每天给傅杨熙 发三条信息就可以了 傅杨熙顶着洗完后 湿漉漉的红发 趴在傅氏公馆天鹅绒的大床上 冷冷地盯着手机屏幕 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了 他还真是低谷转班生了 十万块转班生 居然一次性给他全花完了 他倒是不在意这个钱 但是转班生 未免也太遭不出试验了吧 傅杨熙心里冒火 忍不住抬头看了眼挂钟 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又继续低头盯回手机 已经十一点半了 转班生怎么回事 要了他的微信 又不给他发信息 人家金主买了人 花完自己的钱 还能收获一声谢谢呢 他怎么什么也没有 就算是冲着钱来的 还能不能有点追人的诚意了 忽然 手机震动一下 微信对话页面 弹出来一条消息 傅杨熙顿时弹起来 手机一下子砸在他的脸上 另一边 宿舍 明熙靠在床头 想了想 发过去了一条 傅少 你把我屏蔽就行 发过去这么一条 对面并没回 明熙也没指望他回 迅速看了眼盆栽 果不其然 第一次都是威力最大的 直接就长出了半颗内牙 明熙顿时激动起来 也坐直了身子 对面没动静 明熙也不介意 又接着发过去一条 晚安 这次第五颗又涨了四分之一 这就是编辑递减效益 一天之内 同一件事的效果 都是一次比一次微弱 难怪今天下午 吸了他那么多次 都不行 明熙问系统 发的字数长短 会有影响吗 系统道 这个不知道 你试一下 于是 明熙用手 胡乱在手机键盘上敲打 发过去一条 按时机大锁 发生的卡死机的卡 是看得见爱神的剑 阿萨德静安 去剑是剑 大车安打土爱神的剑 就打开打卡 SDcast 大三考的萨克的卡 看得开卡萨丁 卡斯科的卡 SD卡斯科达的卡 SD卡克刀 可卡萨丁卡卡 萨克斯看大 看到卡萨丁 双卡双代卡卡速度快卡 但是看到 这次第五颗只涨了八分之一 看来发的信息的字数长短 以及内容 都不能影响嫩苗生长幅度 唯一能影响的 就只是第几次发 这样的话 以及内容 都不能影响嫩苗生长幅度 唯一能影响的 就只是第几次发 这样的话 看来他 每天给傅杨西 发三条信息就可以了 又收获了大半颗嫩牙 明熙喜滋滋躺下睡觉了 他才不会回家 回家去重蹈 上辈子绝症的覆辙吗 突然 他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赫样发来短信 明熙 明熙 沈丽瑶 晚上去你们家了 明熙愣了愣 和赵与宁是一个想法 沈丽瑶主动去赵家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赵宅 两小时前 赵母皱着没问赵家的司机 明熙还不打算回来 司机摇了摇头 道 没有 要不明天我去学校找找看 把他接回来 赵母心头也有几分恼火 算了 不用 不就是说了他两句吗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谁惯得他臭毛病 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司机也不好说什么 赵母一个人吃着味道一般的晚饭 发现没了明熙拿手的糖醋排骨 也没了明熙给他按捏肩膀 他心中一阵烦躁 才感觉家里略冷清 赵宇宁饭也不吃 也不知道生哪门子的气 回家来就去房间打游戏了 赵母忍不住上楼敲赵宇宁的门 你今天在学校见到你姐了吗 有没有问一下 他打算什么时候闹够了回家 赵宇宁想起 中午在食堂被明熙无视的事 脸色还很臭 没看见 我在高一 没事干嘛去他们高三那边 妈 你别来问我了 还不是你自己 把人骂得离家出走的 赵母被噎住 没辙 只好离开 等门外的声音离开后 赵宇宁关掉游戏 打开微信 他想不通 赵明熙这次至于这么生气吗 不给他带便当不说 还在学校把他当陌生人 理也不理 这是什么意思 还真的离家出走 要彻底和他们划清界限 而且 他中午都打算低头道歉了 是他先无视他的 那他现在给他发微信 岂不是很没面子 一而再再而三低头 可是 万一接下来他都不回家 以后都没便当了 怎么办 他皱了下眉 输入又删除好几遍之后 终于演一臂心一横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赵明熙 你中什么意思 他强忍住 又是自己先低头的不快 打算看看赵明熙是怎么回的 结果 猝不及防的 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你还不是他的朋友 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对方验证通过后 才能聊天 赵宇宁整个人都猛了 下意识就一个电话 给赵明熙拨了过去 但电话里很快传来忙音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微信和电话都被拉黑了 没过一会儿 房门就被扣响了 小少爷 丽瑶少爷来了 说有点事 夫人让您下去了 赵宇宁皱眉 只有先把被赵明熙拉黑的事情 放在一边 先下楼去 赵宇宁马上来到了客厅 就听见沈丽瑶跟赵母说话 伯母 我这次来是想说 关于赵元过敏的事情 赵明熙是无辜的 这话落下 他们三个人当场惊呆了 富士太子爷 收到了转班生的摩斯密码 由于他太笨 去百度搜索才知道 代表我爱你 我想你 不需要回应 明熙正在睡觉 有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他大哥赵站怀 伸手拿起手机接了起来 大哥刚刚才知道 之前圆圆那件事 好像是他身边 那个朋友不小心 是大家错怪你了 大哥给你道歉 不过你受点委屈 就离家出走的习惯也不好 看把妈气成什么样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大哥去接你 明熙没有回答就挂断了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偏心呢 随后便收到了大哥的信息 明熙直接把他拉黑了 他的世界终于清静了 赵站怀这边 一直没见明熙打过来 也没收到他回复的短信 对脸上出现了点愧疚的赵母道 都晚上十点多了 他可能睡了 赵母脸上虽然愧疚 但嘴上扔得礼不饶人 家里也没人怎么怪他 只不过说了两句 即便圆圆过敏 和他没关系 他也不能只顾着和我们闹脾气 却不担心圆圆啊 赵与宁看赵母愧疚 和怨怒交加的神色 心底出现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这件事 明明不是明熙的错 明熙有理说不清 但是全家人 却仍然在第一时间 怪到了他头上 而且在沈丽瑶解释清楚之后 赵母也还是埋怨 明熙不懂事 如果这种极度偏心 向另一个人的情况 偏心 16岁的赵与宁 第一次惊觉这个字眼 第二天 明熙一边洗漱 一边拿出手机 给傅杨夕发过去一个句号 到吃早餐的时候 明熙看了看手机 过了这么久 傅杨夕都没有回复 看来应该是真的 把自己屏蔽了 系统声音响起 你单方面给他发消息 不管他回不回 都会被划分为 结交此时矛人物 从而能蹭到点气云 这简直正如明熙的意 他放心下来 以后随便发什么 都无所谓了 于是 明熙又简单粗暴省事的 连发了两个句号过去 这样一来 今天的三条微信 算是达成任务了 与此同时 傅杨夕这边 收到了明熙的三个句号 他可是熬了一晚上都没有睡 一直在等明熙发过来消息 傅杨夕深刻怀疑 自己是不是零点二可冲浪 否则为什么完全搞不清 转半生到底在发什么 跟摩斯密码似的 他竭力想让自己不去理会 但还是忍不住打开百度 开始搜索三个句号代表什么 很快他看到 其中有一条回答 在浪漫的爱情小说里 有一个秘密 三个句号代表我想你 我爱你 不需要回应 这是属于我的秘密 这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秘密 转半生是这一次 傅杨夕很怀疑 还真是花样百出 面对傅氏太子爷的难搞 他考虑 要不要跟百分之二回暴力的 江秋修作同桌 明熙搬着自己 昨天买的东西 一进国际班的教室 就发现自己的桌子 连同桌子上的课本 全都被搬到了最后一排 明熙万万没想到 傅杨夕居然这么小气 亏他又给他带了蛋糕 他昨天以为傅杨夕所说的甜品 换一下午是说说而已 总不至于第二天 把自己强硬赶走 结果没想到 他还真的就这么小气 明熙愣在原地 整个人都不好了 柯承文打着哈欠走过来 西哥一向迟到早退 这会儿还没来 他估计 你今天就不会主动 去找班主任换座位 所以先让我们 把你座位搬走了 还有 今天是你执 话还没说完 柯承文看见明熙手上 拎着的和昨天一样的甜品 立马眼睛一亮 嘿嘿 反正西哥你是追不上的 你要不把这个给我吃 我帮你承包一学期的值日 明熙已经吃过早饭了 本来就是带过来 打算给傅杨夕的 但是自己座位 都快被搬到垃圾桶里去了 他忽然就不想给了 那给你吧 擦黑板交给你了 柯承文双手接过甜品 对明熙的好感度瞬间up 而且立刻熟络起来 转班生 你明天再给我带一份 我把西哥家地址给你 明熙问系统 知道傅杨夕家地址 嫩牙会生长吗 不会 除非能去他家玩 想想就知道 自己进不了傅家的门 明熙也就懒得 知道傅杨夕家的地址了 摆了摆手 去最后一排坐下 道 不必了 柯承文愣了 咋回事 这就心灰意冷不追了 他和傅杨夕坐同桌 好像的确麻烦是有点多 这位沙马特性格有点炸 日后还不知道 会不会被他找查 有2%回暴力的江修丘 似乎还因为感冒没来 想办法和他坐同桌 不知道会不会容易点 正在明熙思考着这些的时候 傅杨夕凑着一张俊脸 脖子上挂着耳机 双手插兜 从班级后门处进来了 他没睡好 整个人都奄奄的 红色的短发 因为没来得及吹 不似平时那么刺吻 反而十分服帖 衬得他肤色白皙 五官精致 他往日进教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趴到座位上开始补教 结果不知为什么 今天他第一件事 就是视线下意识地 漫不经心地 落到了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位置 这回转班生不吵也不闹 直接坐在最后一排了 他正安静地坐着 头也不抬 校服背影先戏犯着清晨的光玉 傅杨夕视线很少落在女孩子身上 以前他眼里 男生女生都是无性别生物 这还是第一次 他发现女生的身影 原来真的比男生要薛瘦很多 是不是因为太穷了 没什么好吃的 那么似乎 因为需要钱而接近他 也没那么不值得原谅 算了 不关他的事 傅杨夕收回视线 脸色乌云密布地 回到自己座位上 他走过去时 发现柯承文低着头 躲在客桌下面吃什么 傅杨夕走过去问道 早饭没吃完 柯承文整个人一抖 头更加低了下去 傅杨夕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后就看到了柯承文护轮塞进嘴里的甜品 傅杨夕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拜金女不是说好的追她的吗 即便是冲着前来 也不该中途转移目标 怎么这么随便啊 早上还在给她发什么秘密不秘密的 一到教室来就给别人送甜品 她好浪荡 明熙一系列的举动 已经成功感动了傅杨夕 但是她还想蹭到更多的器语 傅杨夕一把拽住柯承文的衣服 你给她钱了 跟她说话了 柯承文老实回答 说了 说什么 柯承文道 我问她要不要你的地址 她说不要 傅杨夕快气死了 她觉得自己头顶好绿 戴上降噪耳机 转身就踹开椅子很重的坐下 满头无名怒火 无处发现 正在这时 她又脚好像踹到了什么东西 傅杨夕恼火的低头一看 一个箱子 傅杨夕黑着脸问柯承文 你的东西 柯承文连忙道 不是啊 我看转班生 一大清早扛着过来的 见傅杨夕脸色难看 柯承文赶紧将功补过 凑过去撅着屁股把箱子打开 嘿嘿 希哥 说不定是送给你的礼物呢 小爷不谢 土包子能送什么 一箱子土豆 傅杨夕冷冷的这么说 眼神还是瞟了过去 然后她就愣了一下 好多东西 一个折叠的人体工程学椅 还有一个皮卡丘暴枕 然后还有薰衣草香薰什么的 角落里还看到塞了几瓶眼药水 怪不得 这人体工程学椅 就得好几万块了 她全都是给她买的 傅杨夕整个人的脸色 由音转情 咳了几声 都是些什么娘了巴基的东西 柯承文把人体工程学椅 从盒子里拆开 取代傅杨夕之前的硬椅子 一屁股就要坐下去 希哥 我给你试试 傅杨夕揪住她后衣领 一下子把她丢了过去 剁了你屁股 傅杨夕坐上去 虽然并没感觉 和硬凳子有什么区别 但她觉得 既然是转班生挑选的 应该不错 其实以前都没有人 对她这么用心过 傅杨夕已经彻底原谅转班生 今天给柯承文送甜品的 浪荡行为了 而且现在她觉得 让她成为她同桌 也没什么不行 明希高兴地问系统 这盆栽 一共能长多少嫩苗 系统到 999颗 见明希一瞬间 快要崩溃的神色 系统又赶紧到 不过基本上 种到500颗的时候 你的反派命运就会消你 再继续种的话 你的气运还会反超赵月 明希这才稍微 重拾了点斗志 想了想 还有什么办法 能蹭多一点气运呢 傅氏太子爷 第一次打听 这个女生之前有什么朋友 有什么爱好之类的 傅杨夕脑补了一整节课 转班生早上兴高采烈 来给自己送礼物 结果看见自己 把他桌椅连通课本 全都搬到角落里去了 如同被泼了一盆 冷水的心理路程 这样想着 傅杨夕就批了明希一眼 完了 他是不是有点伤人 而这一天 国际搬全搬 惊恶的目睹 傅氏太子爷三年来 第一次 第一节课 没趴在桌子上睡觉 而是去看了 人家女生 一整节课 A中第一大奇迹 发生了 他瞪着明希 看了一上午 也没等到他主动 说要搬回来做 不禁有些气闹 还有些委屈 中午午休时 见到角落里那个位置 没有人 傅杨夕将耳机摘下来 问道 转班生人呢 柯承文道 好像去找他 那个普通班的朋友了 他靠着墙 拿了一本书 红发又炸了起来 对柯承文懒洋洋的道 你有没有办法知道 转班生转过来之前 都有什么朋友 有什么喜好 总之就是事无巨细 能不能打听道 柯承文非常的震惊 这还是他认识 希哥整整三年 头一次见希哥打听谁 而且打听的 还是个女的 柯承文忍不住 凑过去小声问 希哥 你不会真的 对他来兴趣了吧 傅杨夕捶了他一下脑袋 极度嫌弃 没少挑起 来兴趣个屁 谁知道 会不会是那边 派来盯着我的眼线 一个不小心 揪着我的把柄 分割我财产 柯承文想了下 觉得有道理 那我去打听一下 说完 柯承文偷偷看了傅杨夕一眼 有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他还是忍不住提醒 哥哥 叔拿倒了 傅杨夕生气急了 把叔一扬 滚 他终于果断的 跟家里人断绝关系了 再也不想重蹈上 辈子绝症的覆辙 明希来到了贺阳班门口 这辈子 明希不想再和沈丽瑶有所接触 也就不想自己去还笔记 他发了条短信给贺阳 让贺阳帮自己一个忙 然后明希的字迹 写了张纸条 乐小夏的事情 谢谢 他准备夹在笔记本里 但是手指一顿 想了想 好像又多此一举 郑重其事 等下又让他误会他 死皮赖脸了 这样想着 明希将纸条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里 他这辈子 可不能再恋爱脑了 中午放学后 沈丽瑶一直留在自己座位上 眉眼眼冷 继续倒腾他那电路板 叶博喊他去吃饭 沈丽瑶抬头看了一眼 你先去吧 叶博挠了挠头 呕了一声 往教室外走 就见到贺阳拿着笔记本走过来 贺阳进去 把笔记本放在他的桌面上 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变 怎么是你送来的 贺阳头也不回道 明希看完你的笔记 就借给我了 我顺便送过来了 怎么了 沈丽瑶眉心一下子猝了起来 以前他绝不会 托别人送来 这次到底怎么了 叶博站在教室外偷偷地看 等恶小夏走了 他又走了回去 叶博忍不住提起听到的事情 赵明希今天给国际班的复阳希 买了好多东西 简直无微不至 姚神 他这是不是故意的 是想接你主动去找他吗 沈丽瑶冷冷道 我干什么要主动去找他 我又不喜欢他 叶博道 对呀 他不来烦你我都求神拜佛了 虽然他做的甜点和便当很好吃 但是太他妈耽误你前途了 我还是不希望他来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这话说完 沈丽瑶脸色又黑了一点 与此同时 傅杨希一直想着 转班生跑哪去了 还不回来 看了看时间都十二点五十了 吃个饭也该吃完了吧 明希去买点资料书 忽然见到赵宇宁 正和一个打着耳钉 看起来就不是什么 好学生的外校生勾肩搭背 赵宇宁身边的混混皱眉道 诶 你姐不会又要训你吧 之前赵明希撞见过他们逃课几次 每次他都过来 把赵宇宁揪回学校去 混混几乎都快认识他了 他却见对面的赵明希 已经收回视线 直径走过 赵宇宁却看着赵明希的背影 整个人都将在原地 脑袋嗡嗡响 赵明希见到他和这些混混玩在一起 居然就这样漠不关心地走开了 这比他被拉黑 还让他不敢置信 赵宇宁急急匆匆追着跑过去 追得气喘吁吁 拦在他面前 姐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消气 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冷战吧 你连我都不理了 把我拉黑 刚刚看见我也跟没看见一样 明希停住了脚步 他不懂 到底什么是小事 什么才是大事 为什么赵家每个人 都是这么一句为了这么点小事 明希决定把话说清楚 他转过身来 看着赵宇宁 我没有和你们冷战 我就是以后都不打算回去了 赵宇宁愣住了 完全没反应过来 睁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明希道 两年前我没来之前 你们一家人挺好的 我来了很多鱼 我希望划清界限 回到两年前的状态 这两年 你们家为我花了一些钱 我算了一下 大概十三万 我欠你们十三万 我会慢慢还 所以麻烦你回去 和你家里人说一下 请给我一些时间 不要天天来催债 赵宇宁纵然想破脑袋 也没想过 明希居然是这么想的 气得眼睛都红了 什么债不债的啊 你是我们家的人 好不容易找回来了 谁要你还债 明希无言地看着赵宇宁 没办法和他解释上辈子的事情 他也懒得和他吵 麻烦你把我的话带到 反正话已经说清楚了 明希转身就上楼了 赵宇宁满脑子都是很荒谬 一方面拼命安慰自己 赵宁希说的只是气话 管他回不回 不回拉倒 等到时候 他看见大家都不管他了 肯定得眼睛哭肿了回来 但另一方面 他看着赵宁希 显得很冷淡的背影 想到刚刚的是 他完全不再关心她 心里又涌出恐慌 万一赵宁希说的是真的怎么办 赵宇宁还真从来没想过 赵宁希会真的离开这个家 并再也不回来 今天大消息 傅氏太子爷 竟然会为了一个转班事而吃醋 方才他和明希站在教学楼下 去操场上体育课的赵宁就看见了 结果朝着赵宇宁走过来 怎么了 你去找明希了 你们说什么了 赵宇宁看了眼赵宁 赵宁希他说 赵宁希话说到一半 却没继续说 他难不成真的要转述赵宁希的那些气话 万一妈听了气道了 岂不是更加激化家庭矛盾 而且到时候 说不定赵宁希回心转意呢 算了 没什么 说完转身离开 却被赵宁希拉住了胳膊 赵宁半开玩笑道 你们说了什么都不能和姐姐说吗 现在你们都对我有秘密了 赵宁宁烦躁极了 说了没什么 你别问了 好烦啊 他心中正烦 压根没心思去回答赵宁希的问题 赵宁希看向他离去的背影 不敢置信的愣在原地 赵宁希从小到大和他一块玩 宛如他的根屁虫 从来都是他说一 他不会说二 但现在赵宁希居然因为赵宁希说他烦 他拿着书上楼本打算快速回班上 还能趴在座位上再休息一会儿 结果就在楼道口 看见了孔佳泽和沈丽瑶 今天中午自己是犯太岁吗 怎么净状件不想见的人 孔佳泽是隔壁公立中学名气很大的校花间学霸 会跳芭蕾和沈丽瑶一块参加过竞赛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孔佳泽一眼就看见了他 微微皱了皱眉 孔佳泽忽然靠近了一步 笑着轻轻搭住沈丽瑶的手臂 姚神 你们班今年会派哪些人参加 能透露点消息吗 沈丽瑶立马推开了他 迅速退了一步 这时 他看见了明熙 明熙立马反应过来 应该是最近的百校联赛 下一秒 从他身边经过 头也不回的 往前走 联赛最重要的 还是为了沈丽瑶吧 妈爷 好尴尬啊 以后换另一边楼梯上楼 突然 沈丽瑶叫住了明熙 他尴尬的回头 啊 你们继续 我先进去了 没想到沈丽瑶意外的开口 下次不要再让赫阳送笔记 他回答得很果断 知道了 不过 我以后都不需要借你的笔记了 沈丽瑶醋梅 国际班进度和普通班不一样 你确定你能跟上 他语气依然坚定 那我可以找国际班的朋友姐 反正你放心 以后每周二 我不会去麻烦你了 为了让自己吃醋 去招惹别人 万一甩不掉了怎么办 他冷哼一声 国际班的朋友 傅杨熙 明熙愣了几秒 他高中三年 写过一个字的笔记吗 成绩又不好 给他百孝联赛申请表 填好了周六给我 我一起提交上去 看看是否能入选参加 他知道自己不会入选 还是说了一声谢谢 沈丽瑶咳了几声 有些害羞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 这周末图书馆 我可以给你补习联赛的范围 他吃错药了 还是出于同情 不过无所谓 明熙拒绝了 直接走进教室 沈丽瑶有点生气 随便你 不来更好 我刚好也很忙 国际班内 傅杨熙一直死盯着在外的明熙 和沈丽瑶 他感觉内心无比的烦躁 柯承文开口 希哥别盯了 人进来了 傅杨熙戴上了降噪耳机 拿过一本语文书装装样子 实则一直死盯着他 明熙却直经路过 没有理会他 傅杨熙有些失落 他竟然一整天都没有来找自己 生气的扔掉了书本 问到和转班生说话的那人谁啊 以前认识的朋友 柯承文一脸惊愕 朋友 传过百转千回 轰轰烈烈绯闻的朋友 他要是说 希哥可能就是个被用来 让人吃醋的工具人 那还得聊 可能明天就要 带着炸药包来学校 他开始绞尽脑汁的思考 怎么才能宛如无事发生一般 碰到傅杨熙的身体 柯承文心虚的开口 希哥 你要不直接让人 把他桌子搬回来得了 傅杨熙没烧警告性的挑起 柯承文还没意识到危险 省得这么扭着脖子盯着看 等下都得颈椎病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 傅杨熙暴躁打了一下他的脑袋 是他想炮我 又不是我想 炮他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想让他搬回来做了吗 柯承文脖子一缩 赶紧顺着他的话道 对对对 傅杨熙毛都炸了 他一上午不爱烦我 小爷 我睡眠都变好了 傅杨熙臭屁的冷哼一声 听着柯承文继续拍马屁 要我说 都是转扳生态 不识抬局了 居然还想跟你玩 欲擒故纵这一套 下一秒 眉头却又皱了起来 你怎么说话呢 我一大清早 把他桌子给扔走了 他伤心一会儿 也情有可原 你别小人知心度 别人小女孩的腹部 欲擒故纵 这话说得多难听 柯承文无奈地摊起双手 Fine 都是他的错 男人 生存好难 上课时间到了 傅杨熙忍不住又瞥了他一眼 他怎么还坐得住呀 哼 小爷才不会主动开口呢 灵溪看了眼 自己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进展 停滞在七颗嫩苗的数量的盆栽 心里也有些担忧 傅杨熙很讨厌我 不愿意和我做同桌 你还有什么办法 能一次性让气运多增加一些 系统问 你看小说时 最让你感到身心愉悦的part是什么 明熙想了下 那自然是男女主发生身体接触时候 系统道 对了 你现在做的事更像是小弟 但如果不只是小弟呢 明熙瞄懂 和名单上的人有肢体接触 能增加更多气运 明熙开始绞尽脑汁的思考 那如果我抱到傅杨熙 请到傅杨熙 是不是气运一大堆的来 明熙拍了几下脑袋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呀 他要是真这么干了 恐怕结局就是 十七岁足于傅杨熙拳头之下 系统怂恿到 你试试看 碰到他皮肤嫩牙 会生长多少 碰一下 应该不会被打吧 绕了这么一圈下来 看来还是得和傅杨熙成为同桌 不知道是不是明熙活下去的欲望太强烈 老天都听到了 班主任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居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傅杨熙转头对柯承文说 去看看老班找他什么事 柯承文起身不情愿的嘟囔几句 这么关心人家自己去啊 办公室 柯承文探出了脑袋 听见老师问明熙 你刚转过来 是不是不太适应 明熙赶紧抓住机会摇头 不太适应 那里离黑板太远了 明熙话很少 一双眼睛乌黑 发丝柔软乖巧 班主任对他印象很好 问他 那你想换哪 明熙犹豫了下 好像就只剩下傅杨熙旁边有位置了 就让我坐那吧 偷听的柯承文惊呆了 赶紧跑回国际班教室 西哥 转班生刚刚向班主任提出要当你同桌了 模仿着明熙的语调 轻轻软软软的对傅杨熙喝气 就让我坐那里吧 傅杨熙人也不错 傅杨熙这下彻底不困了 他抓起一本书向他砸过去 滚滚滚 傅杨熙烦躁的抓了下头发 脸上竭力装作恼怒和愤怒 科尔根却克制不住的红 转班生什么鬼 怎么这么黏人的紧 一天都绷不住 上午没见他有所动作 还以为他死心了 结果下午又偷偷找班主任 他真的好粘然 明熙从办公室回来 班主任从后面冒出脑袋 冲着傅杨熙到 你让几个人帮赵明熙把座位搬回去 别欺负转班生 班上的小弟们都看向傅杨熙 傅杨熙不说话 他们不敢搬 傅杨熙抱着手臂 翘着腿 不服气的与班主任对视 脸色很臭 心里却捉急 这群人怎么回事 班主任的话都不听了 转班生主动要求 又坐回了傅氏太子爷的身边 上课还给他传纸条 他看着一脸高兴的转班生 忍不住想 这么粘人 以后可怎么办呀 班主任气得脑壳腾止着大喊道 还不快去搬 小弟依旧没人动 傅杨熙皱着眉 一脸的心不甘情不怨 嘟囔道 给班主任一个面子 那就搬吧 三个小弟立刻见状 就去搬了 桌子慢慢搬到傅杨熙的旁边 就这样 片刻后 明熙坐回了傅杨熙身边的位置 悄悄往旁边看了傅杨熙一眼 上课时间到了 班上喧闹的气氛 也不得不静了下来 明熙忍不住又偷看了一眼 正在睡觉的傅杨熙 该怎样不经意和傅杨熙 产生肢体接触呢 下一刻 明熙伸出一个小手指 想去触碰她的脑袋 却发现她的耳根触红了 马上收回了手 明熙估计是被气的 她被逼和自己坐在一起 应该快气死了 她琢磨着 可能因为这一出 傅杨熙更加讨厌自己了 这可能 对以后自己接近她产生影响 于是写了张纸条 对不起 班主任安排的 我也是事先不知道 明熙用了她小小的心眼 班主任正在讲台上讲课 瞬间打了一个鸭体 明熙在心里暗暗的道歉 对不起 班主任 傅杨熙趴在桌子上 心里烦躁得很 她会不会找我讲话 那我一直这么睡着 她岂不是没机会了 不然我还是坐起来 傅杨熙转了一下头 就看见那只玉白鲜长的手指摁在纸条上 小心翼翼的轻轻推过来 这么等不接 刚搬过来 就给我写纸条 小爷魅力果然无敌 扫了一眼纸条上的内容 傅杨熙的嘴角 就忍不住开始上窍 哼 明明是主动找班主任 要求换位置 居然这么说 我懂 少女暗恋总是失码 傅杨熙冷哼的用左手质疑着脸 右手飞快在纸条上刷刷写了两笔 然后揉成一团丢了回去 因为没看那边 一不小心没丢准 丢到了赵明熙桌子又上脚 糟糕 不小心被老师发现了 仿佛老师将要过来 傅杨熙立刻伸手去拿 赵明熙看了她一眼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自己也装作剪纸条 可以和她的手指若无其事地碰到一起 不知道能长几颗嫩苗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明熙立刻也伸出手去 两人手指果然碰到了一起 傅杨熙手指冰冰凉凉 立刻感觉到女孩子的指腹反而柔软温满 她触电一样 恼怒地缩回了手 低声质问 你干什么 明熙也小声道歉一句 对不起 随后明熙把纸条展开 傅杨熙只在上面写了两个字 冷冰冰的随便 明熙松了口气 看来傅杨熙虽然不太乐意 但是也懒得为了这件小事 和班主任再大闹一顿了 这样一来 事情总算有了进展 她可以安心坐在这个位置了 随即明熙抬眼 立刻就发现 她的盆栽蹭蹭地 一瞬间生长出新的五颗嫩牙 加上原先的七颗 一瞬间变成了十二颗 什么情况 第一次的碰一下手 就能长这么多 明熙恨不得 把名单榜前排的人物 挨个摸一下手 傅杨熙继续用书挡着脸 用余光看见明熙眼尾 弯弯地毫不掩饰 她脸色顿时也一红 心脏砰砰砰跳起来 至于嘛 只是摸到了她的手 又不是泡到了她 有这么开心吗 好年人 以后可怎么办 她一心一意 只为蹭气月 傅氏公子哥 却误以为她喜欢她 这几天 明熙借着发作业的机会 接触了别的同学 积少成多 也长出了一颗嫩牙 课间悄悄拿着小镜子 去走廊角落 摘下口罩看了眼 痕迹果然浅的 几乎看不见了 而且不知道 是不是她的错觉 她感觉 自从自己开始蹭气韵 头发就越来越有光泽 皮肤也越来越白嫩光滑了 系统得意到 正面气韵就相当养分 你只会越来越好看 明熙戴上口罩 按照现在这个进度来看 估计攒到 二十颗小嫩牙的时候 她就可以放心地摘下口罩 并再也不用戴了 柯成文走过来时 就发现 傅杨夕散漫的 支一针脑袋 视线落在窗外 她顺着傅杨夕的视线 看了眼 砸嘴道 转班生也是惨 听说本来就长得不咋地 去年转学过来之前 还脸部受伤 最近笑话评选 她妹妹赵月 又是票数最高的 她应该多少有点自卑吧 话说到一半 看了眼傅杨夕 凉嗖嗖的脸色 柯成文赶紧找过 但是转班生 胜在性格好啊 你看刚来班上两天 又是给我们送甜品 又是送小饼干的 大家都挺喜欢她的 我们 傅杨夕成功找到了重点 回想今天早上 赵明熙给她带来的饼干 小声问她吃不吃 她冷哼了一声 什么烤得乱七八糟的饼干 但她以为那是赵明熙的早饭 自己吃了她恐怕不够 可谁知转身 她就分给班上其他人了吗 傅杨夕冷冷瞧着柯成文 肉眼可见的不大高兴 给我们送甜品和小饼干 我们是谁 柯成文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子 叫自己多嘴多舌 等一下以后 都吃不到赵明熙做小甜点了 就几个组长 转班生刚来 这样也可以帮她尽快融入吗 傅杨夕若有所思 也是 小甜厨子很会为人处事吗 刚好和她取长补短 以后家里外交不用愁了 出乎柯成文意料的是 傅杨夕居然没有再问 而是喜滋滋的质疑着脑袋 继续去盯窗外去了 明熙刚走进来 就听见有几个女生 在讨论校花评选和百校联赛的事 明熙经过一个男生的身边时 她忍不住瞟了几眼 这转班生就是赵苑的姐姐吧 跟赵苑完全没得比 见她坐下来 开始填百校联赛的申请表 惊讶到 你也要参加吗 嗯 想试试 那男生觉得 她有点不自量力 没有明说 而是戏学道 对了 你脸到底怎么了 能不能摘下口罩给我们看看 你妹妹长得好看 成绩还好 你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另一个女生也道 对啊 还不知道你长啥样 明熙看出了男生的不怀好意 不想理会 能长什么样 还不是两只眼睛一张嘴 这时 眼前忽然就飞过一个笔带 哐的一声 砸到了开玩笑男生的脑袋上 傅杨夕用一种 你当我死了的冷脸 盯了她一眼 烦不烦 一天到晚 就你们有嘴巴巴巴 吵死了 那男生脸都下白了 顿时不敢说话了 把笔带捡起来还给她 对不起 女生也受到惊吓 赶紧埋头走了 明熙诧异的看了眼 自己的同桌一眼 见明熙不说话的盯着她 傅杨夕不自在起来 脸都有点红了 小声嘟囊 别得意 我又不是帮你 他们吵到我了 明熙忍不住笑了下 谢谢 傅杨夕不好意思的趴了下去 恼怒到 说了不是帮你 她对傅杨夕的印象提高了一点 她发现 这位虽然嘴巴说话难听 但是好像并不像她以为的 那么难以相处 傅杨夕用余光撇她 见她安安静静 听到刚刚那些话 她一定很难过吧 她对傅杨夕的印象 终于重复一千提高了一点 她发现 这位虽然嘴巴说话难听 但是好像并不像她以为的 那么难以相处 傅杨夕用余光撇她 见她安安静静 却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刚才去走廊照镜子 说明她 还是很在意她的脸的 听到刚刚那些话 她一定在强忍泪水 傅杨夕抓了抓头发 心里也莫名有点烦躁 可她没安慰过人啊 过了会儿 快要填完申请表的明熙 冷不丁听到傅杨夕问 你觉得我帅吗 这白痴的自恋毛病又犯了 不过老实说 这位太子爷 确实长得无可挑剔 俊美的眉眼 高挑的身高 还自带笑霸BGM的气场 是好看到 无论谁都想多看两眼的程度 当然 A中没人敢盯着她看 因为才多看一眼 她就要抱走了 明熙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配合得很诚实 帅 傅杨夕哼了一声 继续撇着她 那就得了 傅杨夕解释了一番 因为我帅 所以我交女 突然顿住 咳了几声 我交朋友 我认小弟 都不在意 对方好不好看 反正再好看 也好看不过我 傅杨夕洋洋得意 拍了拍她的肩 所以 你大可放心 我不在意你没丑 明熙无语极了 真是谢谢您了 瞬间就觉得被安慰到了呢 因为笑话评选的事情 在班上叽叽喳喳了一天 所以晚上打算吸气睡的明熙 就随手点开论坛看了一眼 结果非常非常意外的是 发现自己也入围了 当然 目前排名落在最后 但令人震惊地势 居然有了45票 戴着口罩的照片 也能参选 投稿的人是瞎了 还是在玩它 果不其然 论坛里很多外笑声 都在震惊地问着谁啊 戴口罩的照片 也能参选 明熙 估计是恶小夏之类的 哪个讨厌她的人在恶狗 她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 于是也懒得拐 而这一边 柯成文和一群小弟 正熬着熊猫眼 被急性子傅杨熙 催促手速再快一点 多换几个账号来投 一群人怨声载道 痛骂周八皮 本来以为有了嫂子 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 却没想到 这么痛苦不堪 第二天 沈丽瑶打完篮球 回教室时 听到有人议论 赵明熙入围了这次笑话评选 都20名了 她皱了皱眉 掏出手机看了眼 果然赵明熙 已经飙升到第20名了 沈丽瑶是知道 赵明熙长得很好看的 两年前刚见识 一开始的沈丽瑶看了眼她的入学成绩 只觉得与她说话 是在浪费时间 见到她就绕道走 但这两年她很努力很努力 不知道费了多大兴许 才一步步爬到普通班前五名的成绩 其实她也没那么差 她努力起来无人能敌 沈丽瑶漫不经心的垂着眼 随手也往第20名投了一票 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名字 像是赵明熙的声音 她停下了脚步 勾了下唇 用冷冷轻轻的表情回过头去 结果却见到是一个高二的学妹 那女孩急匆匆跑过来送矿泉水 沈丽瑶表情立马变了 变得很烦躁 她前世付出真心对待家人 但因没有女主气韵 被当作用尽心机 抢夺宠爱 受尽了冷落和偏心 重生后 她将全部的乐运还给他们 沈丽瑶刚打完篮球回教室 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名字 像是赵明熙的声音 结果回头见到的是一个高二的学妹 那女孩急匆匆跑过来送矿泉水 沈丽瑶表情立马变了 变得很烦躁 她没有理会就上楼了 一个星期都没见到过赵明熙 沈丽瑶终于意识到 她是真的在有意避开她 到底为什么呢 他们俩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恶小夏看向赵苑 丽瑶哥该不会是想找赵明熙吧 这话一出 赵苑的脸色突变 恶小夏立马改口 我瞎说的 她醋眉 听说她也参加了笑话评选 恶小夏小声巴结道 她才五百多票 你三千多呢 她冲不上来的 说着 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高兴的 拿给赵苑看了一眼 你看 丽宁还打算 悄悄给你准备礼物呢 让我别告诉你 赵苑扯了扯嘴角 脸色缓和下来 我也不缺什么 让她随便送吧 恶小夏都羡慕起来 如果我也有这么个弟弟就好了 赵苑笑了笑 心情好多了 我大哥要来接我了 下周见 另一边 明熙背着书包 准备回宿舍 就看见了接她回去的赵战怀 和赵丽宁 明熙不冷不热的语气 你们怎么来了 赵战怀走过来 视线落在明熙身上 这么久不见 简直出乎她的意料 她眼圈没红 也没消瘦 甚至看起来 头发更加有光泽 眼神也更加清明了许多 她决定不和小孩计较 我们边走边说 我带你去吃火锅 明熙非常不耐烦 那是赵苑喜欢吃的 我并不喜欢吃火锅 赵战怀也在耐着性子讨好 那就吃别的 还有下周妈和圆圆生日 那之前 你肯定得回家吧 别耍小镜子了 明熙看了赵羽宁一眼 看来 你没转达我的话 赵战怀也看向旁边的赵羽宁 什么话 赵羽宁脸色顿时有点难看 她以为大哥来了 明熙的态度会松动 但怎么还是这样 还是对他们这么冷硬 明熙突然将身后的书包摘下来 从里面掏出一张薄薄的相片 递给赵战怀 赵战怀猝着眉眉间 照片要好好保存 你拿出来干什么 于是明熙只好揉成一团 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她做这件事时 她身上应该没有其他的女人家的东西了 她带出来的书包 衣服 都是奶奶给她的 赵战怀在温和 也要生气了 声音压得很低 你就这么把全家人的照片 揉成一团 直接扔进垃圾桶 在你眼里 我们一家人算什么 明熙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 不就是一张复印的照片而已吗 至于吗 赵战怀猛然觉得 这话似曾相识 她突然想起 明熙刚来赵家不久 身上带着几张复印的 她以前生活的小镇 和她奶奶的照片 明熙只肯拿出一张让他们看 他们看完之后 最后也不知道落到了赵月 还是赵羽宁手里 忘了还给明熙 后来就不见了 当时明熙第一次哭着 和他们吵架 他们也是这句话 不就是一张复印的照片而已吗 你还有很多张 至于吗 赵战怀脸色非常难看 心里却被刺到 说不出话来 她看向赵明熙 而明熙已经转身下楼了 赵羽宁彻底慌了 大哥 怎么办 赵战怀问 明熙让你转达的是什么 她心头更加发慌 她说要彻底断绝关系 赵战怀心烦意乱 她看了眼赵羽宁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先回家 我跟上去找明熙好好谈谈 赵羽宁六神无主 只有道 好 傅氏太子爷对小口罩打抱不平 决定替她出了这口恶气 傅杨熙从后门走出来 一扭头 看见赵明熙正从两个男的面前离开 那氛围看起来很糟糕 她下意识地走过 处在那里的那俩傻逼谁啊 柯承文一把把她拽回教室门框后 低声道 别人家的家事 西哥你掺和什么 傅杨熙很快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她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想到前不久 被她砸笔袋的那人说的话 敏锐地推测道 小口罩她家里人 该不会也是偏心吗 傅杨熙心头蹭蹭冒出三把火 她家里人是都没长眼睛吗 是都觉得 那什么笑话比小口罩好看 成绩更好 所以偏心 傅杨熙怒道 小口罩不甩 那什么罩愿一百倍 柯承文拍马屁时赞同 我也觉得 傅杨熙突然看到 椅子上面有一个篮球 随手拿了起来 走出教室 她得替小口 照出了这口恶气 来到了窗户旁边 拿起篮球就要砸下去 柯承文瞬间拦住她 这好歹是转班生家里人 砸坏了脑袋不合适吧 傅杨熙嘟囔道 也是 我砸是不太合适 以后还怎么相处 柯承文刚松了一口气 傅杨熙就把篮球往她怀里一推 你咋比较合适 很大力地从上飞下 不偏不倚砸在赵宇宁脑袋上 砰的一声 赵宇宁脑袋都差点被弹飞出去 她起了个大包 愤怒至极地扭过头去 谁 过了会儿 柯承文走了出来 大摇大摆地撞了下赵宇宁的肩膀 过去捡起篮球 赵宇宁整个人都莫名其妙 冲着柯承文大吼 你们高三的有没有素质 傅杨熙站在楼上很烦怒 你们对小口罩这么区别对待 居然好意思 讲素质 傅氏太子爷 果真是妥妥的恋爱脑 看见转班生每天给自己填品 决定给他送一份神秘的礼物 随后就来到了傅氏商场 给他买了一大堆春夏秋冬的衣服 赵站怀到了宿舍楼底下 被值班的阿姨拦住 男性家长不能上去 除非让学生下来接 赵站怀想起来 自己已经被赵明熙给拉黑了 他无奈道 我找我小妹 叫赵明熙 高三国际班的 他没带手机 阿姨的眼神变得有些怀疑 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 你送你家小孩来住校时 应该有登记和签名吧 你记得 你签的哪页吗 我核对一下你就能上去 赵站怀有些心虚 他一个人来的 没人送 阿姨眼神顿时变得犀利 你是想混进女生宿舍吧 这可是高级私立中学 哪家会让自己孩子一个人来啊 赶紧走 见他还不走 阿姨扫帚都抄起来了 赵站怀心里却不太是滋味 原来别人家的小孩 都是有人送啊 明熙第一次进家门时 眼底的憧憬和期待 和方才在教学楼 不带感情色彩的扔掉照片 这两幕重叠在他眼前 他才陡然惊醒 这些令人失望的小事 在这两年内 到底是重复了多少遍 几百遍 几千遍 以至于让两年前高高兴兴 来到家里的明熙 变得对他们一家人如此失望 晚上赵家四人在一起 吃晚饭 唯独少了明熙 赵母把碗筷的一放 朝赵站怀皱眉道 你今天没去他学校吗 赵站怀感到一阵头疼 若无其事的家菜 去了 赵媛这才知道 大哥没去接自己 反而是去找赵明熙了 赵站怀继续说道 明熙说他最近要准备百校联赛 想要抓紧时间学习 就先继续出校了 赵母听后有些差力 赵媛心中也惊奇 不知道赵明熙最近怎么了 不仅不追着沈丽瑶跑了 还将重心放到了学习上 他却有十分的把握 以明熙的成绩 可能有点难 去年为止入围了决赛 明熙都没有拿到参加资格 估计心里不开心 说完看了弟弟一眼 你说是吧 与您 只见他不耐烦的 说了一句不知道 赵媛就恨得咬紧了牙关 于是讨好班的给赵母加菜 妈别担心 还有我呢 要不晚饭后 我帮你捶捶背吧 赵母随口说道 那哪能一样 论按摩还得是明熙 赵媛脸色一僵 又是赵明熙 她烦透了 被这种忽略的感觉 与此同时 傅杨熙带着柯承文去了商场 摸着下巴思考着 你说他这几天 怎么都是两套校服换着穿 是不是和家里闹翻了 连衣服都没有 傅杨熙的思维太过跳跃 柯承文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头雾水 谁 傅杨熙一副被追得很不耐烦 无奈之下 只好回应一丢丢的样子 常常叹了口气 挑眉指了指自己 就那谁啊 追傅杨熙狂魔 他今早包把作业也写了 完了 眼睛还亮晶晶的 傅杨熙得意洋洋 还连续送了快两周的甜品 全是亲手做的 我不还他点东西 岂不是很没礼貌 柯承文一时无语 心里暗暗地说 你没礼貌的时候 不多了去了吗 这时候 怎么突然就讲礼貌了 傅杨熙随手指着这些衣服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柯承文问道 那怎么给他 总不能当着全班人的面 傅杨熙漫不经心道 他晚上都会去图书馆 待会儿 我先回家一趟 你帮我把东西带过去 图书馆会合 柯承文立马拒绝 不行 傅杨熙非常敏锐 胡一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我 待会儿去图书馆 要是刚好修罗厂怎么办 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傅杨熙说 赵明熙追了沈丽瑶两年的事 赶紧转移话题 没什么 咱们随便买点什么吧 傅杨熙冷哼一声 当然随便买点 难不成还指望 我给他精心准备 然后柯承文就见他 一路把女生秋天冬天的衣服 都丢进了行李箱内 接着傅杨熙走到了另一排卖口罩的货架前 准备给他买一点口罩 一名金牌导购员猜到了他想买什么 连忙走过来问 傅少 您需要这个吗 傅杨熙一扭头 就看见他拿着一款女士 内穿吊带 猝不及防 撞进他眼睛里 他顿时俊脸一红 暴跳如雷 什么有的没的 小悠看起来像是要买这种东西的人吗 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金牌导购员马上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就拿走 那就拿两个吧 傅杨熙臭着脸 一眼都不敢多看 用两根手指头 匆匆拎了几件起来 扔进行李箱 扔完了 他就已经面红耳赤了 他又抓了几袋子口罩 塞进兜里 然后转身 就拉着行李箱 和柯承文急匆匆的跑掉 金牌导购员面露微笑 哎呀 少爷这是恋爱了 柯承文小跑追上去 恨铁不成钢 希哥 是他追你 不是你追他 你别买这么一大堆好吗 傅杨熙顿时不悦 我又不喜欢他 都说了是李箱往来吗 傅氏公子哥 为了转班生 亲自跑去了自家商场 给他买了一整箱衣服 还有小妹妹 买完后 他已经面红耳赤 拉着小弟和行李箱 急匆匆的跑掉 柯承文恨铁不成钢 希哥 是他追你 不是你追他 傅杨熙不悦的回头 我又不喜欢他 都说了是李箱往来吗 说完又朝商场走去 柯承文忍不住骂了一句 瞧瞧你这不值钱的样子 过几分钟 傅杨熙又扛了一床羽绒被 柯承文满脸复杂 哥 你怎么不干脆把商场翻空 傅杨熙瞥了眼 脸色墨地就冷了下来 他将羽绒被压行李箱上 推给柯承文 八点图书馆见 柯承文一脸的不情愿 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说啊卧槽 这时车子已经开过来了 傅杨熙坐了进去 笨 就说中奖来的 随后车子扬长而去 柯承文愣在原地怀疑人生 这谁信啊 中奖中这么一大堆女生用品吗 另一边 学校图书馆 明熙抱着书 认认真真的在图书馆复习 系统帮她算时间 这张卷子你用时75分钟 你越来越快了 这张试卷不难 达不到高考80%的难度标准 不过确实要比她 先前用时快太多了 而且收获的气韵 也在抵消上辈子的降值buff 明熙刷到了一条论坛 满眼惺喜 你快帮我看看 这是不是高老师的孙子找陪玩 系统回答 是的 你如果能应聘上 还能缓解你的经济压力 这一名帖子 语气发的生硬 要求严苛 还是要求赔字必证小孩玩 明熙抱着适时的心态 给发帖人发了私信 表示自己想做这份工作 长桌对面的椅子 忽然被拉开 明熙一抬起头 就见仿佛是巧合一般 撞上沈丽瑶的一双眼 明熙左右一看 没看见隔壁学校的孔家泽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沈丽瑶淡淡打量着她 心头压着一把火 一开口 语气便不怎么好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图书馆你家开的 什么鬼 这么大的火气 明熙觉得莫名其妙 说话这么冲 我招你惹你了 沈丽瑶视线定定地落在她 放在旁边的试卷上 试卷左侧 龙飞凤舞地写了傅杨夕三个字 太阳学突突直跳 她的作业 为什么要你来写 我乐意 明熙这两天 在帮傅杨夕写作业 一方面可以积攒气域 一方面也可以当作刷题 多写一次 印象更深 沈丽瑶声音更加沉了下去 你闹够了没 满腹的 为什么一定要招惹傅杨夕那种人 为什么好端端的 就不出现在她视野范围内了 这样的话到了嘴边 却碍于少年人的自尊心 无法说出口 明熙脾气向来很好 现在也有点忍无可忍了 姚神 我们不过认识两年 你没有立场来劝我 她咬牙切齿地盯着明熙 反问 不过是认识了两年 那这两年她所说的喜欢算什么 明熙站了起来 是 之前打扰你很抱歉 以后不会了 说完从她身边转身离去 沈丽瑶不可置信 桌子底下的趾骨 渐渐钻紧 柯承文在窗户外 就看见转扳声 和金牌竞赛般的沈丽瑶 面对面坐在一块 妈爷 这该怎么搞 柯承文心里突突直跳 肩膀就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你怎么还在这里 柯承文呼吸都要停止了 一扭头 就看见傅杨熙的手被受伤了 希哥 你手怎么了 傅杨熙不以为意 把手塞进口袋 被玻璃杯子碎片划伤了 柯承文连忙开口 希哥 要不你吃完再进去 神经 外面冷死了 傅杨熙越发怀疑 她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 毫不犹豫地进了自习室 一进去 就把晚餐放在桌面上 柯承文把行李箱和羽绒被 推到明熙面前 我和希哥放学后 去网吧打游戏 中讲中的 好像都是女孩子用的东西 我们用不着 就随手送给你了 她看向傅杨熙 给我的 她挽起明熙桌上的笔 你不要多想 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而已 明熙看了眼 放在一边的羽绒被等物 才不信 哪里有中奖中这些东西的 她几乎已经猜出来 八成是傅杨熙特地去买的 她眼睛弯了起来 说了一声谢谢 傅杨熙对上明熙那双眼睛 又赶紧一开视线 暴躁到 都说了是中奖中的 谢什么谢 突然注意到 这样他们两个人 死死地盯着对方 神力咬冷哼一声 最终转身去 傅杨熙心里顿时酸溜溜的 那谁 你朋友 关系挺好 转班生这么细心 帮我挑香菜 她到底有多喜欢我啊 这么细心的话 得长多少气韵啊 傅杨熙发现 那个人盯着的是她的小口罩 她顿时就吃醋了 忍不住问出了口 那谁 你朋友 关系挺好 明熙顿了顿 一般就是认识 这个回答有点敷衍 傅杨熙瞅了眼 又问 看着人五人六的 她成绩是不是很好 明熙明白了 她虽然自认成绩不错 但是目前和沈丽瑶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傅杨熙 这是想换人写作业 明熙努力恳求 傅少 就让我帮你写作业吧 何必舍尽求远呢 傅杨熙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吃醋 这他妈不是吃醋是什么 忍住逐渐上扬的嘴角 赶紧收敛了表情 拽得二五八万 不耐烦的白白手 行行行 不让别人嫌 明熙松了口气 问道 你们中了些什么 柯承文马上把行李箱打开了 傅杨熙连忙阻止 等一下 回去再打开 话音刚落 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一个性感小妹妹 明熙醋眉 这也是中讲中的 傅杨熙最先反应过来 表情猛的一变 一把把小妹妹扔到柯承文怀里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在箱子里 柯承文表情非常的一言难尽 希哥 你简直是见色忘忧 傅杨熙视线往右 示意他拿着小妹妹赶紧走 柯承文内心是惨烈的 他匆匆将小妹妹塞进口袋 这是我的 箱子里才是希哥中的 说完转身离开 明熙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一个男生买这种东西 傅杨熙心里骂了生存 脸色愤怒的红了 你以为我想买 不是啊 是重的 话刚说完 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一下 他该不会为了给我买东西 到现在还没吃饭吧 你赶紧吃饭吧 傅杨熙这才乖乖听话做下 打开 竟有香菜 他表情有点难过 自己儿子不吃香菜都不知道 傅杨熙回到家后 妈妈就急匆匆的离开了 要带志义去他爷爷家 晚上给他买了最爱吃的 放在桌子上 结果竟还有香菜 傅杨熙知道他回国 就立刻从商场赶了回来 却发现自己的母亲 根本不是为了来看自己 明熙眼睛忽然一亮 像个小奶猫一样 兴奋的凑了过来 傅少 我帮你挑 说完 明熙就把饭盒拿了过来 非常认真地挑着香菜 傅杨熙垂眸 脸色也微微发着红 这么精细的 活儿他都想要为他干 他到底是有多喜欢他 而明熙的心里很高兴 这么精细的活 得长多少气愈 沈丽瑶又来到了图书馆 却看见明熙 再给傅杨熙挑香菜 他却还天真的以为他在赌气 决定先让赵明熙冷静一阵子 等他自己这股别扭劲儿缓过来了 一切就会回到正轨了 他走到门口的工作台前 把整理出来的百校联赛的重点 递给图书馆管理员 麻烦他帮忙转交给 国际班的赵明熙 傅杨熙死死的盯着明熙 认认真真的再给自己挑香菜 明熙挑完香菜 把盒子递给他 高高兴兴的去看自己的盆栽 又长了三颗小嫩牙 简直是太值了 傅杨熙吃着饭 手机忽然想了一下 是江修秋发来的消息 你他妈刷我的卡都买了什么 不知道的人 以为我有一桩皮吗 傅杨熙单手回复 傅志毅最近回国 多事知秋 回学校你买钓鱼干 用我的卡刷回去 江修秋满意了 语气温和了许多 到底是你追人家 还是人家追你 你都快把裤底赔进去了 傅杨熙不在乎的回 怕什么 他又不图我钱 不图你的钱 但屠夫是豪门啊 傅杨熙看到这里 突然被遁住 江修秋又发了过来 外人不知道傅氏情况 以为你是唯一继承人 如果假设 傅志毅才是继承全部家产 他是会接近你 还是接近傅志毅呢 从小到大 我就没见过 因为你本人追你的 所以 这个女孩为什么会特殊 傅杨熙的心态崩了 把手机放了下来 嘴里骂了一声草 心中竟然微妙地 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 他下意识看向赵明熙 赵明熙仍旧安安静静写着试卷 如果是才认识小口罩 听了江修秋的话 也无所谓 可这一次 他害怕江修秋说的是真的 我试探的屁 他果然就是喜欢我这个人 所以急匆匆的是去给我买这个 可这一次 他害怕江修秋说的是真的 要试探他一下吗 明熙注意到傅杨熙的视线 看了他一眼 问干嘛 傅杨熙宛如被抓包 迅速收回视线 将饭盒三下两下一收拾 吃完了 这都快十点了 你什么时候回宿舍楼 这时 柯成文突然出现 行李箱太重了 我们帮你搬回去吧 两人眼神交流了一番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总不能让我把小妹妹带回家吧 傅杨熙有点心虚 外表一副十分勉强的样子 行吧 那就帮个忙把行李带回去吧 说完直接站了起来 故意将手机放下 停留在江修丘发来的微信上 其他几句和他的回复 都被他暗了删除 只留了傅志毅 才是继承全部家产的人那一句 赵明熙一不小心 撇到了傅杨熙的微信对话页面 顿时愣了下 人都傻了 他淡淡抬眸 去看赵明熙 怎么了 明熙飞速一开视线 没什么 所以傅杨熙刚才黑脸 是因为傅志毅 抢了他继承人的身份 明熙本来还打算 等傅志毅和江修丘来学校了以后 积极蹭蹭他们两人的呢 但是看样子 这傅志毅 他还不能接近了 没必要为了一个2% 得罪傅傅杨熙 这个6% 至于家产什么的 就和他没关系了 这些破哨们 又不会分他一毛钱 明熙突然撇到 傅杨熙的左手手背 好像不知道被什么划伤 他手受伤了 百窗可贴 能增加多少气韵 他迅速道 等我一下 我有点事 说完匆匆离去 柯成文看向明熙的背影 感到不解 他怎么了 傅杨熙把椅子一拉 再度坐下 只是这一次坐下去 浑身都是低气压 我们等着吧 随着时间过去 柯成文感觉他越来越郁闷 等了不知道多久 柯成文忍不住看了看表 西哥 他不会不好意思要这一堆东西 找个借口 先溜了吧 傅杨熙心情复杂 得知我不是继承人 转身直接跑了吗 他烦躁的站了起来 还有点奄奄的 算了 走吧 他有想过 赵明熙可能经不住试探 可是万万没想到 原来他和那群人一样 接近自己 都是为了复视豪门 柯成文一直跟在傅杨熙的身后 他不知道西哥到底怎么了 如果他就在他第一次 靠近自己的时候 把他扔出去 现在心里也不会像 被捅了一刀一样难受 突然听见一道呼叫声 傅杨熙 他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来 就看到了明熙 他朝他慢慢走过来 跑得呼吸有点喘 不是让你们等我一下吗 傅杨熙的心砰砰直跳起来 他还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明熙把他拉了下来 坐在台阶上 打开袋子 掏出创可贴 你的伤口有点长 不及时处理 容易发炎的 他还以为他 看了那则消息 就不打算接近他了 第一次有人这么认认真真的喜欢他 忍不住嘴角上扬 我试探个屁 江修秋就是极度 赵明熙就是喜欢 我傅杨熙这个人 然后一副了然的表情 舔了舔后草牙 臭屁气张德不行 哦 所以你就是急匆匆的 为我去买这个去了 明熙好困 不想和他废话 把他手直接拽了过来 给他涂上点酒 用年签疯狂的猛按 傅杨熙一惊 你这个女人干嘛 在这里就拉拉扯扯的 明熙握着她的手 忽然放柔了力道 一点一点将冰凉的药酒涂了上去 傅杨熙舔了舔唇 看着她轻柔的动作 忍不住笑 明熙瞬间有点心疼 这么深的伤口 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她深情地看着她 她果然就是喜欢我这个人 两人挨得很近 傅杨熙俯身 明熙处理好 抬起头时 差点碰到傅杨熙的脸 这人长着一张 非常帅气优越的面骨 猴杰漂亮 充斥着少年人的荷尔蒙 傅杨熙已经面红耳赤了 太近了吧 既然她只图我这个人 那我就得加倍对她好才行 两人把明熙送到宿舍楼下 又走了回去 满脸高兴地掏出手机 她一碰电话 耀武扬威地给江修秋打过去 以后再说那种话就翻脸 江修秋还是忍不住问 可她一步图钱 二步图富士 她图什么 傅杨熙看了看手上的窗壳贴 竭力绷住休闹的笑 终于一锤定音 图我 傅杨熙决定了 她既然确定了 她是图她的人 是真心地喜欢她 那么她就得加倍地对她好才行 明熙回到宿舍第一件事 就是高高兴兴的 鼠盆栽里的嫩牙 这里面竟怎么有三十八颗 那她的脸湿不湿 明熙惊喜地跑到镜子前 摘掉口罩一看 还真的彻底没了 反正她凑这么近 都看不出来任何印子 甚至连伤过的痕迹都没有 简直了 也太神奇了 她问系统 为什么会长这么快 我以为只有二十三颗 系统回答 因为你握她手了 明熙算了下 惊了 握一下手 居然能有十五颗吗 你们的手指 互相磨蹭了整整三分钟 被系统这么一说 显得好色情 突然手机响了一下 贴吧有一条新回复 点开一看 没想到 昨晚她私信的那个帖子的楼主 居然回复她了 对方很冷淡地 给了她一个地址 让她今天下午过去 见一面再说 明熙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对系统道 什么是双喜临门 这就是 这位高教授性情古怪 你要小心哦 另一天 她整理好了 准备出门 为了保险起见 这两天 还是戴着口罩吧 高教授家有点偏僻 在一个胡同巷子里 明熙找到门牌号 礼貌地敲了两下院门 你好 我是在贴吧联系你的 门一打开 明熙就热情地叫了一声 高老师 一个穿白背心 头发半白的老头 老头戴着眼镜 上下打量了一下她 看了她身上穿的校服 一眼辨认出 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明熙点点头 对 没想到 是你 我正在勤工俭学 老头虽然性格古怪 但也不好 让明熙就这么站在外面 便生硬道 先进来吧 问你几个问题 明熙跟着她进去 看见院子里 有个十多岁的孩子 闷闷不乐的 一个老人 带着一个自闭症孩子 确实很困难 老头猝眉 这份活不轻松 如果觉得心里不适 趁早离开 明熙立马回答 没有不是 进入客厅后 老头让她做了一份试卷 老头简单乐要的评价了下 看试卷还行 脑子转得快 但是习惯很不好 步骤跳得太快 显得逻辑不够清晰 每周日来一次 一次二百 可以吗 钱不多 但你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 唯一的条件就是 不准迟到 也不准对学校的人说 明熙高兴的立马站起来 好的老师 完全没问题 晚上回来后 立刻又去了图书馆 傅阳熙正好也在图书馆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在等她 正好去告诉她 校花评选的惊喜 傅阳熙走到她身旁坐了下来 一直盯着她看 把她投到校花评选的第二十名 她应该会高兴点吧 但明熙一心一意的 在复习今天下午高教授讲的知识点 有了高教授的指点 总算能对百校联赛 有些信心了 傅阳熙还是决定算了 惊喜说出来就很没意思 这时 小弟发来了一条消息 西哥 不继续投了吗 不给投到前十吗 傅阳熙看到后 仿佛一只小气鬼 偷瞄了她好几次 被所有人发现 她睫毛长 皮肤白 做甜品还好吃 别人跟自己强怎么办 傅阳熙就想把她捂着 恶小夏在一旁暗暗地看着 心里非常嫉妒 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赵明熙 嫉妒她和沈丽瑶有了娃娃亲 嫉妒她整天戴着口罩 也不知道长什么鬼样 就有胆子在沈丽瑶周围乱晃 她认识沈丽瑶 要比赵明熙早得多 可为什么沈丽瑶 只注意到了赵明熙 她凭什么入选 谁知道她口罩下长什么样 恶小夏转念一想 不如将错就错 把赵明熙投到前级去 小夏这样想着 就这样办了 这件事操作起来很容易 花个几万块 去外面雇人帮忙投就是了 等评选结束 赵明熙就不得不摘下口罩 好奇她长相的人 就会失望透顶 一晃而散 那场面一定能让她尊严扫地 她终于摘下了口罩 惊艳了所有人 怪的小声嘀咕 就这也能排到今年的校花第二 口罩都不敢摘 明熙一路忍到国际班 直进走到自己的座位面前 国际班盯着她的人 倒是比外面少很多 但也仍有人一直盯着她看 明熙忍不住转头问柯成文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盯着我看吗 她磕磕绊绊地说 你打开校花评选的页面就知道了 她疑惑不已 打开了手机 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校花的排名 竟然投到了第二 恶小夏又想搞什么管 恶小夏和她那一帮朋友 到了国际班门口 人群里乱七八糟起哄的声音 明显更大了 笑死 这就是今年的校花第二 六千多票 能不能摘下口罩 让我们看看 柯成文躲在桌椅下面 只觉大事不好 赶紧给傅杨夕打电话 夕哥你快来 有一群人堵在门口 非要转班生摘口罩 趁着那边暴走之前 柯成文当机立断 把电话挂了 他突然钻出来 朝着快要挤进来的人吼了句 喂 你们班美女的吗 快滚 明昔立刻捕捉到了恶小夏的脸 他听到了他讽刺的声音 丑八怪 明昔突然站了起来 朝外面走去 柯成文也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只怕他被欺负哭了 连忙阻止 你再等等 待会儿西哥就来了 结果他话音未落 外面的人就见转班生 慢吞吞的摘了口罩 空气有一瞬的安静 几乎是死寂 所有人惊呆了看着赵明昔 思维简直迟钝 明昔看向了人群中的恶小夏 冷冷道 我是丑八怪 那你是什么 赵远根本就没反驳过啊 赵远每次顶多就是皱一皱眉头 别这样说明昔 他有点不可置信 所以赵远的意思是 赵明昔很漂亮 是他一直都理解错了吗 有人忍不住嘲笑恶小夏 笑死 原来他才是那个丑八怪 就是 他还有什么自个说别让 此时 赵远来了 许多人忍不住小声道 笑话就这 还不如第二好看 恶小夏忽然喊了声 国际班的赵明昔 居然有六千多票 这票刷的吧 喊完这声后 他终于意识到完了 害得赵远跟自己一样尴尬 赵远仍然保持着强颜欢笑 心里却骂着 小夏你这个蠢才 居然连累我 有个男生恍然大悟 指着恶小夏大吼 你把我们当枪使 要不是你在班里怂恿 我们才不会来看热闹 旁边的一个男生也说 极度心真可怕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 小夏回过头来 向赵远求助 这是难道也和笑话有关 他却慌张了起来 今天若不划清界线 到时候 怕是全家人都会知道 他定了定心神 用谴责的语气对恶小夏道 恶小夏 你到底在胡闹什么 上次故意害我过敏 这次还要针对明希吗 恶小夏不敢置信地看向赵远 你也对我落井下石 还没等恶小夏说完 赵远便打断了他 就因为你和明希喜欢同一个人 我没你这个朋友 说完赵远眼眶通红 失望地从人群走了 明希站在门口笑了笑 这么快就内讧了 有意思 他咳了几声 热闹看够了吗 要吵回你们自己班去吵 他们回去时都还在议论 我的天 恶小夏到底是什么级品 祸害的都是漂亮姐姐 是因为嫉妒吧 恶小夏恐惧极了 转身就想走 突然被一个人拽住了衣服 还想跑 富士公子哥 第一次见到小口罩的容颜就沦陷了 傻傻的心想 他怎么这么好看 恶小夏转身就想跑 柯成文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揪住他的校服 就往国际班里拽 好什么 不是想看吗 你来看 恶小夏都快哭了 我是女生 你一个男生有没有教养 柯成文才不管那么多 拽住人就往班里面嚎 闭嘴 教养是什么 能吃吗 一个男生不乐意了 推了一下柯成文 你们国际班的 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长青班的人 两个人都不依不饶 最后干脆打起来了 明希站在教室门口 目瞪口呆 他只不过是被恶小夏气坏了 想装个逼 怎么忽然就变成大乱斗了 柯成文被人勒着脖子 对明希吼道 大嫂 进教室 明希想进也进不去 突然被一个人撞上了 他身体慢慢往外倒下 就在这时 他腰部猛然被人搂住 一片混乱嘈杂中 熟悉的淡淡带着药味的松香味 猛然钻入鼻尖 几乎不用回头 明希就知道 傅杨熙来了 莫名的 这种气味 带有让人安心的脸 傅杨熙胶着的低头看了眼 没事吧 下一秒被顿住 浑身都僵住了 这是傅杨熙第一次看见 赵明希长什么样 视线无法控制的 落在他白净美丽的脸上 顺着往下 就是淡淡水泽的唇上 明希害羞的迅速推开他 将乱了的病发拨到耳后 并温声说了一句谢谢 他刚要抬头看傅杨熙 忽然便注意到了 自己的盆栽 又瞬间生长了时刻 什么情况 是因为抱了傅杨熙吗 听到耳边的嘈杂 明希赶紧抬头 完了 傅少 打起来了 傅杨熙傻傻的心想 他当然知道打起来了 但他怎么这么好看 明希感觉他像溺水傻掉了 由于要不要往他脸上扇两下 吼道 外面打起来了 你阻止一下 傅杨熙才陡然回神 啊 外面 打起来了 老草 他快步走向外面去 把自己的小地户在身后 我看 谁敢欺负我们班的人 参与打架的长青班的男生 悚然失惊 朝这边看来 看到是他 撒腿就跑 傅杨熙直接拽住他的衣服 刚才是不是你说 小口罩是丑八怪的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 我错了 没想到下一秒 他一拳揍了过去 明希无语了 是让你阻止打架 不是让你参与打架啊 混乱之下 有人把教导主任给喊来了 你们几个 一大早就打架 都给我到办公室去 柯成文气喘吁吁的 退回教室里面 不大敢看明希的脸 小声道 别担心 没人打架 打得迎希哥 明希问 他打架特别厉害 怪不得一看到他全都跑了 柯成文自豪的挺起胸膛 不是 你知道傅氏的律师团吗 从无败计 谁和希哥打架 只敢挨揍 不敢还手 一旦还手 碰掉一根红毛 傅氏律师团 会告到对方倾家荡产 明希呵呵笑 那真的是很骄傲呢 办公室门口 教导主任指着 长青般的男生大骂 你干什么和傅杨熙学 人家家里可以用飞机下午子骑 你呢 人家上课睡觉 老师都不敢管 你呢 这个男生委屈死了 明明是他先动手的 教导主任老阴阳失了 说话家枪带棒的 以前傅杨熙也无所谓 左耳朵经右耳朵出 但是今天却觉得 这话格外刺耳 吼这么大声 教室里的小口罩 听到了怎么办 傅氏公子哥觉得 小口罩的容颜 简直危机四伏 恨不得他和以前一样 戴着口罩 但是他离我这么近 是在故意聊我吧 就这么非要 跟我黏在一块吗 以后怎么办呀 上着早自习 他用书挡着头 忍不住转过头去 震惊地问柯承文 他家的钱 真的可以 买几十架飞机下午子骑 柯承文回复 还行 他只知道傅氏有钱 但是没想到这么有钱 明熙那张漂亮道 具有侵略性的脸 就近在咫尺 柯承文都忍不住看他几眼 你以后都不戴口罩了吗 明熙解释道 之前脸受伤了 现在好了 就不必戴了 柯承文觉得可惜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便宜了西哥 傅杨熙踏入教室那一刻 就见柯承文构长了脑袋 和赵明熙说话 关键是 还聊得很开心 他只觉得 人人脸上 都是一副想翘强脚的样子 简直危机四伏 迅速大不留心走过来 推开柯承文 遵守点纪律行不行 早自习说什么话 柯承文无语 心说 最不遵守纪律的 就是你了好吗 傅杨熙在自己座位上坐下 明熙用书本挡着脑袋 朝右偏头 刚才谢谢你 主任没罚你什么吧 他一凑过去 傅杨熙就浑身紧绷 不敢看他 头微微偏开 不自在地说 还能罚什么 扫厕所罢了 扫厕所 又是可以蹭的气语 明熙赶紧道 傅少 我帮你 傅杨熙不知道 为什么像只被逼到墙角 即将被玷污的兔子 耳朵红红的 往靠墙的位置躲 不用 明熙凑得更近了一点 压低声音用气声说话 傅少 求你了 扫厕所的事情 交给我吧 傅杨熙觉得他 就是故意在聊他 就这么非要 跟他粘在一块吗 以后可怎么办呀 傅杨熙心砰砰直跳 费了很大的定力 盯着他说 男 男厕所 你没法扫 明熙只好说了声 哦 突然狐疑的 看向傅杨熙 可是你结巴什么 傅杨熙在心里 做了好半天的心理建设 莫紧张 结果刚看一眼 就脸红了 妈的 还是好慌 我没 没结巴 他拿起一本语文书 急匆匆的用正式打断了他 话说那群人到底 在搞什么鬼 明熙怂怂间解释道 长青般的恶小夏 和我有点私人恩怨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傅杨熙皱了皱眉 寻思着 要不要找人 去警醒警醒 这个叫恶小冬 一个狠狠的眼神 给瞪了回去 他简直有点想让明熙 把口罩戴上了 现在这么多人盯着他看 他好不开心 他注意到明熙桌内的书包 见还是之前那只旧的 忍不住问 上次给你的新书包 不喜欢吗 怎么没换上 明熙眼睛弯弯地笑起来 小生说 喜欢 但是用之前我先晒一晒 明天就能带过来了 明熙犹豫了下 又说 但是我给你做三年甜品 都抵不上你这波礼物 傅少 我还是赚钱还你吧 傅杨熙醋眉 就做三年甜品吗 你三年后要干嘛 出国 难道三年后 就三年支养了 要去喜欢别的人了吗 他小声蔽蔽 很不愿 你让我和你一起出国 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明熙很迷茫 直接压了一声 什么跟什么 傅杨熙看着他呆愣的样子 脸色变臭了 他都不考虑一下 他们的未来吗 会不会是一时起信完他吧 明熙见他好像不太开心 问了一句 傅少 你什么意思 傅杨熙抱怨道 你怎么还叫我傅少 也应该和别人一样 任他当老大吧 明熙立即从善如流 西哥 他听到小口罩这么一叫 心跳漠然漏了一秒 面红耳赤起来 这个称呼 从他嘴里说出来 怎么这么可爱呢 傅氏公子哥 看见小口罩 拒绝了其他男生 他就心想 他根本不看出我之外的任何人 我对他来说 是特殊的吧 长青班内一片死寂 赵明熙站在教室门口的照片 替换掉了投票页面 那张戴口罩的 于是慕名的 都去论坛看了 很多人立马产生怀疑 这照片是屁的吧 我怎么从没 在学校见过这种大美女 是真的 我早上跟着恶小夏去看了的 绝美 恶小夏趴在桌子上 一整天根本不敢抬头 害怕别人议论今早的事情 感觉是在笑话他 他心情复杂的看了一下赵苑 压低声音 没想到赵苑居然会在关键时刻 对我落井下石 完全不把我当朋友 蒲双听见了这句话 立刻转头 往恶小夏桌子上重重一拍 恶小夏你要点脸好吗 是你先害得圆圆过敏 要不是你今天想拉圆圆下水 圆圆还会继续好心的替你瞒着 你还想怎样 恶小夏索性撕破脸皮 赵苑就没有问题了吗 我每次说赵明媳丑 她还不是默认 扑双怒道 少血口喷人 你每次这么说 圆圆都让你别瞎说的 恶小夏吵不赢 急死了 简直快爆粗口了 别瞎说和别这样说是一个意思吗 两人吵架声音越吵越大 教室里许多人都看了过来 有男生不耐烦道 吵什么吵 恶小夏你能不能出去吵 恶小夏心凉了一大劫 她知道了 不管对错 他们永远站在赵苑那边 扑双看了眼她桌上的竞赛书目 叫她别担心 你比赵明媳优秀太多 她连参加百孝联赛的资格都没有 赵苑笑了笑 抬起头 嗯 谢谢双双 赵苑默默听着这些安慰 心情渐渐好了不少 只是令她心神不定的事 赵明媳脸上的伤 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彻底恢复了 她得去国际班亲眼看看 想了想 她又把自己刚才写的百孝联赛重点范围拿了起来 反正给了赵明媳重点 赵明媳也参加不了 说不定还能搏个善良的名声 恶小夏一直盯着赵苑 见赵苑离开了 她也连忙悄悄离开 她倒要看看赵苑有什么手段 另一边 国际班 刚下完第二节课 有人对明媳道 外面有人找 明媳一出教室 就有一个男生 围着一个长得还不错的男生 把他往前推 怂恿他把手里的话剧票递给明媳 赵明媳 李海洋想约你看话剧 李海洋整个人都特别僵硬 兜里摸出了两张话剧票 递给明媳 这周六下午五点 你想看吗 柯成文简直急了 连忙伸长了手 把傅杨熙的背猛然一推 希哥 火烧没毛了 你还睡觉呢 快起来 傅杨熙被推醒 脸色很黑 浑身都是低气压 把耳机一摘 扭过头去 狠狠瞪了柯成文一眼 你活得不耐烦了 柯成文连忙抱住头 指了指那边 希哥 嫂子要被人拐跑了 他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 顿时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椅子都差点被他掀翻 曹 这些人吃了什么雄心抱子胆 当我是死的 傅杨熙拳头硬了 把腿就往外走 柯成文连忙拦住他 压低声音 希哥冷静 你现在出去揍人 等下全校都知道 你喜欢转扳声了 傅杨熙顿时暴跳如雷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是他在追我 你在说什么屁话 柯成文看向外边 突然道 咦 转扳声好像拒绝了 你知道那个陈静氏戏剧的票吧 一千多块一张 转扳声好像拒绝了 傅杨熙强忍着怒气 仗着个子高 朝窗外看了影 果然见明希对那个叫什么李金鱼的道 对不起 我要好好学习 说完了之后 明希票也没接 这个男生只好转身离去 他不急也不恼了 一副正宫气势的坐下来 翘起腿 得意洋洋的撑着脑袋 目送外面失忆之人离开 都不用他出马 小口罩就自己解决了 他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除了他之外的别的人吗 柯成文摸着下巴 但是我觉得 赵明希还是想看那个戏剧的 刚才他盯着那张票看了会儿 那还不简单 傅杨熙哼了一声 掏出手机开始订票 他回想着 赵明希千方百计 黏着自己一块扫厕所 和刚刚拒绝那男生时的果断 两相对比 越想越觉得自己是被区别对待的 越想越得意 嘴角掩饰不住的开心 同时 傅杨熙也感觉到 哪里好像有点不对 他拒绝别人 为什么说的 不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而是要好好学习 他往外边看了看 怎么还没回来 该不会被缠住了吧 傅氏太子哥 看见自己的小口罩 被人欺负 咽不下这口气 直接挺身而出 怒骂他们 明希双手插着校服兜 正要进教室 忽然被人叫住 赵燕眼圈红着 眼神里流露出担心 朝明希走过来 明希扭头瞥了一眼 见到是他 招呼也不想打 又看了眼自己的盆栽 盆栽里的小嫩牙 在赵燕走进来时 明显颤颤巍巍的摇曳了下 并且直接停止了生长 明希哪还能有什么好语气 眉头直接皱了起来 我可没话要和你说 赵燕咬了摇嘴唇 委屈巴巴 我只是想来替恶小夏 向你道歉 他已经看穿了他的招数 哼 又是这招 想利人美心善的人设 还有这熟悉的蝴蝶结发式 两年前 他刚来赵家时 赵母就非常嫌弃 这些衣服就别穿了 给适应这里的新环境 明希小声变博 那是奶奶留给他的 他有时候总心想 是不是他打扮的和他一样 就能融入你们了 第二天 他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兴冲冲地跑去赵母面前 这次母亲应该夸他了吧 正准备敲门时 就听见里面的人说 妈 心爱的那个学人精 什么都要买和圆圆一样的 明去红红圆圆 他把蝴蝶结发式 一把扯了下来 才意识到 这里的环境 不是他换了一身衣服 和赵苑一样 戴上蝴蝶结发式 就可以轻易融入的 不过 那已经是之前 15岁渴望关注和爱的赵明希了 现在的赵明希 两手一揣 谁也不爱 一心只想考大学和活命 他注意力拉回赵苑身上 就听赵苑还在道 而且我觉得 当中也有我的错 我没及时发现 你们俩的矛盾 已经这么深了 明希看了眼客间走廊上的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忍不住道 既然是他的错 你为什么要大庭广众之下 替他道歉 为了表现你们美心善 除非你默认 是你怂恿他干的 赵苑顿时掖住 不知怎么回答 见明希转身要走时 便拉住了他的手 渲染欲气 明希 他害我过敏 我怎么可能参与过 他做的那些事情 你们一个 是我亲人 一个是我朋友 明希无情地甩开他的手 他害过你 又欺负我 你还来替他道歉 你真宽宏大量 那以后 街上有人杀了人 你也要拿着喇叭 替杀人犯去道歉 赵苑感觉到周围的视线 开始发生变化 赶紧焦灼地说 一点小事 为什么会被你放大成杀人 明希淡定地嗷了一声 现在又是一点小事了 刚刚你眼睛通红 当众道歉 我以为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呢 他现在怎么变得如此 牙尖嘴利了 小夏在不远处听着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有点爽是怎么回事 他匆忙将怀里抱着的资料 拿给赵明希 你不是在准备百孝联赛吗 这是我画的重点范围 希望能帮助到你 昨晚从图书馆出来时 图书馆管理员 给了他一份重点 沈丽瑶的重点 比赵远的精准百孝联赛 重点得多 他果断地拒绝 不用了 我已经有了 赵远也不想久留了 直接担忧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 赵远不想承认自己心底 的确松了口气 家里人都很担心你 明希听到这句话 嘲讽的视线看来 别担心 你想得到的是被我当作垃圾的 你想要就都给你好了 赵远想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大哥妈妈他们 但是这话未能说出口 便一阵心梗 只好愤愤不平地转身离去 一个隔壁金牌般的女生经过时 给明希比了个大拇指 姐妹对白莲花嘴皮子利索 我喜欢 明希眼眸成澈 回了她一个飞吻 明希的飞吻 瞬间击中她的内心 但总有那么几个男生 觉得赵明希不可理喻 没想到长得这么好看 嘴巴却不饶人 旁边的李海洋想拉她走 但是她还在继续道 赵明希 赵远也是关心你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嫉妒她呢 少年少女的喜欢果然浅薄 只是看脸 这时 傅杨熙走了过来 嫉妒她 嫉妒她不如赵明希的长相 还是不如赵明希可爱 说着 直接拎起她的衣领 你搞清楚 赵明希有我当同桌 怎么可能嫉妒别人 骂完把她甩到一边 又骂身后的那个人 还有那个李金鱼 带着你的票给我滚 明希有点想不通 她怎么这么生气啊 傅氏公子哥 见小口罩被人欺负了 心疼死了 赶紧安慰 看见她笑了 才放下心来 她怎么笑得这么好看啊 明希跟着傅杨熙回了教室 在座位上坐下 没忍住对傅杨熙道 她叫李海洋 不叫李金鱼 她脸上的阴寒却收不住 没心情去计较 赵明希居然记住了那男的的名字 冷声命令道 你还记她名字 给我忘了 明希嘟起小嘴 轻轻嗷了一声 她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 很好奇 小口罩的家人 都是些什么 脸上的表情很难看 问出来 声音却很低很轻 你家里人都是那样的 明希不太想说这个话题 这两年的事情 很难启齿 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她沉默了 没坑上 傅杨熙抓了抓头发 有些烦躁 忍不住回头 瞪了柯成文一眼 眼神暗示她 你上 小爷没有安慰人的经验 承受了太多的小科 总算醒悟过来她的意思 赶紧对赵明希 慷慨激昂地道 转班上 你别不开心了 我们去打他们一顿 实在不行 还可以拿钱砸 没有什么事情 是打一顿不能解决的 用钱啪啪啪地打 傅杨熙哼了一声 这不是我的意思 但既然你叫我希哥 我就勉强罩着你吧 所以说吧 你想怎么着 明希其实压根 没把赵苑放在心上 但是见傅杨熙 和柯成文两个大男生 笨竹地安慰自己 她还是笑了一下 傅杨熙看见她笑了 愣了愣 她笑起来 怎么这么好看 她开玩笑道 砸她的钱 还不如给我买架飞机呢 完了没听到傅杨熙出声 她赶紧侧头去看 就见傅杨熙 仿佛在认真思考 这件事的可能性 买飞机的钱 是找他妈要呢 还是刷江秀丘的卡呢 明希生怕她一个 想不开真买了 赶紧挥了挥手道 stop 我要飞机干什么 我又不会开 我还未成年 未成年 说到这里 傅杨熙想起来一件事 刚刚在走廊上 听他们说赵苑生日 所以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这又是一件明希 不想回答的事情 那根本不是她的生日 她出生日期 比赵苑晚十天左右 两年前 赵家人把她找回来之后 除了把她的户口 调到这里来 还把她生日也改了 改成了和赵苑一天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以后无法解释 为什么她和赵苑是姐妹 但是生日 却是同一年的不同的一天 明希含糊道 10月24号 你有什么事吗 傅杨熙竭力装作若无其事 如果你不想回你家 过生日的话 你可以出来 话没说完 明希就到 那天我已经有安排了 我得回老家 傅杨熙还不知道 赵明希老家哪的 睁大眼睛 下意识问 你老家哪里 北方的一座小城市 傅杨熙盯着她两秒 很不满意她的敷衍 但是觉得 她可能心情不好 柯承文在旁边插嘴道 转班生 不能过你的生日 你可以来过西哥的生日 西哥生日还有大半个月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傅杨熙捂住了嘴巴 闭嘴 干嘛随便 把小爷生日说出口 瞥了一眼明希 万一到时候 有人送礼怎么办 烦死了 柯承文用力掰开了她的手 还是说了出来 11月5号 明希朝他们说了一句 我记住了 10月24日 回去祭奠奶奶 应该来得及 傅杨熙的心脏砰砰跳 她说她记住了 脸上露出来笑脸 有点不情愿的道 烦死了 可别送什么礼物啊 校外奶茶店 他们都在议论 你们听说了吗 赵明希摘口罩了 笑话评选 直冲第二 真的假的 我来看看 叶博打开手机 看了一下 直接惊掉了下巴 这也太漂亮了吧 剑神力摇这么淡定 忍不住问 姚神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孔家泽却以为是在说自己 有点小羞涩 什么漂亮 也还好吧 叶博伸手把手机给她看 这还不算漂亮吗 她看到后有点不可置信 赵明希 她居然这么好看 姚神不会喜欢她了吧 富士太子爷 果真是宠妻狂魔啊 看见有人欺负小口罩 她都会第一时间出来 保护她 叶博给孔家泽 看了论坛中赵明希的头像 她居然这么好看 姚神不会喜欢她了吧 一瞬间明白过来 发生什么了 怪不得赵明希有胆量 去追沈丽瑶 原来她长得这么好看 自己好像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她走过去 挽着沈丽瑶的胳膊 竭力用轻松调侃的语气道 姚神 你们学校的高教授 去多申请了一个 百校联赛的参赛名额 你知道吗 叶博注意力 这才从手机上抬起来 怎么可能 高教授到底什么来落 沈丽瑶嫌弃的甩开了她的手 高教授可是国家级竞赛 金牌教练退役的 叶博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要我说 外貌不重要 智商才重要 孔家泽心里舒坦了一些 冲她笑了笑 是啊 赵明希虽说长相好看 但却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沈丽瑶听言刷的站了起来 脸色冰冷 喝完了吗 喝完闭嘴 回学校 她走到柜台旁边 抬头看了眼菜单 又接着点了杯 霸气之士草莓 孔家泽自己没点 还以为她是点给自己的 惊喜地走过去的 我差点忘了 我还没点呢 谢谢摇神 沈丽瑶看了她一眼 不是给你的 你自己点 孔家泽尴尬死了 叶博和沈丽瑶走了出去 她琢磨到了几分 沈丽瑶的心思 小声道 赵明希是不是已经快半个月 没来找咱们了 不仅没主动来找 连电话短信都没有 我看她就是欲擒故纵 知识草莓 我记得是赵明希喜欢的吧 你要是买回去给她 那就是你先认输了 沈丽瑶盯着自己手里的 芝士草莓 犹豫了五秒 她扔进了垃圾桶 她从没输过 这一次也不例外 另一边宿舍楼下 家里的保姆 收拾了明希秋冬 常穿的衣服 还带了一条棉被过来 明希看见后走了过去 张姨 你怎么来了 保姆张玉芬不停地抱怨 还不是某人不回家 害得我得跑来 给你送过冬衣物 也不知道 哪来这么大架子 以为自己是谁啊 明希语气很不好地说 对 我谁都不是 所以张姨您 带着东西回去吧 保姆怒了 直接用手指着她 你不要不识抬卷 拿回去 她怎么跟大少爷交差 她强忍着怒气 不跟她发脾气 忽然有个球搜地飞了过来 保姆抬眼望去 狠狠地大骂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傅杨夕活动了一下手腕 冷冷地道 你说 谁不识抬卷 说着 直接走到老太婆的面前 她被吓得连连后退 我是赵家派来给这丫头送衣服的 傅杨夕再次冷声问 谁不识抬卷 保姆缩成一团抱住头 她怂了 我不识抬卷 是我 傅杨夕听言吃笑一声 七 赵家就用这么廉价的东西 对待自家小姐 我看赵苑身上 穿的可比这些值钱多了 你们赵家 真是玩得一手区别对待啊 说完直接拉着赵明希的手 转身离去 她第一次感受到 被保护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的 傅杨夕再次回头警告 带上你那不值钱的东西滚 赵明希不用你们赵家操心 保姆害怕的直接贪坐在地 这时赵战怀助理才赶过来 伸手扶她起来 您怎么坐在地上 明希小姐呢 保姆嘟囔几句 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助理朝那边看去 看见是一位红头发的男生 他下意识的就知道糟了 赶紧给赵战怀打了一个电话 喂 赵总 您现在方便吗 我带张仪来见您 到公司停车场等我 保姆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骂骂咧咧的道 都是什么乡下来的土坯子 助理猝眉 张仪 你闯大祸了 保姆小声嘀咕 不就没收东西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助理看他还没觉悟 大声呵斥 你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人吗 富士太子爷 兴高采烈的炫耀小口罩 给的甜品 还特地往班级里走了一圈 停车场内 保姆离开后 赵战怀侧头看了他一眼 怎么回事 你着急打电话给我 是不是撞见了什么 助理看了一下赵战怀的脸色 这时候才出现一个男孩子 将保姆赶走 而且您知道 张仪说的红头发男生是谁吗 富士太子爷 富阳熙 赵战怀听言 整个人脸色已经难看到不行了 你说的是真的 他的头一阵剧痛 赶紧用手扶住 助理猝眉 赵总 要不我去找找 有没有目击者 赵战怀根本没想过 会是这种情况 不用 到下午的会都推掉 回家 这边 富阳熙气急败坏 跟个炸药筒一样 冲到教室 冷着脸 抓起桌上的杯子 见她风风火火的冲进来 简直吓坏了 用期盼的眼神 看着赵明熙 希望她能让富阳熙冷静下来 面对这一双 寄托着生死存亡的希望的眼睛 明熙压力好大 她走过去 扯了扯她的衣服 看着富阳熙 你别生气了 我家保姆本来就那样 富阳熙不敢置信的 她看你的眼神 居然是用撇的 明熙坐了下来 抬头 她本来就是斗鸡眼啊 富阳熙忍无可忍 她还把东西 直接扔在地上 这不明白要你弯腰拎吗 明熙小声嗶嗶 不然还要花式摇手 跳个花滑 双手托举送到我面前吗 富阳熙双眼直视着她 没有说任何话 明熙笑眯眯的递给她一瓶矿泉水 好了好了 你都把她撵跑了 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再喝口水消消气 富阳熙伸手接过 不小心触碰到了她的手 脸立刻通红 把头扭到一边 你不是有我的号码吗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 打电话给我 最后又补了一句 或者柯承文 这结果 简直出乎了柯承文的意料 赶紧顺势说道 啊对 打给我 乐意为美女服务 那我打给柯承文 明熙觉得 这种小事 总不好麻烦富阳熙 要是富士那群人 知道自己 让他们家太子爷 替自己赶一个保姆 会不会以精神损失 把自己告到法庭 她转头看向柯承文 我还没存你电话号码呢 存一下吧 柯承文当然是赶紧掏出手机 好好好 富阳熙拳头硬了 凉嗖嗖的眼神 看向柯承文 柯承文假装没看见 乐呵呵的和明熙 交换了手机号码 富阳熙脸色又臭了 坐了下来 将书本翻得哗啦啦响 十分扰明 交换完电话号码没有 要上课了 遵守点几率行不行 明熙现在也不是很怕她 看了眼时间 一头雾水 不是还有五分钟吗 从桌兜里 掏出今天的甜品 给她递过去 别生气了熙哥 今天的甜品给你 富阳熙不甚满意 用凉薄的眼神 盯着赵明熙 你今天只做了一份吧 明熙乖乖点头 嗯 一份 昨天做了三份 差点没被她眼神刀死 气韵都长得慢了 富阳熙脸色这才缓解 接了过去 打开盒子 哼 这还差不多 他们都是这种关系了 怎么能给别人做呢 富阳熙吃了两口 觉得不满意 想了想 突然宛如出现了 什么心灵感一般 蹭的一下 拿着盒子站起来 理直气壮地道 大家别动 今天小爷我值日 我巡视一下卫生 然后她单手 拖着甜点离开座位 一边用小勺子 咬了一口针子 奶油放进嘴里 一边绕着过道 迈着长腿 慢悠悠地走一圈 柯成文无语死了 她这是在炫耀吧 是的吧 是吧 富阳熙心满意足 巡视完毕 又坐了回来 明熙看了一眼 问好吃吗 富阳熙捏着小勺子 锁刮最后一点 一般般吧 明熙把手伸过去 正想擦掉她嘴边的奶油 富阳熙一把抓住 连忙问 你干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她是热度最高的校花 又成了孝庆主持人 赵战怀回到家里 先把赵母叫到书房 与赵母简要说明了情况 赵母还不大信 张仪在我们家干了这么多年 一直老是本分 有什么好针对明熙的 赵战怀想到明熙 扔照片时的决绝 心里憋着一股气 那把下人挨个叫来 对一下细节吧 几分钟后 保姆正看见一个下人走了出来 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问 发生什么了 终点工阿姨 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她说了句 名字求多福吧 大少爷说 你对明熙小姐态度不好 她没想到 大少爷特意从公司赶回来 就是质问这件事 保姆瞬间明白了 是什么事 但是却不以为意 对那终点工阿姨说 那又怎样 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把我开了吧 顶多也就是口头教训两句 她不太服气地看着她 敲门进了书房 少爷 我进来了 赵战怀猝眉 刚才你在门口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保姆想辩解 却辩解不出来 她狠狠地摔掉杯子 提高了八个度的声量 小事 你一个保姆 逾越了你的本分 你管这叫小事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这些小事 明熙他 赵母亚然 明熙怎么了 赵战怀焦头烂额 不敢说赵明熙 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的事情 只能道 没什么 就因为这些事情 明熙离家出走了 赵母莫名其妙 明熙离家出走的次数还少吗 你今天突然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赵战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扶着头痛的脑袋 行了 张仪拿笔钱走吧 赵母一头雾水 让她给明熙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还得赶人走 她脑袋嗡的一声不敢置信 十分惊慌 张大了嘴巴 赵战怀语气凶狠 吐出一个字 滚 第二天 明熙被国际班的班主任叫了过来 明熙啊 过段时间就是十月月考了 转班的情况 学校是允许申请缺考的 明熙很理解老师的意思 但只能假装没听懂 可我转班以来 把进度都追上了 我也想看看 自己是什么水平 她已经攒了66颗嫩苗 应该不会有debuff啊 班主任有点着急 主要是咱们国际班 每次都是垫底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明熙打断了 三个班一共150人 只要我考进前20 就不会拉低平均分了吧 班主任张大嘴巴看着她 可能觉得 她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小女孩真爱做梦 忽然文艺老师兴高采烈的走了过来 哎呀 赵明熙 过段时间的校庆主持人 你有兴趣报名吗 她愣愣的看向她 啊 为什么是我 文艺老师 嘿嘿笑 你可是今年的校花呢 热度很高的 富士太子爷终于慌了 小口罩到底什么时候跟她表白啊 明熙回到教室的路上 就听见了各种议论声 看论坛了吗 校庆主持人的投票 赵明熙呼声第一夜 这不是抢了赵苑校花的名头 又要抢她主持人的权利吗 她有苦说不出来 这什么情况 她没说要和赵苑抢啊 柯成文惊讶地看向她 明熙 听说今年校庆主持人是你啊 论坛都吵风了 她叹了一口气 纯属无奈 富阳熙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主持人 拿起手机打开论坛看了看 标题为 艺人血书 求赵明熙担任今年的校庆主持人 众人评论 负义负义 这长相才符合咱们学校的level 别光看长相好吗 普通班赚来的绣花枕头 怎么成绩也好不过前校花吧 谁给你的脸就这么断定 赵明熙没有赵苑成绩好 她好歹也考过普通班第三 都别吵了 不是马上就十月份月考了吗 等着看两人成绩呗 富阳熙看完后 猝起眉头 烦躁极了 这群人嫌出屁了吧 说谁是绣花枕头呢 抬头看向赵明熙 小口罩 你别 说到这里就没说出来了 她看见她正在用功努力学习 不忍心再打扰 班主任怕她拖后腿 同学说 她不如赵苑成绩好 这次十月月考 她倒要看看 谁才是绣花枕头 富阳熙看见她 愤发图强的样子 松了一口气 柯成文突然朝她伸手 哎呀 别管了 午饭时间到 天大地大 干饭最大 富阳熙直接阻拦 眼神暗示 别打扰她 她指了指那边 那我先去食堂了 富阳熙一直手撑着头 呆呆地看着她 小口罩这么努力 我要当好她的后盾才行 半个小时后 她伸了一个懒腰 这次刷题 比之前花的时间更少了 准确率也有90% 有一个同学在背后议论 赵明熙这么努力 难道真的想抢赵苑主持人的位置吗 富阳熙听到这话 恼羞成怒地指着她 你哪个般的 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明熙却不在意 好了 你怎么比我还生气 该不会 她赶紧打断 已经是面红耳赤了 别东想西想 我生气是因为你是我小弟 还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人欺负 懂 明熙努力这么久 终于要被富阳熙 收作小弟了吗 明熙慢慢靠近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起 她心跳加快 脸红得不要不要的 连忙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 说了没有 还没写 说到这里 立马停顿了起来 差一点就说出来了 她喜欢她 明熙很疑惑 什么 她只是想问她 什么时候把她当成小弟的 她怎么脸这么红 富阳熙快速拿起书本 赶紧推开她 上课了 你这女人到底想干嘛呀 问东问西的 最后用爱意的眼神 深深地看着她 心想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表白啊 富士公子哥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和女孩子牵手 还是被两只手紧紧牵着的那种 她满脑子胡思乱想 她觉得 她和赵明熙的进度 也该到这一步了 考试当天 开考前 认真又刻苦 光是这种精神和态度 老师就对她好感倍增 都有些后悔 昨天上午 让她别参加考试那种话了 但是有好感归有好感 老师想到自己即将扣光的绩效 还是头皮发麻 心情沉痛 这还是明熙重生以来的第一场考试 说不紧张是假的 她看着自己盆栽里 雷弱的66株小嫩牙 这么多嫩牙 也不知道够不够抵消 Debug 扭头对一只手 支着刺猬红毛脑袋的说 我有点紧张 她一看过去 傅杨夕立马收回视线 一只手胡乱翻着书页 咳了几声 那怎么办 她也被她弄得也紧张起来 摘下降噪耳机 不就是个十月月考吗 你当了我的小弟 考报谁敢说你 明熙把手摊开 看着她 那我就直说了 你能不能把手给我过个几分钟 傅杨夕看了看她面前 两只细长葱白的手 又抬眼瞟了眼她 顿时脸红了 想牵手就直说啊 还扯什么紧张的借口 傅杨夕臭着脸 就在这里啊 单上这么多人 没下雪 也没暴雨 好不浪漫哦 明熙都急了 快快快 还有十五分钟 就要开口了 傅杨夕被催得心脏直跳 好不情愿地伸出一只手去 急什么 谁知她刚伸出一只手去 这只手 就都被赵明熙 急不可耐地握住 傅杨夕顿时羞涩不已 除了上次被赵明熙抹药那一次 她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和女孩子牵手 还是被两只手紧紧牵着的那种 她满脑子胡思乱想 虽然她觉得 她和赵明熙的进度 也该到这一步了 但是 她这也太随便了吧 傅杨夕下意识瞥了外面一眼 看见走过一个很熟悉的人影 在图书馆见过 叫闪什么摇 刚注意到这个人 考试铃声就响了起来 兼考老师也快速地走了进来 考试时间到 请各位考生回位置坐好 赵明熙把她手直接甩下 赶紧考试 助你考好 食指向握十五分钟 直接长了十颗小嫩牙 明熙对考试 又有信心了一点 傅杨夕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就这 为什么她这么敷衍 就跟她在图书馆那天 表白一样敷衍 连正八经表白的话都没说 这样还怎么让她答应她 傅杨夕盯了赵明熙一会儿 盯到讲台上的兼考老师 忍不住走到她面前 敲了敲她的课桌 满脸笑容 好好考试哦 傅杨夕这才不情不愿地收回视线 她根本没有心情考试了 一直想着明熙两只手紧紧地 握住她的手就忍不住笑 黄昏教学楼下 赵战怀和他的助理走来了 也不知道教导主任和主任办公室在哪 后面有个女生 手里拿着零食 正好看到了她 惊喜到战怀哥 赵战怀根本不认识 问道 你是那女生走了过来 我是蒲双 圆圆的好朋友 上次还去过你家的 赵战怀点点头 哦 你好 你知道教导主任办公室在哪吗 蒲双越过她身后 见到她的助理正拎着大包 好像是什么礼物 她心里就一目了然了 十分的欢乐 三楼尽头左转就是教导主任办公室了 赵战怀转身走时 还不忘记说一声谢谢 蒲双一直盯着她的背影看 非常羡慕圆圆 哥哥长这么帅还宠她 还为了她来给教导主任送礼 此时 赵燕正从她身后走来 双双 傻站在这干嘛 她转身面对着她 你猜我刚刚 见到谁来学校了 赵燕问道 谁啊 她笑着 贴到赵燕耳朵边上去 你大哥 来找教导主任的助理还拎着礼物 肯定是想悄悄送礼 让老师们多关照 赵燕委婉的笑了笑 是吗 家里都很宠爱她 可不知道为什么 她唯独对大哥的感觉不一样 她高兴的拉着蒲双 收拾书包 我请你吃火锅 然后打电话 让大哥送我们回去 蒲双无比的羡慕 感觉你像公主一样 真是太幸福了 赵燕心底隐隐约约出现了悸动 虽然她还不能确定 对大哥的情感是什么 但她希望 大哥能永远的在她身边 明熙拒绝了大哥 给她三十万 而这一世 她只想好好地活着 不想与他们扯上关系 两人正说着话下楼 忽然见赵明熙 正往楼上走 蒲双看到赵明熙 声音故意大了一点 圆圆 你大哥又来学校找你了 还给你送那么多东西 她对你真好 赵燕连忙捂住蒲双的嘴 拉着蒲双说笑着跑了 明熙继续上楼 不知道教导主任 突然找自己干什么 而这边 教导主任是 普通六班的班主任 收卷子晚了点 将监考的试卷拿到主任室 正好碰到了 等候在这边的赵战怀 她语气很不好 你又来学校 接另一个妹妹了 赵战怀不知道 这位班主任 怎么突如其来的 对自己气势汹汹 但还是礼貌地解释道 我今天是来找明熙的 你是明熙转班之前的班主任 六班班主任哼了一声 难得你们家会有人来找她 她去年考试 突然肠胃炎 家里也没人来 她着急道 什么 她没和家里人说过 六班班主任 有点瞧不起她 和你们说有用 家长会都没来过 怎么赵院有人来 明熙就没有 赵战怀只好道歉 应该是我母亲忘记了 抱歉 不过就只是这一件事 明 她恨不得拿卷子砸她脸上 赶紧打断 就这一件事 你知道明熙每天上课打瞌睡 是因为头天晚上在家做饭吗 你们家不是很有钱吗 为什么让她做饭 高二学业那么重 你们是不想她考大学吗 赵战怀愕然 明熙她上课会困 她从没想过 她以为晚餐做饭 是让明熙很开心的一件事 她擅长做饭 也想讨好家里人 但是她根本没去关注过 这件事情 对明熙产生的影响 但是赵雨宁不太懂事 闹着要吃明熙做的饭 明熙就眼睛亮晶晶的说 没事的 大哥也花不了我多少时间 但是如果换成是赵院的话 赵战怀无法想象 全家人会让赵院进厨房 用她那双干净的手洗菜 六班班主任冷哼道 她又不是铁 怎么不会困 我以为是你们 属于对孩子照顾 可我看到赵院 我作为班主任 看到这种区别对待 心里都难受 去年运动会 膝盖磕破了 也没家里人来 后来脸受伤了 又落下了血洗 你们会这么疏忽你 另一个妹妹吗 赵战怀心里被刺了一下 李老师您教训的是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和明熙好好聊聊 补偿她 六班班主任 反正就是看她不顺眼 转身就离开了 离开之前还不信任的说道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赵战怀一阵颓然 六班班主任 有一点说的没错 如果他们一家做的够好的话 为什么明熙要去讨好他们 难道不是他们亏欠明熙的吗 也许明熙助校 是个不错的决定 直到身后的门被打开 赵战怀才回过神来 明熙一见到她 立刻往教导主任室里看了眼 见就只有赵战怀 随后转身就走 赵战怀见状追了出去 如果家里对明熙而言是个火坑 他是不是不该将她强行拽回去 深吸了口气 还是叫住了她 明熙 你要是不想回家 就不回了 但我希望 我还是你大哥 有什么困难之处 我都会帮你 见赵明熙不理不睬的 一直往前走 他心中更愧疚 连忙追了上去 把一张卡递给他 这是我付卡 你直接拿去用 我不会和家里人说 就当是我俩的秘密 好吗 明熙搞不清楚 赵战怀又想干什么 直到假人假意 你就不怕我刷光 他笑了笑 这里面才三十万 是家里人欠你的 先给你一部分 你不明白吗 明熙赶快拒绝 我不要 你不是喜欢赵怀吗 不留着和他结婚 现在收了 到时候又要我掏出来 祝你们百年好喝 说完见赵战怀 惊恶地看着他 明熙才意识到 糟糕 现在的赵战怀 好像还没和赵怀 发展出感情 他嘴说快了 明熙头也不回的 就走了 这时 六班班主任又走了回来 拍了拍他的肩 你们要不就放过明熙吧 别耽误孩子了 赵战怀感到一阵无力 将卡交给了对方 说明了情况 拜托对方 好好照顾明熙 六班班主任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答应了 赵战怀心底 这才稍稍安心 但是他不明白 明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富士太子爷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给心仪的女孩 送情侣手机课 赵战这边吃完火锅 还以为赵战怀 今天要来接自己 结果没来 他心中生气又尴尬 你不是说 我大哥去找教导主任送礼吗 蒲双窘迫道 他只是找我问路 但他不是为你去 难道是为了赵明熙 赵战听言 直接愣住了 蒲双在心里揣测 难不成 还真是为了赵明熙去的 难道赵家 其实也没有那么独宠赵远 这时来接他的司机到了 赵远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面上一次不想多说 坐上司机的车子就回家了 一回到家 他就发现张阿姨被开了 赵远简直无法理解 问道 大哥明知张仪与我亲近 怎么会 赵与宁打着游戏 十分的烦躁 一个保姆而已 至于吗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随手抢了赵与宁的手机 别玩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耐烦道 谁让他瞧不起明熙姐 还恶人先告状的 可就算他犯了点错也不该 说到这里 听见脚步声传来 连忙望去 看见是赵站怀 他就跑过去 扑进他的怀里 委屈巴巴 大哥 你为什么要把张仪开了 回答我 赵站怀蹭了蹭眉 没有开口 他语气带着温柔 非常的娇气 大哥 我今晚可不可以去你房间 就像小时候一样 以前赵站怀也细以为常 但是此时此刻 耳边猛然不合时宜的 想起明熙的那句话来 祝你和赵苑百年好合 他一把推开了赵苑 你都长大了 别为这点小事哭哭啼啼 睡自己房间 说完转身离去 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猛然涌出一阵惊慌 以前赵站怀从来不会拒绝自己 仿佛赵明熙离开后 一切都在变 第二天 体育课自由解散后 蒲双主动道歉 圆圆 昨天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 你大哥是去找明熙的 我觉得 是因为赵明熙离家出走动静太大 才吸引了你家里人的注意 他忍了忍脾气 我知道 但我总不能也闹离家出走吧 扑双想了想 安慰道 今天月考成绩出来 你成绩比他好 家人注意力 自然就落回你身上了 赵苑侧头 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 不远处的国际班的赵明熙身上 和他一样 很多人都在悄悄朝赵明熙看 赵明熙拿着篮球在发呆 脑海里还在回想着上次的月考 还有两道题 这周末得去问问高教授怎么捡 忽然 一个女生把他怀里的球拿走了 将一个手机壳塞给他 那女生笑了笑 赵阳熙让我给你的 明熙一头雾水 下意识回头一瞧 见个子高挑的赵阳熙站在一边 手里拿着的东西冲他晃了晃 明熙仔细一看 才发现他手机上的手机壳是黑的 还是个简约的小太阳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是个白色手机壳 背面是个简约的小口罩 情侣手机壳 明熙差点吓坏了 但是在扭头一看 发现后面几个男生 都齐刷刷掏出手机给他看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手机壳 只是颜色不同 以及背后的图案不同 明熙砰砰加快的一颗心脏 这才停下 还以为傅阳熙 突然送自己情侣手机壳呢 原来是这群中二少年的门派 定制手机壳 他弯了弯唇脚 幼稚不幼稚啊 低下头掏出手机 把手机壳换上 再举起手机 头也不回的 冲着傅阳熙扬了扬 但这种被大家接纳的感觉 真好 傅阳熙顿时耳根一红 冲着身边的柯程闻道 我就说他会换上的 赵阳看见这一幕 醋眉 听说傅阳熙好几次都护着赵明熙 难道他们俩 沈丽摇面无表情 赵明熙 一个手机壳 你就这么高兴吗 柯程闻左看看 右看看 默默地在祈祷 西哥什么时候才能长点心啊 他提醒一句 西哥 低调点 全都看着你呢 傅阳熙扬了扬眉 竟还笑了笑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我照着 傅氏公子哥 竟然真的动心了 冲动地想说 小口罩 我们谈恋爱吧 柯程闻小声嘀咕 想买情侣手机壳 就直接买 干嘛还逼着 大家全都换上 傅阳熙不承认 瞪了他一眼 我买的就是帮派手机壳 还不准小爷 我有点个人爱好了 柯程闻立马道 准 他摆了摆手 滚滚滚 明熙打完球 就见他去倒垃圾 眼睛一亮 赶紧跟了上去 最近盆栽掌势有些停滞 帮他倒垃圾 被一试 傅阳熙听见身后的脚步声 回过头来 你干什么 明熙披手 就把傅阳熙单手 拎着的垃圾桶抢过来 我来帮你 熙哥你先上去吧 我来倒就可以 傅阳熙有时候 都感觉他是不是 对他太好了一点 连到垃圾这种小事 都要为他做 这难道就是相濡以沫吗 他定定地看着他 明熙站在他面前 也微微仰头看他 傅阳熙低下头 注意到赵明熙的鞋带散了 你平时就是这样系鞋带的 明熙低头看了眼 自己的白色运动鞋 不明所以 怎么了 傅阳熙吐了一口气 忽而攻下身去 手指触碰到他的鞋带 将他左右脚的两个鞋带解开 然后又重新绑了 两个漂亮完美的蝴蝶结 明熙垂眼看着他的红毛 捏着垃圾桶边缘的手指 不自觉抓紧 莫名紧张 他觉得傅阳熙 最近有点怪 对他怪好的 他视线又落在傅阳熙身上 从小到大 只有奶奶给他系过鞋带 傅阳熙几好鞋带站了起来 撇了一下赵明熙 见他脸好红 就用嘚瑟的语气道 你紧张什么 你是我小弟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除非你 明熙不用听就知道 他又要说什么 不着边际的话了 嘴里吐出两个字 闭嘴 把腿就继续往前走 傅阳熙侯节动了动 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清秀的背影 突然冲动的想说 小口罩 我们谈恋爱吧 但是画到嗓子眼 又羞懒的咽了回去 小口罩还没表白呢 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他不能贸贸然 傅阳熙几步追上去 伸过去一只手 将垃圾桶一侧拎起来 竭力忍住 自己想要上扬的嘴角 一起倒吧 明熙恨不得扛着垃圾桶跑 不用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 他用力拉扯过来 别以为我不懂 女生说的不用 就是要 没关系 就是有事 明熙无语 你他妈懂个屁 傅阳熙不管三七二十一 继续拎着垃圾桶 他想想还是算了 能倒一半 总比没得倒好 倒完垃圾回来的时候 沈丽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时 有一位同学走了过来 傅阳熙 你跟我去趟办公室 傅阳熙臭着脸 只好把垃圾桶交给明熙 让明熙自己先上去 明熙乐得傅阳熙不在 拎着垃圾桶晃悠悠上楼 结果正好撞见沈丽瑶下楼 沈丽瑶见到赵明熙脸上的笑容 只觉得十分扎眼 手指忍不住微微钻紧 刚刚在楼上走廊 他看见了 看见赵明熙和傅阳熙 一块去倒垃圾 两人有说有笑 傅阳熙还帮他系鞋带 他的内心充斥着一种胶着的情绪 不明白赵明熙想干什么 即使他不在 明熙也和傅阳熙关系那么好 叶国一下子攀住他的肩膀 摇神 忍住 他可能是故意的呢 他用力甩开他的手 走到了明熙的面前 这周六 董家的人回国 有需要的话 我陪你去接 明熙赶紧摇摇头 不用 谢谢你的重点 我收下了 他回答道 什么为什么 等下他们误以为 你是我男朋友怎么办 沈丽瑶心里 脚腾着无法疏解的造诣 忍无可忍 这不就是 你所希望的吗 明熙瞬间明白了 原来沈丽瑶 还以为自己喜欢他呢 虽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不太好说这件事 但是既然沈丽瑶主动问出了口 明熙还是决定 就在这里说清楚 他认真的看着他道 沈丽瑶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傅氏公子哥 对小口罩的爱 终于藏不住了 竟当着全班的面 把他抱在怀里 明熙看着沈丽瑶 认真地道 以前喜欢你 可能是因为你帮过我 但时候还小 有不得体的地方 你不要放在心上 叶博听着都震惊了 沈丽瑶就这么看着赵明熙 一字一顿地说出了 不再喜欢这四个字 脸色僵硬的难看 心理意识之间 竟然有隐隐作痛的感觉 赵明熙估计是自己 让他尴尬了 只好尴尬地说 那就这样 拜拜 我还得上课 但是这一瞬 他居然并没有解脱的感觉 相信他在开玩笑吗 哪有人从喜欢到不喜欢 完全没有过度的 还是他在激你 沈丽瑶脑子嗡嗡响响 没有心思去管叶博说了什么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为什么突然就放弃了 叶博继续道 但是刚才傅杨熙给他系鞋带 他下意识动作就是退一步 看起来也没有一情别恋 沈丽瑶甩开他的手 让我一个人静静 说完转身往下走 叶博连忙追上去 你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你不喜欢赵明熙的话 完全没必要在意啊 沈丽瑶脚步在楼梯上顿住 几乎是从喉咙里蹦出几个字 我不喜欢 沈丽瑶告诉自己 他不喜欢他 无所谓 没关系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每天往他桌子里塞情书的人那么多 不缺他一个 可他为什么还是会心烦意乱 抬脚往楼下走 冷冷道 别跟来 与此同时 办公室内几个老师正围成一团 惊奇地端向一份诗卷 金牌班的老师说 最后一题 是我特地出的拉开分数的题目 居然有三个人全部答对 这份是沈丽瑶的 他的字迹 我不会认错 这份是我们班秋伟的 那桌上这份试卷是谁的 我没见过这个学生的字迹 长青班的叶冰老师 瞥了一眼角落里的国际班 卢老师 意味不明地笑道 总不可能是国际班的吧 我说卢老师 你这个月的校计还有吗 卢老师有点愤怒 拆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 他勾了一下红唇 拿起试卷拆了起来 那个姓名录了出来 他都愣住了 啊这 赵明熙是谁 卢老师蹲在那里 立刻抬头 走了过来 一把抢布试卷 是我们班的 就是这个月 从李老师班上转来的学生 他愣了足足五秒钟 火速去翻照明熙 别的科目的试卷 考得也比较好 他这是捡到宝了呀 叶冰忍不住到 普通班转来 能有这种好成绩 赶紧把其他学生的分数 加一下算排名 卢老师此时很得意 叶老师 别小瞧了我们国际班的学生 另一边 明熙紧张到不行 也不知道结果到底怎么样 他很想参加百孝联赛 回头去问柯承文 国际班一般什么时候 会公布成绩啊 他手支着头 笑了笑 上课之前吧 小口罩 你很紧张啊 话音刚落 傅杨熙就把书卷起来 重重抽了一下他的头 用威胁的眼神看着他 小口罩是你教的吗 柯承文连忙改口 赵明熙 你很紧张啊 他点点头 当然紧张 我想参加竞赛 这是他赚钱最快的途径了 柯承文上下打亮他一眼 犹豫地道 但是你成绩应该不怎么样吧 傅杨熙又抽了他一下 怎么说话呢 柯承文的头都肿了 急忙趴了回去 先前不怀好意问过 明熙口罩下 长得怎么样的那个男生 不知死活的小声说了句 别拉地我们班平均分 就谢天谢地了 本以为说话声音很小 教室这么吵 根本听不到 结果傅杨熙立马站了起来 眼神笑霸 陶寒 你出来一下 柯承文忍不住纠正 熙哥 他叫汪涵 那人顿时钻到桌子底下去 卧槽 我错了个 傅杨熙撸起袖子 怒气冲冲 滚出来 这事儿没完 明熙拉住他 阻止道 熙哥 算了算了 他猝了猝眉 小口罩你让开 好喊你出来 就在此时 班主任卢老师突然冲了进来 大家都看着卢老师满面红光 大不留心 冲着赵明熙走过去 看他的眼神 犹如看清闺女 一下子抱住他 翻身了翻身了 你可真是我的大宝贝 傅杨熙气急败坏 把他拽了出来 我曹卢张伟 松手 你他妈干什么呢 说着 连忙把明熙护在自己怀里 为人师表 男女授受不清不知道吗 长青班这边 叶冰老师发大火 这次考试 数学一共三个满分 楼上国际班都有一个 我们班竟然一个没有 赵远心下意警 国际班该不会是赵明熙吧 小口罩在这次考试中 得到了一个好成绩 十分的激动 傅杨熙却以为他这是 要抱抱的意思 特地张开双手 来吧 蒲双坐在他旁边 小声的说 只怕学习进度都赶不上 赵远摇摇头 我不紧张 我成绩高过他是一定的 怕就怕 他怕就怕甩开赵明熙的差距不够大 只有赵明熙排倒数几名 家里才能看出他俩的差距 赵远没说下去 就听见他喊道 圆圆排名出来了 你真厉害 三个班总排名 第二十名 赵远抬眸一看 陡然松了一半的气 对扑双笑了笑 这次没发挥的特别好 不知道谁忽然说了声 卧槽等下 我没看错吧 那是赵明熙的名字 他居然进了前五十 赵远听到这话 脸色都变了 迅速抬头看过去 接着就看见了他 完全无法理解 不可思议的一幕 赵明熙的名字 前面的数字序号是十九 从左到右挨的看过去 最为瞩目的是 数学那一栏 满分 他整个人处于真空当中 忍不住定了定神 我没看错吧 是明熙吗 十九名 在我前面 蒲双还处于震惊当中 张着嘴巴没回过神来 啊 赵远前面的男生听见了 扭头对他说 对 是他 你姐好厉害啊 除了声握 其他科目分数都好高 赵远的心里一咯噔 心情低落 怎么会这样 国际班这边 卢老师兴奋的说 你这次月考数学满分 总分国际班第一 三个班总排名 第十九名 柯成文十分的惊讶 卧槽 小口罩 哦 赵明熙 你有点东西啊 早知道 就让你借我和熙哥抄了 傅杨熙扬起了骄傲的笑容 抄抄抄 你眼里就知道抄 我从来不作弊的好吗 柯成文硬道 是 你卷子都懒得甜 还做什么弊 傅杨熙朝他大吼一声 你胆子肥了是吧 赵明熙还没反应过来 指着自己 看向傅杨熙 我第十九名 卷子没改错 真的假的 傅杨熙心都化了 怎么傻乎乎的 忍不住伸手在他头顶乱揉了一把 指不住笑意 考了全班第一 还来问我 这个倒数是不是真的 故意炫耀的吧 卢老师站在讲台上 非常的高兴 今天是我教学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也是我们国际班 扬眉吐气的一天 忽然教室门口 来了个生物老师 说有两个学生的生物成绩 出了点问题 总分还得重新排一下 把卢老师吓了一跳 傅杨熙往外看了眼 皱眉道 那万一分数比之前低 不是二人白 高兴一场吗 明熙叹了口气 果然是改错了吗 不过这才是正常的走向 与此同时 长青班也接到了排名要重排的消息 议论声更大了 我说赵明熙为什么考那么高呢 原来是分数出问题了 但一到填空题而已 即便扣掉这三分 也有697 还是很厉害啊 赵燕血液涌到头顶 脑袋一片嗡嗡响的感觉 总算缓解了一点 他勉强去计算了下 如果赵明熙扣掉那三分 那么自己便是第十九名 赵明熙则是第二十二名 还是在他之下 十分钟后 叶冰替换了表格 生物填空题有两个答案 但另一个属于大学范畴 所以第一时间改错了 赵燕一直死死盯着那投影仪 赵明熙居然是往上移动的 是加分 而不是扣分 他却因此掉到了第二十一名 怎么会这样 明熙以前成绩那么差 恶小夏看向赵燕 十分的阴阳怪气 看来他也不怎么样嘛 国际班的卢老师 激动的眼眶微微湿润 十七名 我交出了个第十七名 明熙 你给咱们搬开了个好头啊 明熙惊恶的起身 十七 这次不会再出错了吧 卢老师激动的泪流满面 不会 赵阳熙也起身了 看他考了第一 自己竟然有一种游戏通关式的满足感 明熙转头 看向赵阳熙 他站起来 他跟着站起来干什么 赵阳熙以为这时候小口罩 是热泪盈眶到了极点 看他那眼神 似乎是想突然滑的一下抱住他 赵阳熙瞄了一下其他人 可是这么多人呢 不好吧 但是不答应的话 他会不高兴的吧 接下来 他面红耳赤 张开双手 誓死如归地道 来吧 明熙愣住了 他不会是要抱抱的意思吧 赵阳熙一天不止 发疯一百遍 他见怪不怪 赶紧坐下了 赵阳熙又气又羞 原来不是要抱的意思吗 他掩饰尴尬的活动筋骨 赶紧当作无事发生 随后坐下 傅氏公子哥 被一个女孩送了千纸贺 见小口罩一直盯着自己 瞬间感觉慌了 被抓包了 小口罩吃错了 在想自己是不是要哄哄他 下课后 赵明熙叫住了卢老师 犹犹豫豫地开口 卢老师 百校联赛的人选定了吗 我现在十七名的成绩 不知道能不能参加 他神色却凝重起来 叹了口气 难啊 人选是金牌班 将老师决定的 一般能被选上的 都是一年内月考 平均成绩前十八名 你这次虽然是第十七名 但你之前在普通班时 成绩不是很理想 平均成绩被拉下来太多了 但老师会尽量帮你去争取的 明熙有些失望 但还是点点头 好 谢谢卢老师 五万的奖金 他还有争取的机会吗 卢老师看了一眼外面 寒风飘飘 明熙啊 最近气温骤降 记得多穿点 李老师特意盯住我 多照顾你 明熙愣了愣 最终笑了笑 笑得十分的灿烂 嗯 谢谢老师关心 没想到 李老师还一直在关心他 他正准备回去时 看见沈丽瑶在走廊上 看排名表 他不是从来不看排名吗 这次怎么会 明熙想了想 还是绕路回班上吧 沈丽瑶心里 有种莫名的预感 总有一天 他会渐渐爬到 与自己并肩的位置 让所有人看到他的光芒 但是 以前他能确定 他是为了自己 再往上爬 这一次 他却彻底不确定了 食堂这边 赵与宁听到消息 立马赶来了 姐 我有论坛说 今年孝庆主持人 可能是明熙姐 真的假的 蒲双却说 论坛都瞎说的 往年都是圆月 今年才没可能换人 他戳了戳饭 明显有些失望 往年都是圆姐 今年换一下也挺好的 蒲双忍不住大吼道 赵与宁 同样是你姐姐 你怎么都不问一下圆月 他这次没考好 心里不舒服 赵与宁边 扒饭边呆了一下 没考好 你这次不是22名吗 和平时一样 怎么就没考好了 话说明熙姐的成绩 进步好快 要是妈知道得高兴死 赵严极度忍耐着 既然月考输了 至少得在百孝联赛 和孝庆上扳回一城 他半上没吭声 片刻后挤出笑容 你想看明熙主持的话 到下午去找文艺老师 举荐一下明熙 他听言立刻惊喜道 真的吗 好呀好呀 赵严死死攥紧了筷子 赵明熙一天不回家 家里人的注意力 就都在他身上 扑双起身赶紧道 圆圆 下午有三个班的音乐大课 咱们先回去复习一下曲子吧 赵严点点头 嗯 好 赵与宁愣愣地坐在这里 看着他们俩离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是自己说错话了吗 下午 集体音乐课 赵严看见傅阳熙也来了 心里就更加慌了 傅阳熙和赵明熙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 这种大客傅阳熙 也要和他坐在一起 傅阳熙趴在桌子上 看着赵明熙 忍不住醋了醋眉 小口照家里人能不能行 买衣服的钱都不给的吗 又转头看了看赵严 怎么他穿得就格外暖和 简直太偏心了 烦躁地挠了挠头发 不行 他想到小口照被区别对待 就很烦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黑卡 递给小弟 眼神暗示 拿着卡 懂我意思吧 他比了一个手势 放心吧 七个 最后悄悄地溜走了 傅阳熙坐在桌子上 美滋滋地伸展了一下手臂 翘着二郎腿 不小心地踢到了前面 那个女生的凳子 那个女生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是傅阳熙 脸就莫名的红了 是国际般的那个谁 超有钱的那个 听着他们怯怯思语 他脸色一变 烦躁地摘掉降噪耳机 怎样 要打架呀 女生把一个千纸贺 放到了傅阳熙的面前 吞吞吐吐的说 给你的 傅阳熙看着这个千纸贺 眉头皱成了一团 撇起小嘴 什么东西 情书 这么老套的手段 他想着 准备拿起千纸贺 突然又顿住 觉得很不对 扭头看向他 却发现 明熙一直盯着自己 这一刻 他终于慌了 完了 被抓包了 小口罩该吃醋了 心里十分的纠结 是不是要哄哄他 傅氏公子哥 果真是个妥妥的恋爱脑 竟以为小口罩吃醋了 决定要哄一哄他 傅阳熙拿起手机 开始搜索 如何哄女朋友 他盯着赵明熙看了会儿 心情顿时不爽起来 都有人给自己送情书了 他怎么还有心思刷帖 竭力装作 只是不小心 用手肘碰了赵明熙一下 赵明熙以为傅阳熙嫌弃 自己位置占的太多 诧异的看了他一眼 你位置这么多 还急我干什么 然后还是不与他计较的 把书往左边挪了挪 继续埋头写题 傅阳熙有时候 真的被赵明熙的迟钝气坏了 简直要怀疑 他到底喜不喜欢他 到底是他太大股 还是笃定 他就认定他了 明熙低头做题 感觉到傅阳熙 一直醋眉盯着自己 哪里又惹到他了 傅阳熙视线落到 他的保温杯上 脸上的冷酷一秒破功 他要怎么告诉他 自己没那么好追 他得时刻保持警惕的 赵明熙注意到了他的视线 看向了自己的保温杯 于是把他拿了起来 试探性地问 里面装了豆浆 你是想喝 傅阳熙耳根顿时一红 他嘴唇粘过的杯子拿起来 这是什么暗示吧 这绝对是什么暗示 赵明熙领开保温杯 小心翼翼地倒在了杯盖上 他拿起杯盖 装作不情不愿地道 你非要让我尝一下的话 我就勉为其难地喝喝看 怎么还拿杯盖装 他嫌弃他 他喝完一杯豆浆后 盆栽居然奇异地冻了一下 50颗小嫩牙 可以长成一棵小树 现在 他已经有了一棵小树 和29颗小嫩牙 系统的声音响起 恭喜啊 解锁新的增加气韵的方式 50颗的苗 可以长成一棵小树 再存21颗 就可以长成第二棵小树了 明熙立刻又倒了一杯 给傅阳熙 眼神精亮 再来一杯 傅阳熙不明所以地 又喝了一杯 再来一杯 又灌了一杯 又再来一杯 又灌了一杯 竟有了一棵小树 和31颗小嫩牙 明熙高兴死了 再来最后一杯 傅阳熙快喝吐了 紧紧闭上了嘴巴 不了不了 她是故意的吧 惩罚她 刚刚和别的女生说话 明熙小声对她说 你要是喜欢喝的话 以后每天一杯 甜品换成这个 傅阳熙虽然心中甜蜜 但还是立马道 拒绝 我要甜品 哪有大老爷们 整天喝豆浆的 凶喝大了怎么办 赵明熙有些遗憾 好吧 这时音乐老师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傅阳熙 以前这样的课 通常是翘调 从来没来上过 今天竟然过来上课了 她那一头红色短发 十分显眼 台上的音乐老师 忍不住就把她叫上去 弹一段钢琴 坏了之前 傅阳熙站都懒得站起来一下 但今天 看着坐在旁边的赵明熙 她有意露一手 嘴唇一勾 于是懒洋洋的上台了 上台之后 傅阳熙行云流水的弹了一段 赵明熙忍不住放下笔 对傅阳熙刮目相看 她这么认真安静的样子 倒有种和平时不同的帅气 几分钟后 她弹奏完了 一起身 就看向台下的明熙 慢慢走了过来 别回味了 喜欢的话 以后再谈遍你听 老师喊你上去呢 赵明熙上台后 便拉了一小段熟悉的小曲 低沉优雅的乐声缓缓流淌 她虽然很久没拉了 有些声疏 但演奏一首曲子 应该不成问题 沈丽瑶坐在最后一排 明景了唇 视线紧紧盯着赵明熙 她居然会大提琴 身边的叶博开口 赵明熙居然会乐器吗 以前没听说过啊 沈丽瑶也同样不知道 她认识赵明熙两年 却好像从未了解过她 蒲双张大了嘴巴 赵明熙什么时候会得大提琴 而且演奏得还 赵明熙心里慌死了 那她竞争孝庆主持人 更没有优势了 随后准备离开 找老师定下来 蒲双立马追上 圆圆 还是你更好 你当情时及的 傅阳熙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问刚刚因为迟到 后溜进来的柯成文 她那是去什么方向 她回答道 文艺部的办公室吧 傅阳熙灵机一动 她该不会又要耍什么花招吧 忽然有些恶劣的笑了笑 你在高一 是不是有认识的人 柯成文只觉大事不好 七哥 你要干什么 她摸着下巴 玩世不恭的模样 当然是不能让某人的阴谋得逞了 傅氏公子哥 对小口罩的喜欢 是可以拿出手的 由于天气变得寒冷 她细心的给明熙 送上一款同款围巾 别人家有的 她家小口罩不能没有 她掰开傅阳熙的脸 紧紧盯着她脖子上的伤口 傅阳熙的心却砰砰跳 以为小口罩 要在教室里强吻自己 瞬间变得羞涩不已 回教室后 柯成文惊讶地看着赵明熙 你身藏不落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你会大提琴 他比较谦虚 也不是什么重要技能了 傅阳熙暴躁地 把柯成文的脑袋推开 收收你那张垂涎三尺的脸 傅阳熙忽然对教室门口 懒懒招了招手 那谁 过来 一个小弟赶紧跑过来 把一只大箱子 搁明熙桌上 让明熙先挑 明熙站了起来 问道 这是什么 说完他便打开了 看着一整箱子的 毛茸茸的围巾 看起来柔软蓬松 但很精致 柯成文解释道 哇 帮派围巾也 傅阳熙坐在桌子上 双手朝后撑着 长腿晃荡 得意洋洋地垂眼 看着赵明熙 现在你是头号小弟 让你先挑 他拿起一条围巾 精致地看了看 你们帮派的甄别致 又是手机壳 又是围巾的 可是才十月份就戴围巾 南方人这么怕冷 他准备收起来 下一秒 就被傅阳熙抢了过来 他一脸猛逼的样子 怎么了 傅阳熙没有回答 只是低头细心地 帮他围上围巾 小声地说了几句 都说了是帮派围巾 不能不合群 他心里暖暖的 这样就不冷了 赵远有的 他家小口罩不能没有 傅阳熙假装若无其事地咳了声 伸手拿了一款 同款不同色的围巾 既然如此 我也随便挑一挑好了 柯承文一边没挑起 这就叫随便挑一挑 我看您蛮精准挑选的吗 傅阳熙美滋滋地 正要摘掉自己脖子上 原先的将新的同款戴上 明熙一抬头 忽然发现他脖子右侧 靠近紧后的地方 有深长的血痕 明熙立马走了过来 把傅阳熙的脸掰了过去 两人一下子拉得很近 傅阳熙的心脏砰砰跳 他的眼睛宛如鸭语 又黑又长 清晰可见 明熙仔细盯着他的伤口 怎么又受伤了 和上次手背上的血迹一样 傅阳熙吓一跳 还以为他忽然要强吻 脸色顿时涨红 浑身僵硬如石块 傅阳熙眼皮子一跳 才意识到 他在看他脖子上的伤口 脸色一变 立刻把明熙推开 站至身体 后退两步 把围巾飞快裹上 明熙愕然地盯着他脖子 居然今天才发现 你脖子上怎么了 傅阳熙神情放缓 不以为一道 泡面水的温度太高 玻璃碗炸了 明熙醋眉 上次也是 傅阳熙心虚地看着他 轻轻嗡了一声 明熙不知为什么 心里莫名有点生气 再偏一点 都要碰到颈动脉了 你总是这么不小心吗 傅阳熙看他表情 心里忽然有点软 得意洋洋的洋起眉梢 臭屁道 小口罩 你没听说过吗 伤疤是男人的勋章 明熙听言 翻了一下白眼 但终究有点心神不明 他觉得 是不是自己吸走了 傅阳熙的气韵 所以导致傅阳熙 频繁受伤 系统对他道 你只是蹭气韵 不是吸收 傅阳熙受伤 绝对不是你的原因 明熙听到系统的话 多少松了口气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安 他打算先暂停 蹭气韵几天 观察观察情况 而这边 赵宇宁忽然被一个朋友 火急火燎地 拉去文艺部办公室 快点快点 有个高三学长找你 赵宇宁在高三 压根不认识什么人 但是朋友前置着他 根本正不脱 抱着烦躁的心情 被拽到了文艺部那边 还未走近 便忽然听到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 老师 下个月孝庆主持人的人 选定了吗 赵宇宁下意识 顿住脚步 以为赵宇宁是来 举荐赵明熙 还是圆圆节大步 于是越发不敢打脚 就站在外面等他出来 他在这里 偷偷地瞄了几眼 这也算完成科学长的 嘱托了吧 办公室里面 赵宇心有不甘 老师 我已经当了两年主持人了 有能力 也有资格胜任 这次的主持人 但老师觉得 明熙的呼声也很高 他促紧了眉头 但论坛很多人 怀疑他作弊 他是我姐姐 我清楚他的水平 他考试前 还找过沈丽瑶 他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突然猛的心里一震 怎么会这样 赵宇宁他从来都是 不争不抢的呀 明熙得到了百孝联赛 唯一一次的名额 却被人骂 富士太子爷 花钱给麻子买的名额 他简直气疯了 什么麻子 他飞速用手机摆度了下 是什么骂人的词汇 原来是指某个人的女朋友 看了眼之后 他脸上的怒容消了 门啪哒一声打开了 赵宇从里面出来 一回头 正对上赵宇宁不敢置信的眼 空气死记了半晌 赵宇吓了一跳 悚然一惊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他不知道是 他来了多久 听到了多少 这天放学后 他们回到家 气氛相当僵硬 赵母看见赵宇眼圈发红 责问赵宇宁 你又干了什么混账事 给你姐姐道歉 赵宇宁简直要气疯了 你怎么不问问 他干了什么 他污蔑明希作弊 他像不认识了一般 盯着赵宇 还装 把我们所有人都玩得团团转 爽吗 赵宇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为什么你要偏向明希 不听我解释 赵宇宁气得口不择言 大侯道 因为你揪战雀巢 你配让所有人偏向你吗 赵母上前几步 打了赵宇宁一巴掌 他摸了一下受伤的脸 冷漠的开口 我算是知道 明希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了 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 说完转身离开 赵宇宁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想不明白 赵宇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难道是赵明希搞的鬼 第二天 大课间 赵宁抱着一本书在教学楼下走着 昨晚问了同学 都说自己走的时候 赵明希还在演奏 下意识抬头往上看 忽然对上了一道教学楼五楼 投过来的视线 隔得太远 看不清那是谁 但是红色张扬的短发在阳光下 被金色蕴染了一层 已经说明了她的身份 会是赵阳希吗 赵宁不太敢相信 堂堂富士太子爷会为赵明希 针对自己一个小女生 他一定要查清楚他们的关系 教学楼内 卢老师从后面追上来 叫住了明希 新小姐 我们学校这次百校联赛 多了一个名额 明希惊呆了 心脏砰砰砰直跳起来 男演脸上的激动 真的吗 卢老师也很高兴 对 我现在就去给金牌班 将老师说一声 说不定能让你去呢 叶博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赶紧告诉沈丽瑶 卧槽 还真被孔家泽说中了 我们学校真多了个名额 他忍不住道 姚神 我觉得孔家泽也挺好的 会跳芭蕾 成绩又好 沈丽瑶脸色冷得吓人 吐出两个字 闭嘴 叶博善善地闭了嘴 他将注意力放到沈丽瑶 已经做完的零件上 才发现机器人拼错了 自从赵明希说了 不再喜欢姚神 姚神的出错率也太高了吧 他试探性地说 要不你去把赵明希追回来 沈丽瑶的手一顿 清冷地眉梢拧着 叫你闭嘴 再吵出去 叶博叹了一口气 完了 彻底完了 多了一个名额 这件事也传到了长青班 长青班的木娇的军分 正好是第十九名 每次都刚好 和竞赛名额擦肩而过 可是这次突然传来消息说 多了一个名额 那不稳稳的就是他吗 赵苑醋梅 看来赵明希没机会参加了 至少百校联赛 是他赢了 这时 一枚重磅炸弹 在这栋楼炸开了锅 名单公布出来后 最后一个参加的 却赫然是赵明希 扑双起身 大吼道 论平均成绩 第十九名是木娇 为什么他被刷掉了 又是暗箱操作 明希到底花了多少钱 或不对 是傅阳希 到底给他花了多少钱 而且听说这个名额 还是高教授特意申请的 学校也太草率了吧 赵苑狠狠地咬紧牙关 傅阳希就这么 喜欢帮赵明希 处处和我作断 与此同时 国际班 有个同学惊讶到 赵明希 这次 你可给我们班长脸了 明希愣了愣 真的是我 傅阳希心中窃喜 走开走开 小口罩 可是要参赛的人 别被你们传染变蠢了 走廊里 有人叫嚣 傅阳希 你有本事给马子花钱买名额 有本事出来啊 傅阳希听到后 生气极了 什么马子 他飞速用手机摆度了下 是什么骂人的词汇 原来 是指某个人的女朋友 看了眼之后 他脸上的怒容削了一半 柯成文看着傅阳希 忽然莫名其妙 红起来的耳根 你不生气吗 傅阳希像争信的醋眉 生 我好生气哦 傅氏太子爷受伤 跟小口罩蹭气运无关 但是保险起见 明希决定 先暂停接触一段时间吧 而傅阳希 却以为小口罩生气了 瞬间感觉心态崩了 也因此 明希的二哥赵末出现了 傅阳希不悦地起身 这群人还真是过躁 飞着一张脸走出去 一群人便顿时纷纷往后退 他懒洋洋地扫了他们一眼 吵什么吵 赵明希就是有这个实力 长青般的人 越说越狂妄 有本事公平竞争 别在背后耍下三滥的手段 傅阳希彻底怒了 你再说一遍 赵明希起身要出去 被柯成文艺拽住 你出去就是火上浇油 等希哥解决再说 他坐立不安地看着外面 大汗地赶过来 干什么呢 又想扫厕所是不是 傅阳希用一种危险的眼神 盯着教导主任 冷冰冰地开口 你敢让我扫厕所 我就敢拆楼 教导主任咽了咽口水 被这句话吓死了 叶冰老师也赶了过来 主任 您总得交代清楚 为什么名额不是木娇 而是赵明希 教导主任解释的 舌头都要起泡 说了 这是高教授特意给赵明希申请的名额 江老师也追问道 主任 我们不能为吴斗米折腰 这名啊 还是按照规矩 给木娇同学吧 傅阳希吃的一声就笑了 有趣 我都没给过你 谁稀罕你那老妖 江老师简直气坏了 面色战红 怒目原睁 怎么跟老师说话的 忽然一句严厉的 不尽人情的立声打断了他们 江广平 你在胡闹什么 赵明希是我的关门弟子 月考那道大题 只有三人做出来 他就是其中之一 有什么不公平 叶冰老师是吧 不如竞赛副主席给你当 众人一看 就看见教导主任 举着手机 正在打视频电话 这人还真的是高教授 他们俩迅速鞠了一个躬 高教授烦死了 命令他们 别再打过来了 木娇接受不了 跑走了 叶冰老师见自己的学生还在 大吼一声 都愣着干什么 回去上课 傅阳希笑眯眯的走回教室 他就知道 他加小口罩 是凭自己本事拿到的名额 扫了一眼明晰的位置 他却不在 问柯成文 他人呢 他抬眸 老实交代 走廊那群人刚散 他就说 要去图书馆自习 傅阳希准备 坐回自己的位置时 发现了桌面上的变迁 他拿起来一看 以后作业你自己写 漫画书你自己收拾 甜品也没有了 他的心态瞬间崩了 到底哪里做错了 怎么小口罩突然就生气了 与此同时 图书馆这一边 明晰还在想系统说的话 傅阳希受伤 跟他蹭气运无关 但是保险起见 先暂停接触一段时间吧 忽然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 小豆芽菜 又在装模作样学习呢 那我看看 你做的什么体 明晰转头一看 就看见自己的二哥赵末 出现在面前 但他不是在国外吗 仔细一想 今天是赵夫人的生日 无论怎么忙 也该回国了 他伸手去拿明晰桌子上的 竞赛提及 嘴里悠了一声 习惯性的讥讽道 居然是竞赛提及 我劝你还是放弃 你再怎么学智商 也就那样 明晰立马站了起来 将书本从赵末手里夺了过来 然后飞快的放进书包里 把书包摔到肩上 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他有些诧异的 看了赵明晰的背影一眼 这是怎么了 自己以前拿他开玩笑 他也没这么大反应啊 赵末迅速跟了上去 明晰飞快地下着台阶 他习惯性的恶劣的伸出手 掐一掐明晰的脸 小豆芽菜 你嚣张了 现在不学赵苑 该走叛逆路线 明晰却啪的一下 打掉了他的手 十分冷漠地说了巨滚 他不会再浪费五年的时间 在他们身上了 傅氏公子哥 发现一个陌生男人 跟明晰拉拉扯扯的 被误以为是流氓 二话不说的 就朝他狠狠地踢过去 小爷的人也敢欺负 只有死路一条 傅杨夕对小口罩的宠爱不一般 温柔地揉了揉 他的小脑袋瓜 小口罩很感动 至今没有人为他这么出过头 加人不加人的 好像不那么重要 对自己好的人才最重要 赵末还以为 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手都僵住 用天方夜谭的眼神 看着赵明晰 呆愣地重复了一遍 你让我滚 他怒骂道 我他妈刚从国外回来 你不打声招呼就算了 还让我滚 赵明晰 你他妈 是不是太叛逆了点 说着扣住明晰的手腕 跟我去酒店 今天生日宴 我没心思管教你这种 不知好歹的小屁孩 明晰末地将手腕一扬 将他的手拍开 不知道是不是赵末的错觉 他觉得赵明晰 看他的表情 像是看一只 曾经接近过的苍蝇一样 带着后悔 他后悔什么 后悔讨好过他这个二哥 还是来到过这个家 明晰很明确自己的态度 我不会回去的 你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不想明天 出现在社会新闻版面 就赶紧滚 赵末被他嫌弃的眼神 看到瞬间暴怒 你叫啊 他勾起唇脚 嗡了一声 我忘了 你只是个不温不火的十八线 粉丝全是僵尸 这点事 未必有人会关注你 赵末期的血压直线上涨 眼珠子张红 在愤怒之余 他看着明晰冷淡和厌恶的神情 狠狠地拽住了他的手腕 跟我回酒店再说 明晰拼命地挣扎 我不去 傅杨夕正和柯成文拎着外卖 往图书馆走 还没走近 便见一个戴着鸭绳帽的陌生男人 对赵明晰拉拉扯扯的 傅杨夕脑袋嗡的一声 理智的拉扎咔嚓断了 脸色暗沉地走了过来 小爷的人也敢欺负 简直是找死 他过来 一脚就将赵默踹飞 赵默猝不及防 砰个一下 横腰撞在铁网上 眼貌惊心 帽子被撞飞起来 卧槽 谁啊 明晰想去阻拦 却被柯成文拉住了 希哥 这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要把握住啊 旁边的几个男生喊道 卧槽 希哥 希哥在揍人 谁 流氓吗 有流氓溜进学校欺负女生 拳头硬了 他被傅杨夕怒怒气冲冲地狂揍中 赵默死死地护住脸 大叫着 别打脸 三十分钟后警察局 民警仰着头 呵斥眼前一个高个子男生 你为什么要染红头发 为什么要打人 傅杨夕昂头不服气 他是个变态 不揍他揍谁 至于红毛 因为我帅啊 法律也没规定 红毛不能做人吧 说完 傅杨夕扭头看了眼 匆匆拎着公文包赶过来的律师 赵明熙他人呢 但连锐利的张律师连忙走过来 傅少 赵小姐在外面等着呢 傅杨夕醋了醋眉 别让他跟臭流氓待在一块 被另外一个民警训斥的赵默愤怒道 谁他妈是臭流氓呢 我是他二哥 二哥 今天让他回去参加生日宴的 赵战怀皱眉 你少说两句 闭嘴 民警也顿时何止过来 你也别捣乱 既然是哥哥 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误认为是流氓 谁让你动手动脚的 赵默怒道 我是一人 他被私生饭跟 就急着想带他回去 柯承文笑了 还私生饭 你私生饭 还没我们西哥多呢 傅杨夕暗示张律师 我觉得我掉了好几根头发 你去现场数了吗 他附和着 数了呢 少爷放心 他推了一下眼镜 看着气到发抖的赵默 和一旁脸色发青的赵战怀 那么两位 接下来的事情 由我全权代理 和你们交涉 傅杨夕和柯承文 从民警办公室出来 赵明熙在走廊外 坐立不安的等着 见他们出来 连忙站起来 怎么样了 没多大点事 为了不连累柯承文 张律师应该会私了 傅杨夕去看明熙的手腕 见细白的手腕上 没有留下什么勒痕 心头憋着的那把暴躁的火 才没那么忘 卫生室的人催 快点过来上药了 傅杨夕冲着走廊那头吼道 等一下 他顿了顿 因做错了事 不敢抬头看着明熙 小声道 不好意思啊 小口罩 打了你哥哥 我不知道他是 明熙笑了笑 打断了他说的话 没关系 我才不在意他们呢 你们没事就行 柯承文连忙开口 我们没事 兄弟就是要讲义气嘛 而且你放心 熙哥已经教训过了 今天的事 不会有人说出去的 傅杨夕揉了下 赵明熙的头发 语气轻快起来 那你在这里等一下 别走开 我们去卫生室 处理一下伤口 待会儿 咱们一起走 明熙点点头 好 除了贺阳和董申 还没人这么为他出头过 其实有时候 家人不家人的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对自己好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小口罩这一次 彻底的跟家里人 断绝了关系 保护着他 既然他们不要小口罩 那小口罩就是他的了 赵母脑袋转不过弯来 完全无法理解 什么叫明熙 要和我们家划清界限 他不就是离家出走吗 赵站怀看起来疲倦无比 怀柔着眉心道 事实上 他从上次离开家之后 我就没办法把他劝回来了 怕你生气 才一直瞒着 赵父脸色铁青 我不在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赵站怀无法解释 一向温和的脸色 也有些绷不住 您二位先问问自己 对明熙关心过吗 赵母非常笃定 她就是耍小孩子脾气 赵雨云蹲在一边 听着三人吵架 同样心情烦躁 就是因为他们都这样 赵明熙才不愿意回来的 他们三人从警局走了出来 转身对傅杨熙说 你们等我一会儿吧 有些事情还是得处理掉 柯承文有些担忧 赵明熙 你不会真的要和你家里人断 傅杨熙立马打断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旁人智慧都很讨厌 赵明熙 谁的话都不要听 自己做决定 只要想清楚了 什么决定都是好决定 明熙看着傅杨熙 坚定递点点头 傅杨熙冷冷扫了 那一大家子人一眼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但也清楚 总得给点空间 让小口罩自己解决 她想了想 伸出手道 你手机给我 明熙把手机掏出来 递给她 傅杨熙把她手机 飞快地调到电话界面 输入了她的手机号码 然后塞进明熙手里 接过她的书包 语气意外地稳重 给你设置了屏幕长亮 见面是我的手机号 待会儿你一按拨号键 我就会过来 明熙点点头 转身朝赵父赵母那边走去 夜色很凉 但她感觉身后有了坚实的墙 明熙掀开的口 别来找我了 一次又一次很烦 赵母脸上表情开始出现变化 身体因为不敢置信 而轻轻抖动 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什么事情回家慢慢说 明熙冷冷到 杰力说得更清楚点 那这家人一次听懂 断绝关系的意思就是 你们无需再养我 我也不用承担赡养责任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就是两步向前 明熙拿出一张卡 丢给了赵战怀 你们的钱我不再钱 角落里的赵雨宁顿时站了起来 大喊一声姐 明熙直接打断了 不要叫我姐 赵母有那么一瞬间 差点没喘上气来 捂住胸口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你就一定要在今天说这些气话吗 赵战怀心里又刺又痛 是啊 至少今天别说 明熙强忍着泪水吸了一口气 从来都不是气话 一开始就说错了 我不该期待亲生父母 不该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现在你们不用在我和赵苑中间为难 更没人再爱你们的眼 请你们就当是最后一次尽责 放过我 行吗 下一秒 他拨通了手中的电话号码 空气一时之间死记无比 风声隐隐约约的再哭号 片刻后 一辆从未见过的黑色越野摩托车开了过来 引擎声嗡鸣中 停了下来 眉眼俊俏 红发嚣张 他俯身将冰凉的头盔盖在明熙脑袋上 明熙看着他 心头落定 关系彻底断了 傅阳熙把他下巴上的搭扣系上 指尖轻轻一弹 不着痕迹的将赵明熙眼角的一点闪光失去 忽然笑了笑 离开家这种鬼地方 这么开心 上车 既然他们不要小口罩 那小口罩就是他的了 赵家这一边 赵苑上楼 就听见了哭泣声 抬眸看过去 就看见赵母坐在沙发上 哭得十分伤心 他走过去蹲了下来 轻声安慰 妈 别伤心 你还有我呢 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赵母看见赵苑穿的这个礼服 莫名觉得喉咙有点堵 明熙已经被排挤出了家门 赵苑却还穿着明熙的裙子 之前 赵苑经常穿给明熙准备的衣服 赵母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将自己亲生的女儿越推越远 可蹭气运人员名单第二位的江修修出现了 小口罩视线一直落在他身上 富士公子哥 醋意大发 很不爽地问道 你到底是我小弟 还是他小弟 小口罩想了想 我不能两个都当吗 当老大这种事 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二 那他肯定选择富阳熙这个百分之六啊 明熙坐在摩托车后座 双手搂着富阳熙的腰 车流如铺 夜间冷冽的风刮过他的并肩 片刻后 摩托车停了下来 取下了头盔 也帮明熙取了下来 伸手整理了一下他的刘海 把围巾捂紧 晚上太冷了 再吹下去 我俩的手指都要冻僵 明熙抬手摸了一下他的伤口 问道 疼吗 富阳熙摸了摸唇角的窗壳贴 这点小伤无所畏惧 柯承文也把车子停在了马路边上 车窗降下 赫样探出头 对明熙喊道 明熙 明熙十分的激动 怎么把赫样也带来了 柯承文笑得很开心 一刀两断破茧成蝶的好日子 怎么能不去吃点烤肉庆祝一下 熙哥就让我叫上你朋友了 赵明熙 快上车 他走过去拉开车门 富阳熙忽然打断 大不留心走到车门前 把车门一开 从里头拽出了男生 江修秋 你做副驾驶作曲 江修秋打了一下招呼 好久不见 你就是这样 对待你的老朋友的 明熙顿时眼睛一亮 这不是那个 可蹭人员名单第二位吗 明熙视线一直落在他身上 富阳熙掐着表数了十秒 就见赵明熙 他还盯着江修秋 江修秋长得有那么帅吗 他都没这么顶过他 明熙回过神来 发现富阳熙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脸色还突如其来的臭了 一头雾水地问 怎么了 富阳熙竭力不酸溜溜地道 大晚上的你 视力真好 他推着明熙 快速上了车 随后一行人 在热气腾腾的烤肉店坐下来 明熙和江修秋同时问出了声 原来是你啊 问完后 两人都是一副惊讶 随即了然的表情 富阳熙脸上 更是结了一层冰霜 很不爽 是你个屁啊 小口罩 你和江修秋早就认识 明熙解释道 认识到没有 就是之前替他代考过 文艺工的大提琴考试 就是那个昵称叫 Handsome J的 富阳熙拉长了脸 那你俩 已经加过微信了 明熙点点头 对啊 他醋意大发 那岂不是很有缘分 明熙倒了一杯酒 这么说也是 他笑眯眯地伸出手 雇主 握个手吧 以后还有类似委托还找我 江修秋握了上去 没问题 明熙这时小嫩牙 长了一点五颗 虽然没有富阳熙那么多 但也够令人高兴了 明熙心潮澎湃 又问 江修秋 你这么久 没来学校 需要人帮你整理试卷吗 还有你平时值日 需要人给跑腿吗 课程文默默 看向富阳熙快绿了的脸色 我的天 赵明熙 你就不能看看脸色吗 江修秋还没来得及说话 富阳熙一把把明熙的身子 拽了过去 双手攥着他肩膀 恼怒地盯着他 你到底说我小弟 还是他小弟 明熙认真回答 我不能两个都当吗 当老大这种事 还有职业竞争的吗 富阳熙气急败坏 大吼一声 不行 一扇不容二虎 懂吗 你选 江修秋在旁边笑得疯狂 没办法呢 我的人格魅力 挡不住呢 明熙心想 6%和2% 那他肯定选择富阳熙这个6%啊 笑着说 那我还是选择当你小弟吧 富阳熙耳根一红 心头舒坦了 眼神狂霸酷炫拽 看来还是我人格魅力大呢 明熙身上很暖和 看着眼前这一群年少的人 插磕大混 心底也暖和 有一些东西 悄无声息的滋生 弥补了他心中空落落的角落 明熙开心的多喝了两杯 开始感觉脑子晕呼 看着富阳熙在晃了晃 开始变成两个富阳熙 明熙撑着脑袋 漂亮的脸上泛着红韵 搂着富阳熙 哇的一声哭出来 声音带着沙哑的鱼韵 我奶奶 富阳熙猛啊 什么情况啊 富士公子哥 为了让小口罩开心 特地带他去了从小生长的地方 明熙感觉有他很温暖 就算没有气韵 也是很重要的人 贺阳才想起来 他自己也有点晕 完了 明熙不能喝酒 他一沾就醉 富阳熙醋眉 你怎么不早说 明熙在富阳熙怀里 呜呜哇哇的大哭 他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没见过 手上沾着辣椒 越抹眼睛越辣 眼泪流得更加汹涌了 富阳熙很少看见 赵明熙这种崩溃的哭 心里揪了起来 扭头问贺阳 他奶奶是谁 住在哪里 贯阳长大 明熙身体轻飘飘 脑子像是进了水 晃悠悠 但是依熙能听见他们的对话 他顿时悲怆的又哭了出来 奶奶去世了 都怪我 富阳熙轻声安慰 不怪你不怪你 回家好不好 柯承文看着明熙 心情复杂 没想到他的经历如此坎坷 店外的路灯的光照在地上 寒气中飞扬环绕 冷得要命 明熙低头往下看 富阳熙怎么又再给他系鞋带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只感觉好冷呀 怎么还没有到家 富阳熙起身 细心地给他系上了围巾 明熙却以为 这是暖和的电线杆 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 总算不冷了 接下来彻底失去意识 他睡了一觉 早上 隐情的嗡鸣声 以及轻微的摇晃 让明熙感到头疼欲裂 等到明熙模模糊糊地有了点意识 快要睁开眼时 第一个感觉就是冷 怎么回事 比昨天冷多了 气温突然骤降了十几度吗 入眼的是一道有些脏的车窗玻璃 他在车上 人贩子 明熙朝左边看去 富阳熙坐在他左边睡觉 明熙突然安心 明熙又朝右边看去 是一个破旧而熟悉的车站 这里是同城 车子停下来 司机操着本地口音 到了 醒醒下车了 他们都醒了 从车上走了下来 富阳熙打开了明熙面前的车门 明熙眼睛红肿着 呆呆愣愣地看着他 这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 爱丽丝梦游先进吗 还是什么 怎么一觉醒来 就回到了以前生长的地方 见他愣着不动 富阳熙微微俯身 嘴角一勾 笑了起来 对明熙道 Welcome home Girl 贺耀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你们国际班的人都这么有病 柯成文趁着富阳熙没空收拾他 小声道 实不相瞒 我是最正常的 而且我还是搬草 明熙从如坠梦中的状态回笼 下了车 情不自禁地平住了呼吸 忍不住问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柯成文笑了笑 你们镇上没有停机坪 所以 飞机先飞到了市中心 然后吸个包车来的 明熙下意识地看向富阳熙 他很难形容此时的感受 就像是最冷的时候 送来了炭火 告诉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富阳熙看了眼明熙 动得发白的耳垂 催促道 好了好了快进去 这里风好大 明熙看着他的背影 微微一笑 现在对明熙来说 他是一个即便没了气韵 也很重要的人 他伸手 打开了小院的门 熟悉的竹边小茶几 已经不见了 被丢在檐下角落里割东西 许久没人动过 落了一层灰 一切都误使人非了 江修丘操着手 毛衣领恨不得带过头 冷得浑身哆嗦 喝了口冷气温 你让他们什么时候过来接 富阳熙看了眼明熙 漫不经心地说 我家小口罩 好不容易来一趟 况且我查了一下 回去的绿皮火车 只有早上七点那趟 江修丘眼皮子猛难一跳 我们来的时候 四人飞机呢 富阳熙嘟了嘟小嘴 我们刚下飞机 就惊动了我家老爷子 现在五十二个未接来电 他把我全线取消了 江修丘眼眸垂了垂 阿门希望你回去还活着 他丝毫不在意 为了小口罩 挨顿打算什么 富阳熙走了过来 递给他一个云南白药的蒸汽眼罩 东看西看就是不看他 装作随意的 敷一下 你眼睛都肿了 明熙拆开一次性眼罩的包装 戴上后 显得更像一只发猛的兔子 明熙用手把热呼呼的部分 往眼周按 问道 你从哪里弄来的 富阳熙又掏出一个铜款 给自己戴上了 就随便买的呗 江修丘小声的说 也不知道在客运站 让司机把车子 停了大半天的是谁 明熙两眼看了看 有些歪了 他就垫起了脚尖 伸手整理了一下 富阳熙末地平住了呼吸 心在砰砰的跳 富士公子哥的弱点 竟然是害怕一只狗 但为了保护小口罩 他勇敢的直面恐惧 把明熙护在了自己身下 柯承文宛如大马猴般 跳了过来 嚷嚷道 不公平啊 我也没睡好 为什么没有我的眼罩 富阳熙气急败坏地 把他脑袋推开 没了 就两个 明熙昨晚刚受到 他们的那么多帮助 非常不好意思地 把自己脸上的眼罩摘下来 要不我得给你 我睡饱了 眼睛不难受 柯承文刚要高兴接过来 富阳熙啪的一下 就把他手打开 臭着一张脸 抠抠索索地 掏出了另外三个 拿去拿去 柯承文满脸问号的结果 明熙问道 不是只有两个吗 富阳熙脸不红心不跳 眼皮子不眨 我刚才忘了 还有一盒 抱着瓷盆过来洗菜的李婶 看见明熙来了 很高兴 明熙热情地叫了一声李婶 我好想你啊 我想先去山上看看奶奶 李婶宠溺地揉了揉 她的小脑袋瓜 去吧 晚上回来 李婶给你们做好吃的 下午 明熙来到了牧园扫墓 除了格外未冷 离不开火盆的江修丘 其他三个人和她一起去 拜计完后 明熙便对他们道 要不你们三个先回去吧 赫样身上冷得瑟瑟发抖 柯承文转头看向明熙 那我们先回 你自己小心点 别摔了 富阳熙装作没听见 我不了 我等你 山上偏僻 一个女孩子确实不行 柯承文便说 那熙哥你再陪明熙待会儿 我和赫样先下去 两人一走 山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明熙沉默地稍找指前 富阳熙站在一边低头看着她 心烦意乱 也不知道该安慰她些什么 简直想把柯承文叫回来 明熙先抬头看了她一眼 笑了 不用安慰 我不难过 咱们是明天回学校 富阳熙松了口气 刚要说回去坐火车的事 忽然两个人都听见了一声 持续性的狗的疯狂吠叫 叫得实在太恐吓人 仿佛随时要冲过来 明熙吓了一跳 迅速放下指前站起来 这里什么时候有狗了 她拽起富阳熙的手腕 就要拉着她走 可明熙握住她的手心里 全是汗水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富阳熙死死盯着那条脏骚 身体格外僵硬 明熙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 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甚至揉杂着一些冷意 她被她吓到了 惊叫一声 富阳熙 富阳熙才勉强从那种状态抽离 她喉结动了动 反应过来后叫了声糟糕 迅速拉着明熙转身跑 两人就迟了这么一会儿 迎面就冲过来一只 呲牙咧嘴的体型高大的脏骚 带着几分腥臭的热气 几乎扑鼻儿来 明熙跑得太快 被一个石头给绊倒了 瞬间就要倒下去的时候 富阳熙下意识地连忙护住了她的脑袋 不让她受任何伤害 但是眼见着那狗又要冲过来 忽然狗被叫住 大黑 一个当地的农民表示很不好意思 你们没事吧 富阳熙脸色很臭 朝着那牵着狗的中年男人暴怒 你别管我们了 把你家狗刷好拉走 随后 她扶明熙起来 受伤了吗 快回去洗洗 她摇摇头 没有 回去之后 明熙洗完澡出来 江修丘坐在沙发上问 你们遇到巨型犬了 明熙想到下午富阳熙的反应 觉得不对劲 有点担心 富阳熙是不是对狗有什么阴影 她今天的反应很不正常 甚至回来洗澡 她都一直沉默不语 简直和平时的肖章判若两人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江修丘刚要说话 就被洗完澡出来的富阳熙打断 草 被我抓住了 不要在背后说 小爷我的坏话 她又恢复了平日里的臭屁样子 不悦地看着赵明熙道 小狗照你说了 只认我当老大 你还和别人在一起说我坏话 明熙偏过头去 我没有 另一边 赵家别说 赵湛怀回到家后 看了一封律师函 要求他们将赵明熙小姐的私人物品 也就是照片 户口本等物 尽快返还 并特地强调 合照中请将赵明熙小姐的肖像裁剪掉 赵母眼睛红肿着 哭得十分伤心 她真的没想到 明熙是动真格的 富士公子哥 真的太喜欢小狗照了 为了她不惜跟家里人去斗 赵母捂着脸哭了起来 她怎么如此决绝 她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赵院反而像是 被他们忽视了一样 站在角落 咬着下唇 指甲渐渐掐进了手心 明明在赵明熙来之前 他们都只属于她一个人了 她小心翼翼地坐下来 对赵母提起来 被赶走的保姆张阿姨 这次赵母的回答 却很坚决 而且很不耐烦 她提起来这个人 她都那样欺负明熙了 肯定留不得 你别替她说好话了 赵院只感觉 家里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她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要不 我还是离开这个家吧 明熙应该是讨厌我 所以才不想回来 赵母看着赵院眼圈泛红 心里也有些难过 别说这些胡话 赵墨在娱乐圈 见惯了女人的哭泣 她看赵院的眼神 顿时有些微妙起来 这种时候 说这些话 听起来好像是很善良 但怎么感觉 哪里不太对劲呢 另一天 恶小夏来到了赵家别墅 为什么 她发现有个男生爱慕赵明熙 在日历上标注了她的生日 12月24号 但恶小夏凭直觉感觉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有些怀疑 他们俩有一个是私生女 保姆为她打开门 你好 请进吧 但她一进赵家 就发现赵母正在吩咐人 给赵明熙的房间里的东西 盖上防尘布 而且赵母脸上还流着泪水 什么情况 因为赵明熙离家出走 这么伤心 赵院一眼便看见了恶小夏 脸色立刻变了 谁让你进来的 快出去 一旁的保姆慌了 连忙道 小姐让你快走 恶小夏嘟了嘟小嘴 凶什么凶 以前赵家可都是围着赵院转的 可方才阿姨 因为赵明熙离家出走 如此伤心 加上之前赵大哥去学校找的是赵明熙 而不是赵院 她更加肯定了 赵家发现了赵院不是亲生 难道赵院才是私生女 必须从赵院或者赵明熙身上套出点 庆熙 晚上9点 他们坐车来到了A市火车站 明熙急匆匆的从赵阳熙手里接过书包 我差点忘了 我得去机场接几个长辈 董家人的航班是十点落地 还有一个小时 白得紧 柯承文从停车场把车子开过来 我送你吧 然后再送赫阳和江修丘回家 明熙觉得太麻烦柯承文了 人家也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没怎么休息 便赶紧道 去机场会绕很远 大家都累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赵阳熙立刻把赵明熙推了进去 行什么行 大晚上的你想被黑车拖到山沟沟里 去卖掉吗 江修丘撇了傅阳熙一眼 拍了拍他的肩 低声道 自求多福 明熙急切的仰头问 那你呢 傅阳熙满脸嫌弃 本少爷当然是等家里人来接 怎么可能给你们挤一辆小破车 干嘛 你该不会是担心我 话音未落 就听见明熙道 我担心你 傅阳熙情不自禁吞咽一下 他心脏砰砰直跳 视线落在赵明熙脸上 傅阳熙不由自主 想要勾起嘴角 但是又怕被发现 他赶紧舔舔后槽牙 别开头去 一秒便冷酷 切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明熙问 你私自调动私人飞机 还翘客 你爸妈不会责骂你吧 傅阳熙笑了笑 我可是家里的毒苗苗 不会有事的 伸出手拍拍明熙的发顶 得意洋洋道 你快去吧 别耽误行程 明熙嘱咐他 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他站在原地 默默地看着车子远去 随后 一辆黑车就开了过来 少爷 老爷子让您 立刻去趟老宅 半小时后 傅家老宅 一个轻取的老头 抄着棋盘 将傅阳熙 揍得上蹿下跳 私自调动飞机 还敢不接我电话 小兔崽子 往哪儿跑 傅阳熙大喊道 救命啊 杀孙子呢 他扒拉着假山 扭头蹬向老爷子 暴跳如雷道 我就是喜欢他 你要敢动他 我立马跳楼 不对 我从傅氏大厦上跳下去 让傅氏股票崩盘 傅氏公子哥 竟然还有一段悲痛过往 他的母亲和爷爷 都认定 是他害死了 自己的哥哥和父亲 因此活在了痛苦之中 幸运的是他 还有小口罩 如果明熙知道这件事 他会怪他 还是会对他说一句 我很担心你 傅阳熙在上面道 我死了 傅家就没人继承了 老爷子气得浑身哆嗦 如果不是你哥死了 轮得到你 你害死了你爸 和最优秀的哥哥 傅阳熙浑身一僵 从上面跳了下来 张律师手里接过来一个文件 直接扔在了傅阳熙的脚下 我反正是 不管你了 但你别蠢到 被人利用了 还帮人数钱 他捡起老爷子 扔给他的东西 却打开都懒得打开 八成又是在他和明熙之间 制造误会 他随手扔还给了张律师 我猜不信 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到的 老爷子面色铁青 滚滚滚 滚回自己家 别让我看见你 傅阳熙只好转身离开 张律师回头看了一眼傅阳熙 明明之前 还是个谦逊有理的孩子 可自从那件事 之后就变了 傅阳熙一打开门 就看见自己的母亲 坐在沙发上 冷漠的开口 知道回来了 听说还进了警察局 真是能耐了 他一言不发 继续向前走去 下一秒 一个玻璃杯便摔了过来 砰的一声 玻璃碎片乍箭开来 从傅阳熙手背划过 他再也忍不住了 你又发什么疯 我去警察局 是张律师捞的我 我用私人飞机 也是我名下的 关您什么事 于家荣咬牙切齿地问 你害死了你爸和你哥 还有脸这么开心 你还有脸谈恋爱 你是不是忘了 你对他们做过什么 傅阳熙面色黯淡 也很伤心痛苦 于家荣越走越近 死死盯着面前的少年 摸着他的脸 生生气血的结问 开心吗 你一个人活了下来 为什么你一个人活了下来 因为你 你父亲和哥哥都死了 两条命换一条命 值得吗 傅阳熙强忍住怒气 一声不吭 转身上殴 于家荣还在身后嚷嚷 我才说了几句 你就说不了了 你哥和你爸都没了 你想过 他们在地底下会冷吗 傅阳熙疲惫至极 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他的哥哥和父亲大喊道 杨阳 快走 出去找救援 他就一直在跑 忽然传来狗的吠叫 慈其彼伏 不是一只狗 而是一群 那群鸡肠鹿鹿的恶狗 一直对他穷追不舍 傅阳熙再也跑不动了 一下子摔在地上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伤心欲绝 拼命的想站起来跑 可没有办法 来不及了 是他耽误了 什么都来不及 他全身冷汗 猛然从梦中惊醒 瞬间坐了起来 狂喘着粗气 勉强直起身子 去床头柜边 翻出几个白色瓶子 拧开瓶盖 把药倒在了手掌上 忽然耳边的 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又响了起来 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 为什么你爸爸 喊你去找救援 你去那么迟 对不起杨阳 妈妈对不起你 但妈妈真的好难受 傅杨夕静静的听着 没有吭声 她自己也很伤心 如果当时不因为 那群热狗绕远路 哪怕被咬烂一条腿呢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她的脑海里 突然出现了赵明熙的脸 至少她还有小口罩 如果明熙知道了这件事 会和母亲跟爷爷 一样怪她吗 她是会对她说一句 我很担心你吗 傅杨夕不敢确定 忍不住起身穿鞋 穿上外套 她从窗户翻了出去 做这件事的时候 她脑子一片空白 只是如快要冻死之人 急切地想朝着炙热的火光而去 她开走了家里的一辆车 凌晨十分天还没亮 整个世界都没清醒 小口罩发现傅杨夕的手上有伤口 立即给她上药 消毒 傅氏公子哥以为一回生二回熟 她就不会浑身僵硬了 但没想到此时此刻 她依然心脏跳得很快 明熙觉得她的伤口 肯定不止手上这么点 拽着她的衣领 想趁她不注意 扯开看一看 但傅杨夕十分警觉 及时护住了自己 她已经是面红耳赤了 不会是小口罩 一上来就这么生猛 怎么这位公子哥 整天一副 她要轻薄她的样子 傅杨夕一路狂奔到学校宿舍楼下 看到铁门时 她意识到 赵明熙住的宿舍楼有门禁 她脚步停了下来 嘴里喝出白气 眼睫仿佛凝了白霜 她浑身散了架 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 她想等赵明熙醒过来 想在赵明熙下楼时就见到她 想早点见到她 因为爸爸和哥哥的事情 没有人喜欢她 他们都很讨厌她 但是只要赵明熙喜欢她 她就不怕 明熙一向勤奋早起 天还蒙蒙亮 她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很快就注意到外面高挑的人影 迅速跑了过去 嗨 熙哥 大清早的 你怎么在这儿 昨晚没睡吗 傅杨夕一脸 你这小傻比 当我是钢铁人妈的表情 怎么可能 就是因为睡太早了 今天醒得早来溜圈 刚好路过 她单手插兜 偏过头 冷酷地将一大堆 打包过来的早餐 不敢置信道 你大清早跑来 专程给我送早餐 傅杨夕白皙的脖子一红 立马抱到跳脚 像是听到什么 天方夜谭的笑话一样 什么专程给你的呀 我家司机买多了 你带着去教室 分给柯承文他们 她直接问 那你干嘛不直接拎去教室 傅杨夕嘴硬道 我顺道来拿 昨天塞在你包里的围巾不行啊 很贵的 她发了一下白眼 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嘛 还以为她 特意送给她的早餐 随后 转身就往楼上跑 行行行 我现在就上去拿 傅杨夕看着她跑上去 忍不住勾起唇角 半小时后 教室里面 明希一边认真看书 一边吃着早餐 傅杨夕坐在一边 看了她一会儿 忍不住问 你什么时候去参加百校联赛的集训 明希看着她说 10月23就得去集训了 为期10天 那你的生日 岂不是得在集训的地方过了 明希听言 愣了一下 有些意外的看了傅杨夕一眼 她只随口一说 她就记住了 明希笑容灿烂 无所谓的说 到时候再说吧 你们陪我回了奶奶家 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她也笑了笑 行 那就到时候再说 她听说 到时候那天 她跑去集训营 也是可以的 但这是个惊喜 傅杨夕不打算这时候 就说出口 她不经意的往门外看了一眼 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沈丽瑶 傅杨夕微微抬头 不悦的皱起眉头 眼眸漆飞 怎么感觉 最近那个沈什么摇牢往这边走 每次经过时 都要朝这边看过来 明希注意到 那时候摔的 明希不相信 可我记得 昨天坐火车时还没有 傅杨夕瞬间把袖子往下一拽 盖住受伤的地方 你坐火车昏昏沉沉的 哪记得清 明希也没有多问 她从桌子里取出 上次还没用完的点符 细心的给她擦药 消毒 傅杨夕以为一回生二回熟 她就不会浑身僵硬了 但没想到 此时此刻 她依然心脏跳得很快 明希觉得她的伤口 肯定不止手上这么点 拽着她的衣领 想趁她不注意 不愧是小狗照 一上来就这么生猛 明希被气到了 算了 如果还有别的伤口 你就自己上吧 怎么这位太子爷 整天一副她要轻薄她的样子 傅杨夕看起来 倒也不介意她的凶巴巴 自个儿超级点符 悠哉悠哉的 就要往卫生间去了 这时 柯成文怀里藏着什么东西 鬼鬼祟祟的朝里面看看 她看见傅杨夕走过来了 立即兴奋拉开衣服的拉链 从怀里把小狗狗拉了出来 我才知道 你怕狗 这不先带着小狗 跟你亲近亲近 这样 说不定你就不怕了 小狗跃跃欲试 往傅杨夕身上扑 她整个人都僵硬了 十分恐惧 明希不知道怎么 心里也荼荼的直跳 立即站了起来 匆忙过去 挡在了傅杨夕身前 柯成文别闹了 胆紧把狗送去给门卫大叔 不然待会儿 卢老师 柯成文张大嘴巴 愕然的看着傅杨夕的反应 后知后觉的察觉到 自己可能闯祸了 她话没说完 意识到不对 转头一看 身后的身影忽然不见了 傅杨夕拿着点符 不知道去了哪 小口罩为了寻找 心里受损的傅氏公子哥 竟然翘了好几节课 明希也觉得这很不像自己 她居然为了傅杨夕翘课 而且还是想也没想地冲出去 而非为了盆栽里的小嫩牙 明希拍了拍 柯成文的肩 你先把小狗送走吧 我去找找他 上课铃声已经响了 她在教学楼附近转了一圈 根本没找到傅杨夕的影子 于是明希又爬上了教学楼楼顶 打算去高处往下看找一下 她气喘吁吁地上的天台 打开了那一扇门 就在那里看到了傅杨夕 意外的是 傅杨夕躺在天台上睡觉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找到她了 傅杨夕平静地躺在一把躺椅上 双手交叠 她的神情像是在想些什么 但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明希慢慢走到她身边去 在她旁边坐下 侧头看她 你不上课吗 傅杨夕扯了扯嘴角 无所谓道 教室太吵了 上来躺一会儿 倒是你 谁敢敢翘课 明希也觉得这很不像自己 她居然为了傅杨夕翘课 而且还是想也没想地冲出去 而非为了盆栽里的小嫩牙 但是傅杨夕虽然一开始对自己很凶 可后来渐渐地 她决定照着自己以后 她就对自己很讲义气了 在到达同城的那天 明希就决定 从今以后 傅杨夕是自己很重要的朋友 她担心 她无可厚非 傅杨夕扬眉 不悦地看着她 你去别的椅子上坐去 我都没地方躺了 明希赖着不动 慢条词里的说了两个字 不去 傅杨夕觉得 赵明希就是担心她 就是在意她 就是想赖着她 赵明希就是那个 每次都能将黑暗撕开一道口子 不管不顾地闯进来的人 生活真的很苦 但是有小口罩 好像就甜了一点 傅杨夕竭力 想要绷住自己上翘的嘴角 心口不自觉流淌出一道暖意 方才浑身的僵硬 仿佛也被融化开来 傅杨夕坐了起来 突然道 愣了一下 傅杨夕这就自我调节好了 放学后 明希看着傅杨夕 说道 我晚上跟董家的长辈们约了吃饭 就先走了 柯承文见明希走了 就立马溜了过来 忍不住小声道歉道 希哥对不起 我不知道 傅杨夕摘掉了降噪耳机 打断了她 这件事就此结果 以后别再带狗来了 她收拾着书包 想起早晨孝精队那个姓沈的 经过窗户时 一直盯着赵明希看的眼神 心里觉得不大痛快 忍不住问 孝敬队的那个沈什么谣 到底怎么回事 柯承文一听就知道她在问谁 连忙道 不就是那天赵明希说的 认识吗 傅杨夕扭头看柯承文一眼 胡一道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柯承文连忙转移话题 是啊希哥 赵明希给你的药酒礼 是不是少了一瓶 傅杨夕找了找药酒 发现是有瓶酒精 落在洗手间了 她瞪了柯承文一眼 回来再找你算账 说完转身出教室 柯承文松了口气 连忙跟在傅杨夕身后 但就在傅杨夕和柯承文 刚走到卫生间门口时 忽然猝不及防地听见里面 传来赵明希三个字 听见他们说 赵明希做的甜品真好吃 还是她追姚神的时候好 每天都有甜品吃 现在她和姚神闹矛盾 咱就没口福了 马上百孝联赛了 到时候 她会和咱们一块集训 不知道会不会跟姚神和好 傅杨夕脚步一顿 继续听着 她追姚神两年 眼看姚神快要松动了 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那她是利用傅氏太子爷 让沈丽瑶吃错 后面还说了什么 柯承文根本不敢去听 空气近乎窒息 她眼睁睁看着傅杨夕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 一点点铁青起来 完了 柯承文绝望的心想 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傅杨夕脸色铁青 脸上几乎是风雨欲来 他们的说什么 柯承文连忙一把将她拦住 就是些闲言碎语 根本不是真的 傅杨夕攥成拳头的手 无意察觉的都在捅 我当然不信 小狗赵不是那样的人 她整个人喘着粗气 将柯承文甩开 下一秒就冲了进去 你们他妈的 在乱嚼什么蛇根 有种再说一遍 孝敬追的两个男生 吓了一跳 赶紧溜跑了 傅杨夕脸色难看到可怕 给老子站住 什么叫追姓沈的 追得要死要活 什么叫能不能和好 柯承文再次拦住她 算了西哥 冷静冷静 傅杨夕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满脑子都是 刚刚那两个男生的对话 像是听到了什么无稽之谈 扭头看向柯承文 说小口罩利用我让姓沈的吃错 脑洞也太大了 她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想说语言又止 傅杨夕一直盯着她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有什么在瞒着我 连你最后一次 柯承文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股脑不带打听摆地的 她就是追过沈丽瑶 那个长得很帅 年年拿金牌 谁都不放眼里 别人家的孩子沈丽瑶 傅杨夕此刻伤心欲望 可她说 只是普通朋友 柯承文嘟囔道 女孩子脸皮薄 况且那时候你 天天赶她走 她对我们没啥好感 告诉我们干嘛 傅杨夕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 她心中充斥着一股胶着的火 她不明白 是渡火还是什么别的 沈丽瑶很帅 连年金牌 别人家的孩子 那么她呢 傅氏太子爷终于知道 小口罩之前 追过孝敬队的沈丽瑶后 就特别的伤心绝望 原来小口罩 根本不喜欢她 只是利用她 让沈丽瑶吃醋罢了 傅杨夕深吸了一口气 看起来冷静了一点 我不信 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傅杨夕发现自己 甚至连这些流言蜚语也嫉妒 赵明熙说是普通朋友 她就相信是普通朋友 她不在意这些人说的屁话 柯承文见她这样 也没辙 那我们先回去 她怎么可能不在意 她在意的要命 傅杨夕忽然把腿就往外走 回个屁 我先要把事情弄清楚 柯承文很担心 连忙跟了上去 傅杨夕来到了电子档案室 三下两下敲击键盘 登陆了学校的内部官网 直接调取了去年一整年的 所有校内照片 所有的照片在电脑上呈现出来 很多蛛丝马迹就一目了然了 有沈丽瑶出现的每一场篮球赛 赵明熙都在 赵明熙抱着水 去年校庆时 赵明熙和沈丽瑶互相出现在了 对方班级的照片当中 去年招星时 赵明熙也去帮沈丽瑶的忙了 当时她还戴着口罩 原来傅杨夕认识的那个小口罩 沈丽瑶也认识 甚至比她认识的更早 更久 但这一次 她忍不住掏出手机 打开论坛看了眼 原来 关于小口罩的帖子里 提提提小口罩和沈丽瑶的 远远要比提提提小口罩和她的 多得多 有人发帖问 有人扒一扒新校花 和孝敬队的沈丽瑶吗 感觉有很长一段渊源 还有人问 赵明熙以前追过沈丽瑶 都被挖出来 当时还感叹她 为什么那么有勇气 原来是因为 本身就长得漂亮 已知沈丽瑶是官配 那某F少辈 利用了 为了让沈丽瑶吃醋 傅杨夕看得太阳穴 突突直跳 小口罩追过别人 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 就她不知道 杜季宛如不知名的宠意 啃视着她的内心 让她无比煎熬 柯成文忍不住道 别看了 七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努力 让自己冷静下来 立马起身 喜欢过姓沈的 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清朝老古董 有什么好介意的 她是喜欢过 但现在肯定不喜欢了 现在赵明熙喜欢的是她 是的 没错 她现在喜欢的是她 可即便这么一遍遍念着 傅杨夕却越来越不确定 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 她觉得 好像是自己错误的误会了什么 是她自己 一直错误的 给自己编造了一个 自欺欺人的美梦 忽然想起了 老爷子 让张律师 给她的那个文件带 老爷子 说她单相思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 傅杨夕心脏突突的跳 快速打电话给了张律师 让她叫人 把东西送到学校附近的 KTV包厢来 半小时后 傅杨夕一声不吭地坐着 脸色晦暗不清 一张张地看着老爷子 给她的那些照片 第一张照片 是小口罩追上来 要帮她倒垃圾那天 他俩在巷子里说话 巷子正对着教学楼 姓沈的 就站在五楼 远远地看着他们俩 所以 当时赵明熙是真的冲上来 帮她倒垃圾 还是因为沈丽瑶在看着 才冲上来的 第二张照片 是月考考试之前 小口罩突然仓促地握住她的手 教室监控的照片 打印出来一脚 能看到沈丽瑶路过的身影 所以 她是真的为了握住她的手 还是在看到沈丽瑶之后 才突兀地去握住她的手 第三张照片 是图书馆的监控 那天 在她到达图书馆之前 小口罩分明是与沈丽瑶吵了一架 两人的表情 看起来就相当熟人 可是她却对她说 只是普通朋友 傅杨夕翻死死攥着这些东西 浑身冰凉起来 她只知道 原来很多事情都早就有了端倪 只是 她在自取其辱 自欺欺人 原来小口罩根本不喜欢她 柯承文小声嘀咕 完了完了 这下全完了 希哥不得炸了学校 所以 她记得她的生日吗 傅杨夕脑子里 跳在最上面的念头 竟然是这个 她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心里拼命地想 假如这一切都是误会呢 天底下就是会发生那么巧的事情 刚好就在她对她好的时候 沈丽瑶出现在附近 她是喜欢过沈丽瑶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她现在完全和沈丽瑶没有任何接触 她又不会介意这一点 只要她现在喜欢的是她 她明天就装作今天的一切无事发生 傅杨夕抹了八脸 忽然站起来 我谁也不信 我要听她亲口说 你给她打电话 柯承文立即愣了愣 这不好吧 她定了定神 对柯承文一字一顿道 开免提 你帮我问 柯承文欲言又止的看了她一会儿 只得把电话打了过去 点开了免提 此时此刻 包厢里只听得见压抑的呼吸声 片刻后 电话打通了 柯承文不知道该怎么问 看了眼傅杨夕的神情 明希啊 你在和董家人吃饭吗 你还记得 希哥生日是哪天吗 小口罩还是很在意傅氏太子爷的 第一时间先在手机备忘录上 把傅杨夕的生日记了下来 并开启了置顶提醒 柯承文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出口了 你还记得希哥 生日是哪天吗 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个惊喜 明希笑了笑 要啊 惊喜当然要 接着 傅杨夕就听明希问道 不过他生日是哪天来着 空气忽然死寂 他伤心极了 柯承文简直不敢去看傅杨夕的脸色 我们明天去学校商量 你打算送什么 可别送太夸张的东西 等下全班都知道 你喜欢希哥了 说完 他心中大喊祈祷 快说喜欢希哥吧 不然他要碎掉了 电话那边的明希一愣 为了腾气韵 有些行为好像是容易让人误会 幸好傅杨夕开窍晚 没这么认为 他连忙解释 没没没 你别瞎说 我把希哥当老大 我不会 明希想说 自己不会余句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话刚说完 电话那边柯承文就断了线 接着就传来盲音 没电了吗 傅杨夕批手 将柯承文的手机 夺过来挂掉了 他不知道继续听下去 自己还会干出什么来 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小口罩根本就不喜欢他 柯承文忍不住说道 希哥 你要是觉得被欺骗 不想看到赵明希 不如让他转班 他没什么语气起伏 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欺骗 他不是那种人 你不准信 也不要胡说八道 是我自己想太多 傅杨夕觉得很事难堪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踉枪的起身 扯了扯嘴角 今天的事情不准说出去 柯承文看着他 只有道 好 傅杨夕推开了柯承文 自己一个人往外走去 外面瓢泼大雨落了下来 还没有人知道 他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 今天过后 他还可以装作 一切无事发生 与此同时 明希还是第一时间 先在手机备忘录上 把傅杨夕的生日记了下来 开启了提醒 这一下就不会疏忽了 董神叫他 明希 等下菜凉了 董慧小心翼翼的问 西西啊 你既然现在住校 那寒暑假的时候 就来我们家吧 见明希犹豫 董慧连忙道 犹豫什么呀 我早就把你当亲女儿看 你奶奶去世前 还嘱托我们照顾你 早知道赵家那副德行 我们就不出国了 董神也道 对啊 而且明希你不是说 还要带我买衣服吗 过几天我转学手续 也要麻烦你的 明希低着头 紧紧握着筷子 鼻尖略微发酸 点了点头 答应了 好 热热闹闹的吃完了这顿饭 见外面下起了暴雨 董慧道 那我们先把你送回学校 然后再回酒店 明希也不和他们客气了 好 谢谢阿爷 这时 一辆熟悉的车 也正徐徐开过来 赵羽宁撑着伞 赵母和赵苑从车上下来 赵母和赵羽宁 都注意到了旁边的明希 明希也看到了他们 可随即就收回了视线 上了董家的车 赵母呼吸一致 心里顿时犹如被针扎一般 她想也没想 冲了过去 赵明希 你现在见面 连招呼也不打了 赵母搬着车门不让她关上 明希皱眉 松手 董慧坐在明希的右边 见了赵母和赵羽宁就来气 怒道 什么毛病啊 有什么好打招呼的 断绝关系了 还搭理你们干嘛 赵羽宁撑着伞 哀怨的看着赵明希 忍不住叫了一句解 明气急败坏 恨不能冲进去 和董慎打一架 放开赵明希 一个死胖子 董慎怒道 就不放手 你们全家都是死胖子 她忍不住被一声不吭的赵明希道 明希 我们好好聊聊好不好 妈妈这两天反思了很多 我给你道歉 董慎扒开了她的手 愤愤不平道 什么道歉 你只会嘴上说说 赵母心里隐隐作痛 明希 我彻底失去你了吗 明希点点头 是的 你失去我了 然后董家的车子扬长而去 赵母双腿一软 贪坐在雨中 哭得气不成声 明希 我的女儿 傅氏太子爷 直接伤心死了 小口罩果然不爱她 竟冷淡的叫起了傅少 明希一进教室之后 她看见江修丘 已经回来上学了 她的身边 正围绕着几个女生 有说有笑 傅杨夕不高兴 她蹭江修丘气韵 那她就不蹭了 反正百分之二可有可无 但随后 明希就感觉 哪里有点不对劲 傅杨夕没来 而是傅杨夕的桌子上 怎么什么东西 都清空了 平时都是乱七八糟的 她忍不住问傅杨夕呢 又不是周末 她东西怎么不见了 柯成文回答 她请了两天假 昨天放学零了点雨 没事 小感冒 而已 明希坐回座位上 赶紧掏出手机 给傅杨夕发消息 西哥 柯成文说你感冒了 你发烧了没 家里应该有私人医生吧 看过了吗 体温多少度 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可以给你送过去 明希一直握着手机 心神不宁 见傅杨夕一直没回 她忍不住又发过去一条 是不是太难受了睡着了 看见后 回我一下 放学后 明希打开手机看了看 傅杨夕还是没回她消息 心里觉得哪里不对劲 开始收拾书包 打算去一趟傅杨夕家里看看 转过身问柯成文 你知道傅杨夕家里的地址吧 能发给我吗 柯成文愣了 你之前不是不要的吗 明希急匆匆的走 边说着 我怕她烧傻了 地址发我手机 我先去买药 等她走了之后 柯成文赶紧给傅杨夕发消息 希哥 完了 赵明希去你公寓了 另一边 傅杨夕私人公寓 失恋后 颓废的蜷缩在被窝里的傅杨夕 视线还停留在赵明希发来的微信上 心情复杂而悲伤 脑海中 已然上演了一百集生死离别的电视剧剧情 都亲口说了 不喜欢她了 为什么还要来关心她 见到柯成文发来的信息弹出来 她退出去看了眼 灯石弹坐了起来 什么鬼 小口照耀了 可她还没洗头 半小时后 明希到了 门从里面打开 傅杨夕红发湿答答 眨毛的散乱在额前 裹着被子开了门 明希抬头看着她 一惊 你头发怎么是湿的 发烧 还洗头你不要命了 傅杨夕擦了擦水 不打反而冷淡地问 你怎么来了 明希倒没注意到她的异样 直接探头往里看 柯成文说你生病了 你家里有人吗 还没看清楚 她就被傅杨夕 一根手指抵住额头推了出来 抵在脑门上的手指发烫 傅杨夕不让她进去 你不准备百笑联赛 去见别的想见的人吗 居然还有空来找我 这么一个区区的同桌 明希压了一声 我白天都复习完了 这会儿有空的 听说你生病了 我就 傅杨夕神情悲弃地打断了她 我并没病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难道在意吗 明希撇了撇小嘴 什么跟什么 稍糊涂了吧 一天没见 说话突然奇奇怪怪的 明希怕她是真的脑子烧坏了 胶着地把她往里面推 赶紧地头发吹干 去床上躺着 一不小心吹得有点重 傅杨夕一个亮枪 灼热的气息压了过来 明希慌张地把她拉了过来 她感觉简直宛如泰山压底 差点被压趴下 自己一米七的身高 宛如风中摇摆的小竹笋 随时会被折断 你到底多少斤 平时看着你 明明那么轻瘦 傅杨夕愤怒道 我身高一米八八好不好 你去问问 别的一米八八的男生有多重 再加上被子有二十斤 她一份填膺 心想 就沈丽瑶青呗 就沈丽瑶兽呗 不喜欢她就算了 还嫌弃她胖 明希走过去 抬手摸了下她的脖个 被烫地缩回了手 心想 糟糕了 这得去医院 明希赶紧对傅杨夕道 私人医生难道没来过吗 不然我陪你去医院吧 傅杨夕看了她一眼 眼睛红彤彤 脸上神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复杂 带着恼怒 气本 又带着凄凉和受伤 不去医院 别碰我 明希觉得她是稍糊涂了 没心思跟她闹腾 给她倒了一杯水 递过去 喝点热水 你嘴唇很干 傅杨夕接过水 就转身拿起一条浴巾 罩在她脑袋上 给她胡乱地把水擦干 快擦干了明希才想起这个问题 西哥 你这浴巾是用来擦头发的吗 我随便拿的 傅杨夕哪里还有心思去管那些 别叫我西哥 明希给她擦头发的手一顿 怎么了 那叫你老大 老大 该死的老大 她以为她喜欢她 结果她只是把她当老大 自作多情 实在太让人耽误 傅杨夕扯下玉巾 忍不住怒道 也别叫我老大 明希见她的红毛已经擦干了 把玉巾扔在一边 那到底叫什么 只听傅杨夕悲怆的声音道 收你做小弟 是我狂妄 现在你不是我小弟了 她沉了沉声音 那你还是叫我傅少吧 明希压了一声 从善如流地说 好的傅少 你吃药了吗 傅杨夕两眼汪汪 她果然不爱她 直接就冷淡地叫起了傅少 傅氏太子爷 难过得要命 都快碎掉了 误以为小口罩 真的喜欢孝敬队的沈丽瑶 而明希见傅杨夕的手机 没了手机壳 不是门派手机壳吗 怎么随随便便就摘了 她心中感到一阵失落 明希把自己带过来的药 抠出来两颗 塞在傅杨夕的手里 然后往她额头上 贴了块白色的退烧贴 然后说 吃完要去睡觉哦 我去给你熬个招 傅杨夕忽然哑着嗓子开口 你成绩这么好 校竞队有认识的吗 认识几个 那群人年少气盛 经常拿金牌 很厉害啊 傅杨夕问 女孩子是不是就喜欢那种类型 明希想了想沈丽瑶 以前收到过的情书数量 于是道 大多数女生应该是吧 傅杨夕放在身侧的被子里的手 顿时翘无声息地攥紧 愤怒 尴尬 失落 伤心 这些情绪起起涌上她的心头 所以小口罩也喜欢沈丽瑶那样的 对吗 她很嫉妒沈丽瑶 她难过得要命 明希端着舟看她 见她忽然耸拉着脑袋 没精打采地站起来 往房间里走 怎么了 先喝舟再睡 傅杨夕没吭声 走进房间裹着被子 往床上一趴 明希琢磨着 她可能是不舒服 吃完药后开始犯困了 于是把舟往旁边床头跪上一放 那你有力气了 再起来吃点 还有一些在保温桶里 傅杨夕只恩了一声 明希见状 也不好再继续待下去 拎起书包 打算离开 忽然注意到 傅杨夕的手机 没了手机壳 不是门派手机壳吗 怎么随随便便就摘了 她心中没有来的感到一阵失落 可能是她的错觉 但今天的傅杨夕 好像比之前生疏了一些 还让她叫回傅少 明希随即觉得 大约只是发烧不舒服的原因 莫名的 也随着傅杨夕低落的情绪 而变得低落起来 她离开了傅杨夕的月层别墅 等她下了楼 才发现已经下雨了 一辆车缓缓停到了她面前 赵小姐 傅少让我送你回去 明希压了一声 说了一句谢谢 另一遍 赵家 赵战怀简直头疼 提醒赵母 妈 以后主要是得从这些细节着手 注意明希的感受 除此之外 他们着重强调 赵明希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以后万万不可怠慢 再出现张保姆那种事情 就直接解雇 赵家人私底下的谈话 自然是将赵苑隔绝在外的 倒也不是故意瞒着她 而是这本身 让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她打电话给了张阿姨 我可能没办法安排你回来了 张玉芬听见赵苑委屈的哭 也急了 连忙安慰道 小姐 你要照顾好自己 尤其是马上要参加的百校联赛 不能比赵明希差 同时 你得主动出击 跟赵家人搞好关系 赵苑心烦意乱 我知道了 然后挂断了 主动出击谈何容易 赵苑想了半晌 倒是想到了一件事 最近赵战怀 一直在为陆家合作的一件事头疼 于是拨通了陆叶的电话 你上次说 想请我看电影 我答应了 但我有个条件 陆叶追过她 如果她能帮上忙 大哥肯定会对她另眼相看 周五 明希简直感觉无所适从 每次往身边的位置看三百遍 傅杨夕怎么还没来上课 都两天了 这时 傅杨夕从门口走了进来 一张脸皱着眉 很是不开心 刚一坐下来 就趴在课桌上睡觉 明希视现格外忍不住落在她身上 一句话不吭 招呼也不打 她到底怎么了 手机壳摔裂了 抱枕也湿透了 睡得难受死 明希把一包糖递过去 你是不是嘴里苦 吃个糖吧 傅杨夕抬起头来 看了赵明希一眼 不吃 离我远点 视线又落到她的手上 还有男女瘦瘦不轻 你以后注意点 明希挑了挑眉 什么毛病 物字拆了个包装 往傅杨夕嘴边定 你到底怎么了 就尝一个 生病的时候要补充体力 傅杨夕奄的看了她一眼 你难道还在意 我补不补充体力吗 她死死抿着唇 整个身体和头 都往那边一偏 明希强忍着脾气 握着手的拳头都硬了 明希这么一静 她这么一退 整个画面就变成了一副 明希欺压过去强迫她 手撑在她椅子边上 将她围陷在墙角 而她誓死不从的样子 全般八卦的眼神 都不由自主的 刷刷看了过来 哇哦 有情况 傅士公子哥 还在沉浸小口罩 不喜欢自己当中 对明希很冷烦 明希强势的逼她吃一颗糖 她这么一进 她这么一退 整个画面就变成了一副 明希欺压过去强迫她 手撑在她椅子边上 将她围陷在墙角 而她誓死不从的样子 明希面颊发烫 匆匆缩回了手 直回了身子 明希只好将糖塞进了自己嘴里 嘟闹着嘴问 要是还没好 要不然再请一天假 今天出门前量了体温吗 明希下意识伸手 去看傅杨夕额头上的体温 可傅杨夕又是一朵 她甚至反应很大的 直接站了起来 神情冷却 我便已经好了 不劳你挂心 说完准备朝外走去 明希不解的拽住了她衣服 莫名其妙的问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傅杨夕别开头去 我没有不开心 难道要她说出 因为我误会 你喜欢我了这种丢脸的话吗 明希不相信 胡说 你情绪 怎么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傅杨夕沉默了下 掰开了赵明希的手 都说了 男女瘦瘦不轻 明希目送傅杨夕离开教室 实在摸不着头脑 柯承文正准备捏手捏脚的过去 不料还是被明希给看见了 问道 希哥这几天奇奇怪怪的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身体立马僵住 撒谎道 就是被爷爷骂了一顿 所以脸色有点臭 过两天就好了 虽然柯承文这么说了 但明希还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下午 买了一盆小小的绿色多肉回来 放在傅杨夕桌上 希望她看见绿色植物 心情能好点 傅杨夕倒也没扔 但也没多看几眼 更没像以往样 暴跳如雷的炸了毛 责怪她把她桌子弄乱了 傅杨夕心里 那只精神抖擞得意洋洋的红色小鸟 仿佛死了 软啪啪的横尸在地上 两行泪水 再也要舞杨威不起来 而明希感到无所适从 怎么没效果呢 到底怎样 才能让她开心点 因为一直很在意 傅杨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希一整天的视线 都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身上 上课的时候 也忍不住时不时扭头看向她 她心里有种痒痒的感觉 不知怎么回事 而傅杨夕撑着脑袋 眼皮子未先 杰力漫步不经心 装作压根没感觉到 明希落在她脸上的视线 她就说呢 她长得也不算差吧 怎么以前小口罩 从没盯着她看过 她换了个姿势 左手撑着脑袋 右手疯狂拿着手机百度 高中身高一米八八的男生的侧面 哪个角度最吸引女生 正在照明希盯着傅杨夕的喉解 无意识地咽了下口水时 讲台上的卢老师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怒道 扯了扯嘴角 心里要死不活躺逝的那只小鸟 终于乍世地蹬了下腿 另一边长青斑 李海洋抓着桌子里 还没送出去的礼物 忍不住犯起了嘀咕 怎么今年的孝庆主持人 又是赵燕 前两年也是她 孝领导不腻吗 走过去的陆叶听见 立马回来揪住她衣领 差点和她打起来 说什么呢 赵燕就是好看 就是优秀 不服憋斩 李海洋看着陆叶脸上的伤 觉得陆叶有点傻缺 你为了赵燕去偷你爸的招标文件 赵燕知道吗 她最后能记住 你的好吗 陆叶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你懂什么 赵燕都答应我 周末去看电影了 至少我有机会 另外一个心情 没那么舒畅的人 则是恶小夏 难道陆叶看不出 赵燕没有表面上那么好吗 低头打开文具盒 看了眼两个巴掌大小的 透明立封带 里面是赵燕和赵雨宁的头发 等她验出DNA 正是她的猜测 她就要来揭露赵燕的真实身份 蒲双小心地问道 圆圆 你大哥的是解决了 你真的要和陆叶交往吗 她听到这句话 心情烦躁 看得电影罢了 我没有答应跟任何人交往 他们正在上体育课 打着篮球 很快 这件事传到了柯承文的耳里 抱着篮球过去 扭头就把这事 给傅杨夕和江修秋说了 江修秋穿着高领衣服 脖子缩进衣领里 没搞清楚状况 所以这事关 咱们什么事 柯承文急着说 你不懂 赵燕之所以找陆叶帮忙 是为了夺宠 让赵家人倒戈向自己 他无法和江修秋沟通 禁止看向傅杨夕 是吧希哥 傅杨夕拿起手机 打出去一个电话 江修秋冷地转不动脖子 整个身子往那边转动 纳闷道 你要干嘛 柯承文了然地说 希哥这是要把赵燕的事给搅黄 傅杨夕的眉头紧簇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孝敬队的沈丽瑶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决定重新追回赵明熙 而傅氏公子哥 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说话 脸都绿了 醋坛子瞬间打饭 江修秋叹气道 赵明熙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失恋了 还管他的事情干什么 傅杨夕怒吼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赵家那群人 不想他们好过 懂 江修秋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早就说过 从小到大 我就没见过 因为我们本人追我们的 你还不信呢 看吧 果然如此 傅杨夕心态瞬间崩了 揪起江修秋的衣领 你他马是不是想打架 柯成文见他俩丧丧的 也情不自禁被带丧了 狗脑地思考了下 不然想个办法 把沈丽瑶赶走 让他转学 赵明熙见不到人 就会忘掉了吗 傅杨夕这才松开了江修秋的衣领 江修秋摇头 那可未必 你没听说过 异地恋会激发 人的荷尔蒙 他们三个沮丧的一屁股坐在旁边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傅杨夕继续恶狠狠地 盯着不远处的沈丽瑶 沈丽瑶最近则同样心烦意乱 赵明熙说 不再喜欢他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为什么他心里还是不痛快 渐渐地意识到 难道他对赵明熙 其实是在意的吗 叶博看着他 姚神 发什么呆呢 沈丽瑶神情冷峻地问了一个问题 假如我现在去追赵明熙 你觉得怎么样 叶博差点被吓傻 瞳孔都在地震 你认真的吗 不过如果是你的话 一追他 肯定就会回来 他以前那么喜欢 沈丽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竟然如释重负 只觉得放松不少 周五课间休息时间 沈丽瑶把表格递给明熙 下周五放学后 统一从学校出发 集训地址在这上面 看清楚后 你在这里签个字 还有下周会变冷 多带点保暖的衣服 明熙飞快地在表格上签了字 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是你来 负责这个的 不是你们对的月腾吗 而那边傅杨夕一行人上来 便见到赵明熙和沈丽瑶 站在走廊上说话 刚才还在说 怎么拆散他们两个 结果下一秒 就见到两人在一块 傅杨夕灯死脸都绿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阳学突突直跳 立马就要冲过去 被柯成文和江修丘一把拦着 希哥 你这种小学机行为 只会在赵明熙那边复分 傅杨夕气急败坏 那到底要怎样 眼睁睁看着他们复合啊 哎呀 他们说个话而已 傅杨夕恼怒道 不行 他不准和那个死兽子说话 片刻后 沈丽瑶刚想说话 这是集训 就有一个人挤开两人 从中间走过去打水借过一下 沈丽瑶接着说 二十个人的群 又有一个人从他们中间走过 不好意思 憋尿 再借过一下 沈丽瑶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加一下群 活动群里都会通知 记得看群公告 又有一个人从他们中间走过 借过啊 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你们国际班全都憋着尿 这时候上厕所 路这么宽 非得从中间挤 赵明熙也没心思和沈丽瑶说废话 匆匆扫码加了群 谢谢啊 有事再说 傅杨夕用余光看得快气死了 他们还交换了联系方式 当他是死的嘛 明熙回到座位后 就发现傅杨夕浑身的气压 比上午更加阴沉了 一声不吭的捏断了铅笔 你又怎么了 他双手抱着胳膊 嘟着小嘴 傲气的哼了一声 放学后 明熙看见他起身就要走 问你这就要走了 傅杨夕抬起眼皮子 不然留下来看别人 为什么长得那么瘦吗 明熙拦住他 绞尽脑汁的找形容词 谁说你胖了 你你爸爸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不胖啊 傅杨夕拿开他的手 呕了一声 继续抬不要走 明熙一下子就脱口而出 你不能走 可能是他说话的语气太急切 教室里的一群人都看了过来 傅杨夕心中窃喜 扯了下嘴角 哦 为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明熙噎住 脑子一轴 想也没想的 花花从竞赛题侧上翻了道题 指着这道题 这道题我不会做 傅杨夕快气死了 小口照叫他留下来 居然是让他帮忙解题 他是什么哪里不会点哪里的工具人吗 傅杨夕气急败坏地坐了下来 拿过明熙的纸盒笔 就笔走游笼写起来 他解题的过程中 明熙才惊讶地发现 他的思路很快 非常快 完全不像是一个平时 天天睡觉的人会有的速度 明熙忍不住问 你有这本事 怎么不参加竞赛 傅杨夕眼皮子聊都不聊 一百块金牌 卖了有我一百万分之一的有钱吗 明熙无语了 对不起 打扰了 小口照为了不跟傅氏公子分开 竟然答应同傅杨夕一起居住 还不断地花痴补脑 如果住在这里的话 两人就得共用一个浴室 就意味着傅杨夕洗澡的时候 他能听到水流淌过身体的声音 而且自己洗完澡 不会还要穿他的衣服吧 傅杨夕把解开的体往明熙面前一地 又一脸我死了 别管我的神情 拎起书包往外走 明熙顾不上去看那道题 连忙小碎不跟上 李沈还寄来了特产 一份是给你的 你跟我去拿 傅杨夕瞥了他一眼 凉凉地问 没有别人的吗 比如 你集训的那些朋友 明熙摇摇头 没有啊 就只有你和江修秋的 李沈说 柯成文长的柯成 就算了 傅杨夕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勉强答应 那好吧 他拿好了特产 试探性地问 特产拿了 能走了吧 明熙指了指 赶紧说 你别走 我灯坏了 你帮我换一下吧 傅杨夕扬起 投措了醋煤 结果发现 这哪里是灯泡坏了 这是整个灯泡都不见了 他看向明熙 得去买个灯泡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下去一趟 话还没说完 他见明熙拿着杯子喝水 杯子不偏不倚地 一下子泼在床上 一下子被套全部如湿 明熙惊慌地跳起来 完了 怎么办 被子湿了 没办法睡觉了 傅杨夕心里忽然有一个猜测 竭力装作不以为意 那能怎么办 反正房间多 小口罩捶着脑袋 长须短叹 叹了口气 那只能这样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觉得 小口罩千方百计 想和他赖在一起 是他的错觉了 还是他又太自恋了 与此同时 赵家 赵战怀气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陆是不是都答应 要把那块D卖给我们了吗 助理回答 昨晚陆总 似乎是接了个电话 就立马变卦了 他拨通电话 直接打了过去 陆总 我想问问 究竟为什么要临时变卦 陆徐心里也一股子火 怒道 你不如回去 问你妹妹 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敢来偷我的招标资料 我家的是败家子 你家的也不是什么好货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也是奇了怪了 买卖地皮这种 小事怎么会让富士 对总公司撤资 赵战怀脸色铁青 去 把赵燕喊进来 赵燕推开门的那一刻 心中是欢喜的 大哥肯定是拿下了项目 要感谢他 那他们是不是 不是也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了 刚一进来 就发现赵战怀怒火匆匆 以后我的事 你别瞎掺火 你居然让陆叶偷招标文件 简直胡闹 现在陆家终止合作了 整个项目都被你毁了 他顿时脸色苍白 我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承诺过我没问题的 赵战怀看赵燕的眼神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失望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明熙已经离开家了 你没必要千方百计和他争 他感觉心累了 你出去吧 赵燕浑身绷紧 咬紧牙关 赵明熙这一切都怪你 这边 富士公寓 他坐在沙发上 和富阳西阁的老胎 红着脸面面相去 万万没想到 此时此刻的气氛 会如此尴尬 他只是不想 马上跟富阳西分开而已 怎么会这样 明熙开始想象 如果他住在这里的话 两人就得共用一个浴室 就意味着富阳西洗澡的时候 他能听到 水流淌过身体的声音 而且自己洗完澡 不会还要穿他的衣服吧 他已经不敢想象下去了 非常的害羞 赵明熙 你在想些什么啊 明熙猛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 哪怕脾气再嚣张 说话再臭屁 也真的是又高又帅 荷尔蒙十足的少年 富阳西强装镇定 心里已经完全乱了 脸都红了 十分紧张 忍不住嘟起小嘴 偷瞄明熙 他心中出现骚痒的感觉 而非长期以来 他习惯性当成的WiFi热点啊 富士公子哥 终于大胆地向小口照告白了 明熙竟然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他 富阳西红发散落在额前 五官优美 还包裹着一个被子 明熙见了心脏砰砰跳 虽然不是第一次 觉得他长相出众 但现在 这个并美人的样子尤其 明熙进入了幻想中 富阳西把他揽入怀中 声音如同撒娇般地说 真的不能喜欢我吗 哪怕就一点点 明熙不好意思地咳了几声 你别这样看着我 好像我欺负你一样 大不了答应你就是了 他听到这个回答 愣了好几秒 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情绪十分激动 明熙声音很悲壮 以后你还是叫我富少吧 他这才回过神来 漫不经心地压了一声 好的 富少 你吃药了吗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富士公子哥心里很嫉妒 沈丽瑶曾经被小口罩喜欢过 也现在因明熙不喜欢他 再一次陷入了失眠 明熙回忆过去的种种 其实心里还是喜欢富阳西的 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这猛然让明熙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 哪怕脾气再嚣张 说话再臭屁 也真的是又高又帅 朝气蓬勃一少年 有着少年气十足的雄性荷尔蒙 而非长期以来 自己习惯性当成的WiFi热点 明熙站起来 很不好意思地说 要不我还是回学校 话没说完 富阳西便也赶紧站了起来 竭力让自己显得镇定一点 凶巴巴地盯着照明熙 回什么回 他脸上有点羞涩 你就住这里好了 我今晚出去住 转身走时 又解释了一下 别多想 小爷我一向仗义 柯成文发生这种事 我也会留他住两宿 明熙不可能让屋主出去 自己住下 于是犹豫了下 那还是都住这里好了 富阳西吞咽一下 冷酷的嗡了一声 十分不情愿 则看来只能这样 这话一说 空气又陷入了寂静 明熙为了打破这诡异的氛围 说道 那要不看个电影 富阳西面无表情 与他擦肩而过 还有影视是 看什么电影 你随便挑 顿了顿 头也没回 又冷冷了 看来明天 我们得一起吃饭了 明熙看着他 中午不行 董神约了我陪他买东西 明天晚上一起吃吧 不知道是不是明熙的错觉 他说完这话 前面的人背影看起来 又要愉悦很多 明熙实在捉摸不透 富阳西的心思 突然快速两步 一下子蹦到他前面去 回头看他表情 结果就看到了富阳西一张 虽然可以一起吃顿饭 但我仍是死得透透的 虽然泪觉不爱 但男子汉有泪不轻弹 别管我的脸 富阳西掀起眼皮子 干什么 好像并没有变愉快 明熙觉得 男生的心思真的好难猜 富阳西的心思则难上加难 两人进入了影视室里 富阳西走过去 他的侧脸轮廓分明 眼洁微垂 明熙看着他 又看向他调试机关的那只手 那只手白皙修长 因为养尊处优 毫无任何脖茧 初冬的季节握住 一定会干燥温满 明熙末地就开始走神 无意识地去回想 上次月考之前 握住富阳西的手的感觉 但事实上是 那时候注意力 全在自己的盆栽嫩牙上了 完全不记得 那是什么感觉 明熙又想起 被他那只手揉乱发顶的感觉 那力道丝毫不清 甚至有些不客气的众 宛如揉搓抹布一般 当时也没怎么在意 但却在此刻 被他莫名其妙想起 为什么 明熙下意识 舔了下干燥的嘴唇 等回过神来 明熙见到富阳西 扬起一张科幻片 这个看过吗 看过了 富阳西听到挑了挑眉 有一股醋味 和谁 明熙视线还落在富阳西 轮廓分明的脸上 下意识地答道 以前刚来这边时 和沈丽瑶 董神他们一块看的 你想看的话 我再看一遍也没沈 完全没想到 得到这样的回答 富阳西攥住影碟的手指 顿时攥紧 忽然意识到 沈丽瑶早就认识 赵明熙身边的人 比自己更早就知道 赵明熙家里的事 哦 电影好看吗 明熙回忆了下情节 就是讲述的一个 人工智能的小男孩 为了成为真的小孩 经历冒险的事情 还挺感人 我还记得有个情节 然而话没说完 就被富阳西打断 听下去 富阳西不确保 自己不会半夜 去把沈丽瑶揪起来揍一顿 他明知道 自己不该因这么一件事 生出负面的情绪 然而 他还是不可避免的妒忌 他嫉妒沈丽瑶和小口罩 有从小的娃娃亲 参与过小口罩过去的人和事 更嫉妒沈丽瑶 曾经被小口罩喜欢 明熙看见他转身出去了 连忙跟上去 不看了吗 他停了下来 改天吧 客房在这儿 里面有毒味 你早点休息 明熙抬眸 那晚安 傅少 他眉心猝着 说了两个字 晚安 其实他想问 明熙是不是还喜欢沈丽瑶 但害怕听见不想听见的答案 明熙洗完澡后 蜷缩在被子里 思来想去 还是想不通 也没心思复习了 忍不住给贺阳发微信 男生难不成也有 每个月心情烦躁的那几天吗 贺阳嗷了一声 细说 我和傅阳西 本来打算看电影 但是 他突然说困了 改天再看 他是不是讨厌我 还是听到我说 沈丽瑶和董深的事情 觉得无趣 不想再听下去了 但我这不是 想分享我过去的朋友圈子吗 他该不会 是后悔收我做小弟了吧 他最近一直在强调 让我不要叫他老大 明熙噼里啪啦打字 恨不得把下午发生的事情 一五 一时 讲给贺阳听 收了小弟还反悔 怎么能这样 讲不讲诚信 是不是男人 贺阳延迟了下 才回了好几条语音过来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几天和我说的话题 都是负阳西 按理说 你转班后 和柯成文 江修秋 接触也挺多吧 但你好像对我提过的最多的 就是负阳西 不信的话 你自己搜索一下聊天记录哟 这行文字猝不及防的 在对话框跳出来 明熙一瞬间 被惊得心惊肉跳 心脏漠然怦怦怦直跳 血液一下子 电光火石的 窜到了大脑头皮 被贺阳这么一提醒 他才意识到 他最近的注意力 是不是太过于 落在负阳西身上了 上课时盯着他看 被卢老师批评 也就算了 今天听到他说 即便是柯成文被子湿透了 他也会提供一个住处 他心里竟然还有一闪 而是的失落 人家认识这么多年 很正常吗 还有那天早晨 见到负阳西在宿舍楼下 听到他只是来取他那条围巾 而不是送早餐 就像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般 他干什么要有那个情绪变化 他这是怎么了 与此同时 负阳西身无可恋地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再一次失眠 他睡不着 也不大敢睡 以前是抱着小口 赵喜欢他的心情 努力入睡 熬过了很多个有噩梦的晚上 而现在 赵明西又不喜欢他 噩梦又回来了 震惊了 富士太子爷 竟然为了小口罩 染回黑法 柯成文在微信拉了个组 把江修丘也拉进来 两人分别发来慰问 负阳西拿起手机 就看到了一群消息 西哥 你在干嘛 我们叫你的烛光晚餐你用上吗 他看见后 心中瞬间炸毛了 什么鬼穴 群里继续发着 西哥 其实赵明西现在不喜欢你 未必以后不会喜欢你 江修丘你说是吧 我的一件事 沈丽瑶和富阳西是两个类型 翘抢脚的失败率很高 不然西哥 你跟沈丽瑶一样 染成黑发 染个黑发也没用 性格差距太大了 富阳西看到这句话很愤怒 骂了过去 姓江的你这个悲观主义者 今天赵明西还主动拉我看电影了 他还是如实地说 他拉你看电影 只是为了缓解肝大的气氛吧 富阳西心碎成渣渣 小口罩好像的确是为了缓解尴尬 才邀请他看电影的 而且随便拿出一部电影 就是他和沈丽瑶看过的 他难过地倒下 江修丘竟然该死得准确 第二天早上 明西起床的时候 就发现桌子上摆着几份不同的早餐 富阳西好像起来过 然后又回房间了 于是明西轻手轻脚地往他房间走去 里面的富阳西察觉到了 立刻躺下装睡 他的脑袋叹了进来 就看见富阳西躺在床上 呜呜大睡 注意到他的衣服没有弄好 导致自己的一处腹肌露了出来 他盖好被子 明西仔细看着他的脸 愣了愣 不得不承认 傲慢的太子爷还挺帅的 他忽然回忆赫阳的话 脸就莫名的红了 赫阳果然没说错 明西提过最多的就是富阳西 下一秒 他落荒而逃 富阳西瞥了他眼 嘟着小嘴 不喜欢他还给他带被子 上午明西和董申在商场见面 明西姐 你真的变了好多 当然 骨子里没变 你的脸彻底好了吗 明西下意识触碰了一下脸颊 已经完全好了 明西又看了眼自己的盆栽小嫩芽 已经生长出四棵小树了 也就是两百棵小嫩苗 明西想着富阳西生日快到了 决定给他准备一份礼物 他和董申逛商场时 看到一些生产日期 刚好是11月5号的小东西 会全都买下来 他只是悄悄攒着 希望富阳西能觉得 他的礼物与众不同 明西突然掏出手机 给董申看了眼富阳西吃的药 你不是刚从法国回来吗 应该看得懂 这是什么意思吧 董申看了看 只能分辨出几个词 治疗 使用方式 慢性失眠障碍什么的 明西惊呆了 不是维生素 富阳西怎么会失眠呢 明西脑子里又猛然响起 那几次富阳西身上 莫名其妙出现的淤青和玻璃滑伤 眼皮子忽然一跳一跳起来 董申问 怎么了 明西回过神 没什么 一会儿后 他们母子手上拿着各种东西 董会看到明西后 笑了笑 阿姨看到好多漂亮裙子 忍不住都给你买了 明西刚想拒绝 她就立马开口 不许拒绝阿姨 然后把东西扔给身后的董申 牵着明西的手 准备回家 赵母正和朋友下楼的时候 刚好看见明西和董会 董申也正在下楼离开 朋友见她神情有益 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便看到了赵明西和赵明西身边的人 忍不住对赵母道 那不是你家小孩吗 她怎么陪别的母子逛街 赵母心里又痛又急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必须找个办法 把明西拉回来 她是她的女儿 与此同时 傅杨夕坐在理发店里 设计师问她 傅少 减短吗 减短会精神很多 傅杨夕抬眸道 染黑 设计师惊呆了 你以前从没想过要染黑 染黑会变得很像大哥 母亲和爷爷绝不会接受 但赵明西喜欢的 显然会是这种类型 傅杨夕很希望 很希望回到之前 那个自欺欺人的梦里去 她不耐烦道 少废话 染黑就行了 傅氏公子哥 这次真的心碎死了 看见小口罩 在和姓沈的约会 原来某种程度上 小口罩和沈丽瑶 是见过家长的 在理发店坐了两小时 黑发终于染好了 头发颜色 简直对一个人的气质 影响太大 但此时她漆黑的短发 干干净净 高挑输了 惊鸿一撇之间 少了几分先前的 暴躁不羁气息 多了几分清脆冷漠的 孤傲的少年气 几个店里的员工 都忍不住盯着傅少看 傅杨夕听见他们的议润声 脸都黑了 回过头去 臭着脸烦躁的瞪眼 看什么看 再看小心眼珠子掉下来 店里的人赶紧都慌忙 收回视线 傅少还是傅少 换了个发型 可不代表换了个脾气 傅杨夕不慎习惯的 摸了摸自己的新发型 走出理发店 她臭着脸 自拍一张 发给三人群里 果不其然 柯承文和江修秋 又开始了唱双簧 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你还真去染了 傅杨夕当时暴跳如雷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 不是你说赵明熙 傅杨夕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柯承文连忙打圆场 好了 希哥 你抓紧时间去买蜡烛和牛排 他看了眼时间 小口罩应该正在和董贵一家吃饭 傅杨夕心里 怀揣着一种隐秘的期待 或许是期待小口罩 看到他黑发的样子之后 眼睛里能出现一些 类似于喜欢的东西 因此 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傅杨夕正在商场外等车 忽然抬头 傅杨夕很快就从街对面 看到了正在西餐厅吃饭的赵明熙 和他对面的人 傅杨夕盯着那边 足足有五分钟 没有反应过来 他脸上忘了该是什么表情 脑子像生了秀一样 是在约会吗 明熙此刻心情有点不快 董阿姨拉着你一起过来吃饭 你怎么不拒绝 沈丽瑶慢条思理的很冷的 他当然不会说 是自己特意打电话 让董贵把赵明熙约出来吃饭的 冷冷地说 董阿姨是长辈 我没办法拒绝 赵明熙 好歹认识两年 尽早回去搞清楚 傅杨夕吃的药到底是什么 他刚要说些什么 那边董贵和董生 就从洗手间回来了 一左一右在桌子边坐下 董贵也察觉到 两个小辈的氛围不太对劲 赶紧打破僵硬 小沈啊 明明是喜欢我们明熙的对不对 不要傲娇 等他跑了你就没地儿哭了 却没想到 沈丽瑶沉默两秒 说恩 明熙猛然抬起头来 什么鬼 他恩个什么鬼 董贵拉着他的手 笑着说 嘻嘻啊 一寸光阴一寸金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在闹别扭上 明熙简直头痛 董阿姨 不是你想的那样 沈丽瑶打断了赵明熙的话 我知道了 董阿姨 董贵把他们两个人的手 放在了一起 这不就对了 你们多般配 一道高挑的黑色身影 立在刚进西餐厅的门口 清清楚楚的听到了董贵的话 明熙之前和我们通视频 经常聊起你的 你现在也喜欢她 还能有什么阻碍 她脑子嗡嗡响 只觉得自己十分的讽刺 原来某种程度上 小口罩和沈丽瑶 是见过家长的 傅杨熙拎着重重牛排带的趾骨 用力发白 最后心灰意冷地 离开了这家餐厅 忽然脚步一顿 再次看了一眼里面的明熙 心情很烦很乱 她漆黑的短发 从橱窗玻璃映照出来 也显得像个伪劣的小丑一般 小口罩终于知道 自己是喜欢傅杨熙的 她开始在百度上搜索 如何判断 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 得到的回答是 会情不自禁 去了解对方的喜好 会情不自禁盯着对方 觉得对方好看 会因为对方而睡不着 而且还会担心对方 明熙应付完董慧和沈丽瑶 就匆匆找要学习的借口溜了 回家的路上 她给沈丽瑶发了条微信 告诉她 她之后会去和董阿姨那边说清楚 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沈丽瑶那边 怎么回的明熙没有看 又把她拉回了 消息拒收了 她背着书包 回到傅杨熙那边 按了下门铃 却足足五分钟 密码是102488 你直接进去就行 随便住多久 我有点事 回趟老宅 明熙心里默然想起 上次傅杨熙回老宅之后 手背上的鱼青 她眼皮子又仓促地跳了起来 连忙问 什么事 明熙输入密码 直接走了进去 公寓很大 但显得很冷清 她以为傅杨熙这种 张扬肆意的性格 所居住的地方 一定很热闹 可没想到 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明熙这才发现 她对傅杨熙支支甚少 现在忍不住想知道 关于她的事情 哪怕只是一些喜好 她推开了放映室的门 原来 她并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人 浏览了一下 黑胶和影片 明熙给这些电影目录 拍了张照片 打算以后 两人看电影时 尽量挑选她没看过的 地上搁着被拆开的 扫地机器人 修了一半 灰黑色的零件 很随性地撂在那 原来 她还会修机器人 明熙下意识想走过去看看 原来她一直住在 这么空旷的房间 深夜了 明熙赶紧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 拿着手机看了一下 傅杨熙还没有回她的消息 她心里又出现了那种 无意识发痒的感觉 鬼使神差的 等明熙回过神来时 她已经开始在百度上搜索 如何判断 自己是否喜欢一个人 明熙吓了一跳 下意识要退出去 但还是忍不住 浑身绷紧地浏览了一下 第一条赫然就是 会情不自禁 去了解对方的喜好 明熙想起自己拍的电影照片 当时心惊肉跳 她捂着脸 将脑袋埋了起来 深呼吸了几口气 过了会儿 做好心理准备后 明熙继续往下看 第二条就是 会情不自禁盯着对方 觉得对方好看 明熙血液 已经飞窜到头皮 她脸无意识发烫起来 第三条是 会因为对方睡不着 而且还会担心对方 明熙简直抓狂 发现自己几乎权重 完了 她真的喜欢上傅杨熙了 周一课间 明熙忍不住 时不时地 瞥一眼旁边的课桌 依旧是空荡荡的 傅杨熙还没来上课 扭头去问江修秋 你知道傅杨熙家里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周六急匆匆就回去了 她玩弄着篮球 看了明熙一眼 别担心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可能的确是自己多心了 明熙多少放下了点心 江修秋和傅杨熙认识最久 她说没事 那应该没什么大事 接下来的周二 周三 周四 傅杨熙都没来上课 明熙整理了一下 傅杨熙的作业 打算等她来了 再单独给她补课 她忽然被叫去 卢老师的办公室 明熙朝办公室那边走去 正好见到走廊尽头 走出来一个高挑舒朗的身影 极其像傅杨熙的 明熙下意识 叫了一句傅杨熙 她听到了明熙的呼喊声 脚步顿了顿 最后还是匆匆的下楼去了 明熙越过走廊上汹涌的人群 脚步匆匆的跟了过去 但是对方已经飞快下楼了 一片衣角都没看清 是她吗 身影像急了傅杨熙 可那人头发是漆黑的 这一刻 她真的很担心傅杨熙